你年仅18就修炼到大地巅峰境 只差一步就可挣到先尊 可因为你杀伐过多得罪天道 导致你2000年过去还没有成仙 无奈的你只好选择闭关 也就在这时系统觉醒 但他发布的第一个任务 却是让你娶固有之女 然而让你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固有之女的身躯中 还藏着曾坐过你两天半到旅的 先尊前女友 此刻的九霄圣帝圣女刺风大典上 九霄圣女柳如烟站在大殿中央 可就在他要戴上华冠的一瞬间 易容过得你突然来到这里 等等 这个圣子我来当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一些执事和长老眼中满是荒诞 而九霄圣主坐于高座一脸压抑 眼前人的气质和语气有点太熟悉了些 九霄圣主疑惑道 敢问阁下尊姓 苏慈 你没有隐藏名字 毕竟天玄大陆人口数之不尽 叫苏慈的人太多了 偶尔撞名很正常 但高座上的两三个老头 却差点从座椅上摔了下来 大帝 他出关了 还要当圣子 这是想到哪样 九霄圣主微微迟疑 他知道师祖往日十分严肃 不会无地放逝 隐藏身份定是有所缘由 便没有拆穿和颜悦色道 苏慈 你确定要当这个九霄圣子 你应了声 好 上华府锦袍 策封典礼重新加冕 封苏慈为我九霄圣帝 新任圣子 此言一出满场震惊 柳如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凭什么爷爷 不是说好我当圣女了吗 文言其中一位长老蒙蒙给他试眼色 可柳如烟视若无睹 转头看向你 你想抢我的圣女宝座 先打过我再说 说罢他取出了白灵 一步踏前朝着你冲了过来 柳如烟已经来到了花神尽三重 自信同辈先有敌手 教训一个无名小子 自然是轻轻松松 可眼看要碰到你的身躯时 你只是随意一挥手 便将他拍飞了出去 而你也很快 在众多弟子敬佩的目光中 加冕华冠 成了新圣子 一禀圣剑 十枚先经 一借着修行物资 九霄圣主笑容灿烂 还有什么要求吗 见状你微微一笑 帮我给玄天宗递个文书 就说九霄圣子苏词 三日后迎娶玄天宗圣女落紫瑶 让他们赶紧把人送过来 不然是做开战 文言许多长老大惊失色 圣主不可 万万不可呀 玄天宗与明初圣帝交好 可我们九霄圣帝却越来越衰败 再也经不起折腾呀 上一任圣子尸骨未寒 这一任圣子又心思平起 这是天要往我九霄啊 九霄圣主微微迟疑 他的目光看向你 眼中带有顾虑传音道 老祖自从你闭关后 九霄无地 我们闭门锁山夹着尾巴不说 就连圣子跑出去 找着骆子摇表露一番爱意 都被人打得犹如野狗一般 奄奄一息地逃回圣帝 最终毕命于大殿 文言你冷笑传音 无碍 我倒要看看这东荒的人 究竟有几斤脊俩 这时柳如烟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死心吧 我们九霄圣帝绝对不会为了你 而去得罪玄天宗和明出圣帝的 他还欲在说 却听九霄圣主微言的声音传来 好事 我会派人撰写文书 哪怕打到冬域寂灭也在所不辞 文言柳如烟瞪大了眼眸 看了看你 又看了看圣主 只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你看了一眼他 你叫柳如烟是吗 那就由你带队去下这个文书吧 如若不尊 我为圣子 有权扫你出门 与此同时九霄圣帝下聘礼文书的消息 很快传开 得到消息的骆子瑶一脸茫然 师尊 这个九霄圣帝是什么情况 神秘女生孝道 死缠烂打 倒很像是她的风格 不过你不用理会 都是些嘈杂之音罢了 东荒的秘境就要开启了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夺了其中的机缘超脱此地 入住中周一步登天 文言骆子瑶握了握小拳头 她的母族就在中周 只是东荒将要出土的宝物实在太诱人 据说连仙人都垂涎三尺 她暂时没走而挤 不然的话 就东荒这些个圣子 连见她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这时院子外一位侍女恭敬贵道 骆仙子 明出圣帝临东圣子求见 怎么什么人都来 不见 骆子瑶直接回绝 侍女又道 临东圣子说 九霄圣帝太过凡人 她可以求她的三叔祖 陪你一起去一趟九霄圣帝退了这个婚礼 顺便好好敲打敲打九霄圣帝 骆子瑶轻笑 脸上带着不屑 如此能耐骂 那就让她那三叔祖自己去吧 若是能退得了婚 我便高看她一眼 另一边的九霄圣帝外 你站在山峰上 看着派出的求婚 仪仗对狼狈而反 而裹挟而至的是明出圣帝的战阵 战阵前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耀武扬威 见状你摸了摸下巴 直接变成了骆峰的模样 因为你觉得对于婚礼这样的大事 遵循父母的意愿 无疑是最为便捷的途径 反正洛峰欠你十万仙金 跑于外战场躲债去了 自己冒充一下他最省事 很快一仗对过了九霄山门 这九霄圣帝很久没来了呀 这次不仅要批斗一下你们圣主 还得要回点赔礼 否则我白跑一趟 他名叫魏清禾 圣人圆满至尽 算得上是明出圣帝不出事的强者 柳如烟跟在他后面一脸沮丧 魏清禾实在太强了 单打独斗的话 传闻他不是因为什么事情 跑去狱外战场不敢回来了吗 现在怎么会端坐于九霄圣帝的山门外 暗中许多跟着魏清禾到来的圣者们 也是目录错了 一尊帝现实 很多事情就变位了 邻间的魏清禾思考了一番 突然神色一阵 帝君 您也是来退婚的吗 但眼前的帝君依旧抚擎没有言语 魏清禾弯着腰冷汗直冒 突然一声精明 犹如平地乍起惊雷之声 在众人罚战半个时辰后 你挑断了手中的琴弦 一副肃杀的氛围让众人面色一白 魏清禾更是膝盖一软 直接跪倒 随后你轻声道 柳如烟 轻是可有成果 见状柳如烟直接泪流满面 落地君 此事和我无关了 是天将圣子 他叫苏慈 他很可恶 啪 你一抬手 柳如烟被抽飞了数丈 我问你答 如有隐瞒粉身碎骨 明白吗 明白了 柳如烟惊惊慌地说道 我还未走到玄天宗 就被明初圣地的魏清禾圣者拦住 打道回府了 你看向魏清禾 何意 魏清禾摸不住你的心思 只能硬着头皮打道 帝君 九霄圣地抢的可是您的女儿啊 我们来帮忙退婚 不就是在帮您吗 见状你冷笑一声 我的家是与你明初和干 都给我听好了 这门亲事是我一手安排的 回去告诉紫瑶 让他收拾收拾 三天后麻溜地嫁到九霄圣地 不然我跟他断绝妇女关系 至于你 赶拦我玄天宗的好事 死 此言一出 杀气如同实质从天穷灌下 魏清禾面容煞白喷出一口精血 施展尽数腾空就逃 但下一刻你屈指一弹 空间仿佛被一众锤压下 直接凹陷了一块 魏清禾的身影被弹了出来 紧紧一击便让在东御叱咤风云的巅峰 圣者直接陨落 此刻天地色便大到悲鸣 随后在那九天之中一道光掌击了过来 那正是明初圣地的地镜出手了 见状你跟了一掌 闻内间九天报名 天仿佛都要破了个大洞 在暗中观察的各大势力 圣人们纷纷变色 地战 冬遇数十年未有的地战 队长过后你腾空而起 我不管出手的人是谁 也不管你是什么势力 又或是有任何人看老子不爽 一切因果我玄天宗洛峰一人接下 有本事献身一战 见状远处的地镜不发一言 似乎在考虑为了一尊圣者 跟一个地镜不死不休到底值不值得 许久远处才传来大道轰鸣 洛峰 这个仇我们明出圣地记下了 山水有相逢 我们走着瞧 文言你不屑一笑 自己本身实力就比洛峰强多了 只不过原本受心魔影响 不好出手杀人罢了 现在系统护体 你便没有太多顾虑 有地出现你也一并涂之 随后你看向了柳如烟 照我说的去办 是 柳如烟猛猛磕了两个头 狼狈地朝着玄天宗方向奔去 得到消息的洛子瑶满脸古怪 师尊 我爹回来了 为什么他不来找我 反而去九霄圣地了 神秘女生也满是困惑 是有蹊跷 太蹊跷了 那怎么办 后天就要嫁了 真要嫁吗 此时的洛子瑶非常慌乱 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父亲不会无地放适 应该有所谋划 先把心思放宽 就算嫁过去又何妨 有为师在 你虽然打不过地井 但拿捏那个圣子 却是守到前来 为师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嫁 对啊 洛子瑶眼睛一亮 自己就算嫁过去 也是换了个地方修炼而已 而且他背后的靠山也很多 事情未免不能再周旋周旋 另一边的明出圣地 圣子灵东听闻自家三叔祖暴毙 气得吐血三圣 这该死的洛峰 真是妄为地界 还有这九霄圣地 哪里冒出来的一个圣子 真是活腻完了 来人 给我帝封战书 后日我要与九霄圣地 新任圣子来场生死战 老者悚然 圣子 这可是秦帝亲定的婚约 不太好吧 灵东失笑 有什么不好的 我能杀他一个圣子 就能杀两个 威严的平退左右是从 带得进到屋内之后 他突然一变脸 师祖 明座 小冉给您按按摩 成何体统 你轻斥 我现在的身份是圣子 演戏要演全套 你不明白吗 是是是 师祖教训的是 小苏 关于后日的生死战 你怎么看 闻言你淡然一笑 接了 踩死一只蚂蚁 冲冲洗 是是 那灵东自然不算什么 但我听说他已经被中中了 琳琅书院提前收入院中 还有了一个盛进巅峰的导师 琳琅书院 你一愣 这可是天旋大陆的庞然大物 也是你昔日的道统 族中递进无数 内部还有渠道沟通先见 只不过他屹立中周 往日与东荒井水不犯河水 没想到这次竟然有导师来收徒 你疑惑道 这灵东很天才吗 冬域第一把 高燃点头 随后摇了摇头 洛家那凤凰天女应当是第一 他算第二 只不过他年岁较大 明面上战力第一 无妨 他中周还能管道到咱们东域吗 一切照叫 半个时辰后 一道圣威笼罩了你的府邸 紧接着一位白衣女子走进府邸 女子手持长剑 穿着书院衣袍 你便是苏慈 文言你淡然一笑 彼人正是苏慈 我叫白衣 你与灵东的生死战 与我屠落子摇的婚约 可否取消 他们两人我要带回中周 明儿已经抱上去了 你摇头失笑 那是你的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敢忤逆琳琅 白衣眼神一迷 杀意刚刚流露 却呼绝天地一案 地危降临 把他压得犹如浮游般渺小 你的护道人竟是一尊地 什么地 我不知道啊 你眨了眨眼很是无辜 见状白衣深深吸了口气 你要占要去 那也行 这些都做完以后 如果你还活着 那便有你代替灵东前往书院 你要收我做徒弟 你感到有些荒谬 不当徒弟也行 我当你的引荐人 日后你发达了 功劳算我头上 你只要答应 琳琅书院便可以做你后盾 不会再找你麻烦 反而会全力支持你 成交 你点了点头 琳琅书院递进还是很多的 而且你与书院院长有救 不好撕破脸皮 至于以后去不去琳琅书院 以什么身份去 就不关白衣的事了 两日后九霄圣地遍地红装 规模硕大 一些势力圣者到来 纷纷目露震撼 这到底是圣子成婚 还是圣主成婚 要是苏圣子被斩了 九霄圣地可下不来台啊 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听闻那苏圣子不过化神境的实力 而灵冬圣子却已经是神通境了 很快各大势力的艾坤都已入座 你龙行虎步 穿的大红衣袍先一步走入场中 骆子瑶身穿婚服 从一旁缓缓行来 她的内心充满了不真实感 三天前她还在备战古线遗迹 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出嫁了 并且嫁的人自己根本不认识 甚至听都没听过 她走到了场中 神是透体而出 看到你的面容微微失神 不得不承认你的颜值矿补绝精 可谓是世界第一帅 这时神秘女生在骆子瑶心中想起 奇怪 好熟悉的感觉 远处你心中一颤 把打量着骆子瑶的目光移开了 骆子瑶在心中暗道 师尊 她好像认识我 不对 她应该是认识我 神秘女生满是疑惑 走近点看看 好 骆子瑶刚踏前一步 突然一道声音响彻在场中 苏慈 论到你是忘了吗 只见灵冬手持长剑 嚣张无比地走入大殿之中 子瑶 你受委屈了 我来带你走 有我在 没人能伤害你 此刻的灵冬自我感觉良好的爆炮 不过在骆子瑶眼中 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她总感觉灵冬的脑门上 写着一个死字 师尊 我完了 我刚才潜意识里居然想苏慈赢 难道我一见钟情了吗 神秘女生道 正常 比起苏慈这灵冬更加不堪 就算是两头山珠 咱们也会选择比较优秀的那一只 这时在主位上的高染说道 两位就在主殿对决吧 一旁 明出圣地的老者为子和也是微微笑道 战斗不会很久 就地解决吧 他没穿鹤衣 在他看来 灵冬可是神通镜 斩个化神镜的后背 举手之劳而已 这个婚礼 不过就是一场红色的葬礼罢了 苏慈 准备好灵死了吗 灵冬您笑 手中常见嗡名 你话有点太多了吧 苏慈副手 灵冬哼声 我也不以大欺小 你化神镜 那我就把修为压制到化神 与你一战 苏慈不治可否地点了点头 这个灵冬还是有些武德的 那我就把大帝修为压制到化神 与你一战 哼 场中战斗瞬间爆发 灵冬常见一划 犹如一轮弯月绽放在空中 只取苏慈头颅而去 明出圣地绝血 日月圣剑七世 出手便是杀招 必思月华之力 这灵冬天资不错 我们小瞧她了 神秘女生在骆子瑶脑海中响起 月华之力 她居然感悟到大道了 骆子瑶震撼 观战众人皆是目露金融 日生月华 这是天地之力 感悟其一 圣境可望 这是一枚不陨落 就必是圣境的天骄 难怪这灵冬 能被琳琅书院破格录取啊 怪不得她有压制修为一战的勇气 这么年轻就感悟天地之力 谁也能挡 同皆无敌 简直是降维打击啊 高座上 明出圣地位子和孝岛 高圣主 看来这场战斗的结果 显而易见了吧 高染笑而不语 下一刻 场中亦便突生 那灿如月华的剑光 突入苏慈周身 便如泥牛入河一般 消失不见 苏慈依旧站在原地 张嘴一刺 滚 声如震雷 音波如浪 灵冬到飞而去 鲜血洒满长空 高下立判 苏慈虽然没有动用九霄圣地的绝血 但随手一招 也是蕴含大道真理 绝不是灵冬能接得下的 若不是他把修为压制在化神经 整个大殿都得爆开 骆子瑶健壮 在心中暗道 师尊 看出底细来了吗 没有 神秘女生惊讶 灵冬竟没逼得他动用权力 这个苏慈 真不简单 那怎么办 我要嫁给他 不会打不过他吧 骆子瑶突然心交了起来 不会 一个小辈而已 有师尊在呢 神秘女生安慰道 嗯 骆子瑶稍稍松了口气 也对 自己后手太多了 苏慈哪怕是一尊圣人 都没办法对自己用墙 另一旁 灵冬满脸骇然地站了起来 他被苏慈喝吃了一下 就吐血三声 这在他有限的人生中 是绝无仅有的 太阶丢人 你也压制了修为 灵冬先生夺人 虽然他看不出 但只有这么喊 才能让自己释放修为 显得顺理成章 轰的一声 灵冬倒动 修为全数解禁 手中的长剑月花璀璨 灵源催动到极致 神通断山河 那一瞬间 虚幻山川大河浮现在苏慈身侧 紧紧绷住 仿佛连空间都要一起碎裂 给我死 灵冬怒发冲关 一箭劈来 苏慈依旧未动 带得灵冬临近 方才右手探出 他的右手如关玉般晶莹 后发先至 前一瞬还在身侧 下一瞬已经掐住了灵冬的脖梗 那气势冲天的剑势戛然而止 咔哒一声 苏慈右手微微用力 灵冬的脖梗便化作一堆碎骨 伸手分离 由急动到急静 前后的画面仿佛是分割了一般 砰 下一秒 苏慈弹指打飞了灵冬的头颅 扫了一眼全场 还有谁 不服的吗 全场寂静 便是圣者 都有些畏惧他的气焰 不敢与他对视 两久 一声痛呼传来 东儿 魏子和痛哭 恨欲狂 灵冬是明出圣地千年一遇的地境种子 他怎么都没想到 会被苏慈一招秒杀 而他 竟然没来得及阻拦 小小年纪 居然会空间神通 他怒容满面 站起身 逼问苏慈 身上的杀气涌动 苏慈最后一手 空间错位 这是动用了空间法则的表现 画神镜就拥有空间法则 那意味着苏慈出生 就自带天赐神通 这种天赋 整个天玄大陆万年都出不了一个 必须扼杀在摇篮中 苏慈无惧 直面魏子和 他感应到了杀气 你想杀我 同时 高染出现在了苏慈的身侧 淡淡道 魏长老 注意身份 这里是九霄圣地 魏子和如梦出息 收敛了杀意 坐回了椅子 重重哼了一声 便不再言语 婚礼 开始吧 苏慈笑了笑 身侧那躯体僵硬的 骆子瑶被推了上来 两人对拜了一番 喝了交杯酒 原本应该拜圣主的环节 被高染直接划去了 开玩笑 苏慈敢拜 谁敢接啊 随后 宴会开启 一众兵主敬欢 纷纷离场 骆子瑶被送入了婚房 苏慈来到了原本他的圣子居所 换了身装束 高染出现 错恶道 师祖 您不入洞房 这是要去哪里 刚才在婚宴上 那个魏子和是不是想杀我 苏慈笑道 是吧 高染点头 这明出圣地 真是胆子太大了 苏慈摇身一变 又变成了落风 高染惊悚 师祖 您帝心魔 放心 不碍事 我少杀几个 九霄圣地 东边百里 一座仙斧正在空中缓缓飞行 魏子和站在仙斧顶楼 眺望百川 他的仙斧站在他的身旁 问道 长老 灵冬圣子死了 咱们回去如何交代啊 魏子和神色阴狠 该死的九霄圣地 衰落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敢得罪我明出圣地 也罢 他们蹦跋不了多久 都育有 且只能有一个霸主 那就是我们明出 心腹怂然 心有欺欺 但九霄圣地不是有个号称无敌的大帝吗 魏子和赤笑 那九霄带地 乱杀圣贤 惹恼了天道 不知躲在哪里苟延残喘呢 这百余年都未有他的消息 下一瞬 当一声情音响起 仙府宛若被冻结在了空中 失去了行进的动力 硬生生的卡住了 魏子和脸色巨变 望向那云间 一位额头有着一缕白发的男子 抚琴端坐 秦帝 想起了自己的堂哥为亲和暴毙 魏子和浑身冰冷 暗暗捏碎了一个浮露后 方才走向前 恭敬一拜 明出圣地 魏子和拜见秦帝 化身为落风的苏慈转过头来 笑着道 魏子和 可知我为何拦你 子和不知 魏子和恭敬道 苏慈冷声道 刚才在婚宴上 你是不是想杀我的贤婿苏慈 魏子和汗水瞬间如雨下 我足圣子灵冬 与九霄圣子苏慈 乃是发铁论战 为小辈之间的正常比动 输了 自然是愿灵冬实力不尽 我明出圣地毫无怨言 只是当时在场上 不勿见到地镜种子死去 心境有所波动在所难免 但子和并无出手打压 还请秦帝明鉴 苏慈点了点头 你说得有道理 寄予厚望的小辈出现意外 有些怒火 这是人之常情 魏子和松了口气 但苏慈下一句 却是让他彻底面如死灰 但很可惜 我来找你 自然就不是来讲道理的 我都成大帝了 还跟你讲道理 秦帝 天道有序 圣贤不可乱杀 你要不那九霄大帝的后尘吗 魏子和心脏狂跳 瞳孔缩成肩状 施展尽术就要逃亡 他感觉到了一丝杀气 轰隆 整座仙斧化为流光 钻入了空间之中 远距离传送扶阵 这是一座仙斧类圣兵 一个圣镜 在我面前也想逃 苏慈嗤笑了一声 一拳轰出 轰隆隆 天地震战 凌原暴动 足有树里地的空间凝固 随后轰然炸开 形成了一片空间乱流 在乱流中 那仙斧颤巍微微地逃跑 犹如在海浪中的偏周 死 苏慈反手一掌拍下 在那仙斧上空 同样形成了一只手掌 猛然一压 啪 圣极仙斧直接被绞碎 里面的数百名名出圣地弟子 全树化为血沫 消失在天地间 哗啦啦 一尊圣镜陨落 天地毫哭 血雨落下 苏慈覆手 仙尘不染 咔哒 一道火红的闪电 冲着苏慈而来 天道惩罚 连杀两尊圣 冬遇的天地一直怒了 还想压我 苏慈冷笑 一动不动 便由红色闪电 灌入他的眉心 下一瞬间 雷电消失 苏慈不损分毫 早在系统绑定的那天 他就发现自己摆邪不清 万魔不入 天地一直都是攻击 神魂心魄 现在不可能伤他了 随后 苏慈覆手 静静地看着天边 搜 那里不知何时 已经站立着一位中年男子 男子脸形方正 一看就正义十足 此刻看着苏慈的眼中 满是痛心 落胸 成仙路即将开启 我早就让你别跟那苏九 消走得太紧 如今 终是步上他的后尘 生杀掠夺 随心所欲 似魔非魔 苏慈笑了笑 来人是他的死对头 明出圣地老祖严北 递境修为 算是明出圣地的二号人物 以前跟他抢过资源 秘境 若不是天地意志不允许 苏慈早就抹杀他了 严北 来 走近点说 苏慈朝着严北招了招手 严北对 落风 不设防 满脸痛心 一步踏来 苏慈问 你刚才说的成仙路 是 严北道 天地意志已降临 最近冬域 中州等地 有难以想象的机缘 多存在各路秘境之中 苏慈笑了笑 天道是不是在框你 天玄大陆十万年来 仙路断绝 就飞了个浮玉营 哪还有什么仙路 严北沉生 洛兄 我也不瞒你 这次是仙界主动联通的天玄大陆 有消息称 他们是想来抓人的 抓人 苏慈心中一动 天玄大陆跟仙界有接触的 也就只有他的前女友浮玉营 嗯 所以说这个成仙路 大概率是真的了 苏慈眼睛一亮 哪个修士没有成仙梦 他从踏上修仙路开始的那一天起 就梦想着自己威猎先般 八九不离十 严北低语 洛兄 冬域近些年的落魄 你也看到了 全败那苏九霄无视规则所赐 我给你交个底 中州那边已经承认 我明初圣地在冬域的威胁 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就发动总攻 覆灭九霄圣地 你也不必为九霄卖命 现在把女儿从九霄圣地带出来 还来得及 只要你投我明初 那杀两尊圣经一世 我们既往不救 还可以在天道面前 苏慈突然打断 等等 你上一句说什么 严北猛逼 你不必为九霄 再上一句 发动总攻 覆灭九霄 我可去你妈的 苏慈忽然探手 枪 的一声暴鸣 一道长达万丈的剑光匹炼 横贯天地 是 的一声 严北的头颅抛飞而起 苏慈踏前 一脚踩着严北的头颅 把他禁锢在空中 严北双目圆灯 这是什么 九霄剑法 你不是落北 你是苏九霄 知道的太迟了 苏慈足下用力 严北头颅轰然爆开 一尊帝 眨眼陨落 严北没想到 落风会突然对他出手 也没想到 落风 实力这么强 更没想到 落风会用剑 所以他死的不冤 轰隆隆 天地乍响 血色洪水倒灌 无数阴魔在空中浮现 一尊帝 还是被天地眷顾的帝君死去 天地义智瞬间发狂 但苏慈已经拿着 严北的储物法保六了 以他的实力 天地义智还不能拿他怎么样 但他也不能拿天地义智怎么样 还得提升实力 九霄圣地 昏房 一袭红袍的落子瑶 坐在院子中 小手紧紧地攥着 此刻 他的小脑袋瓜中满是疑惑 在心中道 师尊 苏慈跑哪去了 他不来洞房 干嘛要娶我 神秘女生沉默许久 道 不用理会他 洛峰让你嫁来九霄圣地 应该会有他的谋划 等他出牌便是 落子瑶愣了愣 可是那个苏慈要是对我用墙怎么办 一切由我 神秘女生宽慰道 好 我先跟他谈 谈不拢再打 打不过再让师尊来 落子瑶觉得自己有了万全之策 三重缓冲 这个房一定不动 半个时辰后 搜 苏慈的身影出现在了婚房外 他看了眼 待在院子里一脸紧张的落子瑶 什么话都没说 屈指谈开了婚房的大门 拿出了几个瓶瓶罐罐 开始挥洒 你在干嘛 落子瑶神色大变 那瓶里洒出来的 竟是些粉的 紫的雾气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增加些情趣 苏慈笑了笑 看向落子瑶 夫人请慢 落子瑶郊区发颤 实在没想到这九霄圣子 居然这么无赖 连谈判的机会都不给他 结婚洞房 天经地义 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 苏慈一本正经 对我有利就讲道理 对我不利就讲拳头 他一向这样 呼 落子瑶深深呼了口气 板着脸 清冷道 苏慈 你听好 我落子瑶是不会尾声 给一个弱者的 然后呢 苏慈有些好笑 我要揍你 落子瑶姿雅 我要跟你决动 对于落子瑶来说 年轻一辈 他的对手只有他自己 凤凰仙体 半生仙尊神魂 父亲还是尊大帝 母族来历就更大了 他无论是玄文 还是战力 背景 都远远超出 冬裕年轻一辈的想象 这也是他往日里 清高的一掌 圣地位清和 魏子和两圣镜兄弟 都没有配备慈等宝部 可见落子瑶的底蕴有多深厚 枪名千皇 你是同辈之中 第一个见到这柄枪的人 落子瑶交贺 随后一枪磁来 火焰冲天而起 化为龙卷 围堵了苏慈所有的退路 他有自信 莫说苏慈是个化神镜 便是神通镜的大高手 都要被他一枪磁的失去行动力 远处 苏慈摇头失笑 面对着慈来的长枪 他好似反应慢了半拍 右手慢吞吞地伸出 啪 一下打在枪尖上 枪尖天移 堪堪被他躲过 看上去对有狼狈 他震惊到 哇塞 你好强 但我也不弱 你就这么自信能赢 落子瑶提起长枪 乘胜追击 你连我这一枪都接不过 还是别说话了 行 你要是赢了我 我就走 苏慈寻寻善诱 你要是输了又该如何 输了 那任你处置就是了 落子瑶枪尖上引现天皇 凤鸣声响彻九霄 声势浩大无比 他的自信达到了顶点 好 苏慈点了点头 从储物界中取了剑 一剑劈去 当百丈剑王横灌长空 巨大的轰鸣声爆响 落子瑶到飞而去 脸上满是错愕与沮丧 他手中的千黄枪 平整地断成了两截 内里的火焰之力 被斩没了 这柄巅峰盛起 毁了 你手中的是地气 落子瑶倒在地上 颤抖地看着苏慈 嗯 苏慈点头 这不公平 落子瑶呜呜哭了起来 世界上没什么事是公平的 苏慈摇头 这丫头自己骂生气的时候 怎么不喊 公平 二字 随后 苏慈靠近了他 好了 你输了 进屋 我要开始处置了 落子瑶犹如条件反射一般 弹了起来 连连后退 脸上满是害怕 我哪里输了 我没有 同时 他在心中急迫道 师尊 快快快 换人 神秘女生有些好笑的声音响起 你放松 我来接管 下一瞬 落子瑶闭上眼睛 身躯中有神魂的力量在交织 苏慈敏锐地捕捉到了 暗想 这是浮玉营的残魂 怎么只有圣境左右的力量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心里想着 他手中的速度也不慢 微微一抬手 直接把浮玉营的残魂压得陷入了沉睡 圣境级别的残魂 自然是没办法与他抗衡的 醒醒 苏慈拍了拍好像睡着的落子瑶 落子瑶睁开了眼睛 眨巴了两下 又很快闭上 混蛋 怎么梦里还是这个脸 是恶梦 苏慈嘴角抽了抽 刮了下他的鼻子 落子瑶这才如遭雷击一般 一个大撤步 坐在了地上 生平第一次 他跟师尊失去了联络 此刻的他 像个无助的小孩 而面前还有苏慈这么个 恶魔 绝境 你刚才说输了人我处置 堂堂凤凰天女 不会言而无信吧 苏慈笑道 落子瑶毕竟还是少女 脸皮不像苏慈那么厚 被激了一下 顿时道 认你处置就认你处置 但我还没输 休 一道残影闪过 苏慈被捆成了的粽子 你喜欢玩这个 苏慈愣了愣 骆子瑶跳了起来 看着苏慈被裹得严严实实 连地剑都掉在了地上 兴奋连连 法宝捆线索 圣镜以下绝对震不开 你完了 以后 这个家要听我的 你不可以睡房里 不可以限制我的自由 明白了吗 苏慈摇了摇头 落子瑶有些生气 你说了怎么还摇头呢 苏慈笑了笑 手指轻轻一勾 嗡嗡 地剑宛若被注入灵魂 在骆子瑶惊恐的目光中 立了起来 随后自发乐器 一下斩断了捆先生 定在了骆子瑶的眉心 骆子瑶 不细戏 现在可以进屋了吗 苏慈平静道 凤凰天女 应该言而有信 我相信你的人品 骆子瑶面色俱变 一会轻一会白 最终他咬了咬牙 我当然言而有信 但你要想清楚 我娘是摇池圣帝的圣主 你确定还要我进屋 中周摇池圣帝 苏慈看了他一眼 很熟 有救 进去吧 骆子瑶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慈 你是不是不认识摇池圣帝 那可是中周前五的势力 大地如云 天道垂青 苏慈拍了一下他的臀部 感受着惊人的触感 快点 春宵一刻值千斤 骆子瑶面色战红 半傻 他才扭捏得起身 走入了屋中 曼妙的身材凸显无疑 苏慈把断了的绳子拿起 紧随其后 一进屋内 骆子瑶还未转过身 就已被苏慈擒于床头 随即见规见竅 骆子瑶猛然争大了美眸 苏慈熟练得太过分了 一夜在天摇地洞中度过 一日 苏慈在系统的提示音中醒了过来 恭喜宿主 任务完成 奖励混沌神策 五经七书 奖励体系开启 成婚第一天 奖励苍生战体 轰隆隆 却一日 天旋大陆诸地接近 把目光投向了蛮荒冬镜 在那里 一位虚幻的人影 欲与天比高 沉浮间 众生皆聚 苏慈从床上醒来 感受着体内如雷龙滚滚 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的实力有了之一般的蜕变 若是说之前 他还只是在冬域无敌 那么此刻 他纵是进入一些龙族谷地 亦或是藏仙之所 都不会有任何畏惧 强大 太强大了 就在他跃跃欲试 准备把天道意志叫下来 一顿爆锤的时候 师尊 骆子瑶有些惊喜的声音响起 你醒了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联系不上你 闻言 神秘女生有些咬牙切齿道 我有一些猜测 但现在实力还不够 无法证实 昨晚 后半段时 竟有一股力量不停撕扯着她 想让她接管骆子瑶的身躯 做那种事 可把她气得够强 那怎么办 实力 实力 骆子瑶不停念叨着 先离开这 骨线一击应该要开了 到时候我恢复了力量 再上这九霄圣地 好好盘问盘问 神秘女生 鼻子 发音 显然气得不轻 好 这时 苏慈走了进来 坐在了桌子旁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平静道 哭什么 昨晚可是你自己说任我处置的 可不能反悔 骆子瑶轻声抽气 我没有反悔 只是委屈 明明我都不认识你 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情 苏慈善善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吗 骆子瑶不语 珍珠嘎嘎落下 苏慈头都大了 这么哭也不是办法 面板中又给她发了个任务 拿下福玉莹 只是拿下了骆子瑶 就奖励了本混沌神策 这要是拿下福玉莹 苏慈都不敢想会有什么奖励 能把她也拉成仙尊敬 可最关键的是 福玉莹不好拿下呀 她现在连个肉体都没有 难道自己要先给她重组肉身 而且 以福玉莹的性格 除非自己实力 天赋都远远超过她 不然想让她就范 肯定没那么容易 最关键的是 现在还不能让福玉莹知道她是苏慈 不然她一个2000岁的老头 抢娶17岁少女 形象完全败坏了 不行吗 这时 看见苏慈脸上的表情 骆子瑶哭得更惨了 有撒泼打滚的迹象 就跟小女孩一样 行 苏慈无奈 但婚不能离 好 骆子瑶哗啦一下起身 挂着泪水 萌萌往外跑 苏慈 事业 东荒一秘底 名为藏龙峡谷 爆发起无端灵气潮汐 犹如龙卷一般席卷荒地 高染调查了一番 来到了苏慈住所 高染开门见山 师祖 毕相已查明 东荒百年一遇的古仙遗迹 提前开启了 古仙遗迹 苏慈一愣 就是那个只允许30岁以下 天骄进入的遗迹 不错 高染道 此等密藏 关乎于仙 提前开启 机缘甚大 且此次参与的 不止我们冬遇 就连中周那边的瑶池圣帝 古圣族 琳郎书院等 都有天骄前来 最重要的是 师祖母似乎也去了 我们要不要派点人去保护一下 师祖母 骆子摇 苏慈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直接起身 我去一趟 他去主要是办两件事 第一件 防止福玉营拿到太大的机缘 到时候又飞到仙界去 自己任务咋完成 第二件 当然也是看看这所谓 关乎于仙的机缘 到底有多大 让福玉营一个仙尊 早上都迫不及待地离开 您去 高染听得猛逼 您两千多岁 苏慈笑道 没事 他不让我进 我就凿门 叫天道下来给我开路 高染 藏龙峡谷 坐落于冬域中央 九霄圣地 明出圣地正好位于他的两侧 作为冬域最令人恐惧的密地之一 此处往常多是人际罕至 只有妖魔环伺 但等到苏慈到来时 景象却是完全不一般 到处都爆发着灵气波纹 大道轰鸣 无论是散修 还是家族子弟 都各自为营 爆发补妖之战 苏慈神识放出 无数修士对话传入了他的耳中 你听说了吗 已经有仙丹出世了 有人吃了 化神直飞法香啊 机缘太大了 一步登天 千年逍遥 快抢 我朋友找到了一罐鲜水 直接原地成圣 这是那天改命的好机会啊 哼 就在这时 圣境气息爆发 云层荡开 一道龙舟破空而至 在船头站着一位老者 虎视狼顾 沉生大鹤 帝族邻家在此办事 无关人等 十分钟内 退出五十里 否则当场抹杀 帝族 族中有三位大帝在世 才能称作帝族 此言一出 恐慌瞬间蔓延 无论是散修 还是东玉大家族 皆是夺落而逃 这种家族 视人命如草芥 走得慢了 真的是不要命了 很快 所有人都退出了五十里地 场中只剩苏慈无动于衷 平静地看着那龙舟 一个盛境中期 就想让他后退 活腻外了 老者的目光也看向了苏慈 他的目光中不带任何感情 仿佛是在看一个死人 老者在等 等十分钟时间一到 就立刻抹杀苏慈 扬地族的威名 一道道目光 随着老者的视线 注视在苏慈身上 许多修士吃笑 这小子找死不成 地族的话都敢不听 看他那生命栖息不过十七岁 也许连地族是什么都不知道 由此表现也正常 可怜呢 又一个目光短浅的修士 克死他乡 底层之人 最看不起底层之人 在他们看来 地族凌家 他们渴望不可及 被欺负了也只能忍着 但狼被逃穿落下的面子 从这个呆头呆脑的少年 修士身上找回来 再合适不过 但突然 嗡的一声剑鸣爆响 苏慈腰间佩剑 九霄地剑 自发而动 他跟着苏慈久了 深知大地不可辱 也养成了暴脾气 哪怕是苏慈懒得 跟这群蝼蚁一般见识 他都忍不了 花 剑光越过百里 眨眼间剑出万千 镜千头颅抛飞而起 血液洒满了整个大地 轰隆 天地间电闪雷鸣 天道意志暴动 但这次他没有下场 不知是忌惮苏慈的修为 还是低阶修士 没有引起他太多的关注 枪 见规见翘 苏慈面无表情 他杀起圣人 大地都毫不手软 哪里会在乎这些修士的死活 龙舟前 走出一青年 啪啪拍掌 好胆破 少侠是从何方 来自何地 和我地族凌家 和我凌昆 有何仇怨 他的目光微寒 在凌家宣布清场后 还有人敢动手杀人 这是在打他凌家的脸 苏慈瞥了他一眼 懒得搭理 凌昆微怒 眼神示意他的护道人 也就是一开始 那位圣镜老者出手 老者微微点头 附在身后的右手 暗光闪烁 就要动手 但就在这时 一朵仙怜破开迷雾 降临在这片区域 地气 苏慈微微一愣 转头看向那朵仙怜 摇持圣地的出行法器 一般是圣子 圣女那一级的爵士天骄出行 才会允许配备 价值极高 能硬抗递进攻阀而顿走 而这时 仙怜缓缓打开 内里是一座仙妇 仙妇门前 一位美人端坐 她身姿高挑 肤若宁之 眼若秋水 气质高贵 身着一袭金色长裙 高贵非凡 一看来头就极大 但她还不足以让苏慈驻足足 在她的身后 还有一位绝色容颜的少女 女子长发如墨 眉如远山 目似星辰 身着一袭月白色长裙 群摆随风飘扬 如同月光下的仙子 令人心生敬畏 骆子瑶 苏慈没想到 两人之间竟然这么有缘分 一来就碰到了 这时 骆子瑶轻轻瞥了一眼龙舟上的青年 转头对着苏慈道 九霄圣地没给你带户到人 也没有给你配备出行法器吗 九霄圣地 观战众人顿时恍然 一切原本眼中还有着怒火 想为亲朋报仇的修士 一下犹如被冰水淋透了身子 怒火全无 在冬域生活的他们 自然是知道九霄圣地的霸道 在未没落前 此圣地出行 没把你们全足以为屏蔽 都算是做好事了 要不是九霄大帝 战力实在太过强横 恐怕这圣地早就不存在了 那凌昆眼中的杀意 也很好地掩盖了下去 笑着道 原来是圣地道友 那不如一起闯着藏龙侠补 苏慈里都没理他 静止走上了仙怜 坐在了骆子瑶身旁 骆子瑶身后一个妇人 给他使了个眼色 他顿时有些恶人 你真没配护道人啊 九霄圣地对你真坏 苏慈摇头失笑 我不用那东西 他自己都是一尊帝 还有什么圣经护道人 在这东荒 谁又敢说能正面圣他 恐怕无人敢言 这时 身旁的精英女子戳了戳骆子瑶 骆子瑶如梦初醒 你看我 都忘记介绍了 这是瑶池圣地的圣女 秦玉墨 秦玉墨探手 幸会啊 苏慈跟他握了个手 苏慈 子瑶的夫君 秦玉墨龙在当场 你就是那个九霄圣子啊 难怪子瑶一直催我过来见你 原来是担心你 一旁的骆子瑶面色战红 他根本就不想来 是他师尊一直催 但师尊的存在是个秘密 他自然就无法解释了 而这时 那凌昆走了进来 自顾自地坐在一旁 九霄圣子 迎娶玄天宗圣女一世 闹得可不小 中州知道的人也很多呀 苏慈皱眉 怎么哪都有这小子 见苏慈不搭话 凌昆自顾自地说道 子瑶圣女 可是瑶池圣地圣主的亲生女儿 双帝之女 突然在冬狱过门 可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爽 其中 就包括琳琅书院的首席陈兰公子 还有我凌家弟子林庆 听到这 苏慈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想说什么 林坤嘴角一歪 伸手搭向苏慈肩膀 我呢 就是想劝告苏慈子 低调做人 否则的话 人一死 老婆家人可就全是别人的了 就在他话音一落时 见身嗡名 光寒九州 枪的一声 林坤的右手旗间断去 他本人更是目自欲裂 似乎没想到苏慈会如此不讲规矩 一言不合就动手 你敢行凶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地族 修 话未说完 剑光已经划过了他的脖梗 头颅抛飞而起 血液凝固在空气中 被苏慈挥手一扬 洒出了鲜帘 喷在龙舟上 林坤 云 这 秦玉莫美眸圆凳 这东欲难怪称之为东荒 这也太危险了 这里的人也太不讲规矩了 聊两句就把人斩了 这以后还怎么交友啊 他连连后退 有些惧怕 这么近的距离 他还真躲不过苏慈这突兀一见 骆子瑶福额 看向苏慈 却听苏慈无辜说道 其实我还蛮想听他在聊两句的 只是我这件脾气有点不好 听不得狗肺 骆子瑶深吸了口气 没关系 林坤在林家不过是树出 不是嫡子 我帮你摆平后续 但你能不能别这样乱杀人 天道也是有序的 你看九霄大帝 就被中周天道进入疆域了 你这真得改改 苏慈有些意外地看了骆子瑶一眼 这女人能处啊 早上被自己嘎嘎欺负 现在居然还帮他擦屁股 而这时 龙周那边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嚎叫 洞儿 原先出现的林家老者哀嚎 作为一个护道人 没保护好族中骄子 这是失职 林坤还是他的孙子 更是让他悲愤无比 他浑身散发甚微 隔空怒目而是苏慈 苏慈身前地剑翁名 跃跃欲试 骆子瑶抿了名嘴 收回地剑吧 你修为尚浅 还对付不了圣人 听得此言 九霄地剑名叫得更大声了 远处那人 不过是一个普通圣经 根基也很一般 修行到圣经中期就到头了 这样一个人 他不要苏慈掌控 仅凭借自己的潜意识都能斩 可圣人毕竟受天道庇护 没苏慈的点头 他却不敢擅作主张 梦尼 骆子瑶看向身后的一位美妇 是 小姐 美妇躬身 一步踏出 已然到了龙舟前 两人不知聊了什么 美妇一掌把老者扇了个倒飞 老者方才不情不愿地退走 骆子瑶笑道 走吧 苏慈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你会让手下人帮我 我还以为你很恨我呢 事情都发生了 再恨也于事无补 骆子瑶倒是看得开 脸上充满着温和的微笑 随后 他忽然凑近了一些 浮在苏慈耳畔 声音变得轻易了许多 你说是吗 九霄大帝 苏九霄 轰隆 场景突幻 周边变成了一片云雾海洋 在云雾中央 还有着一座月宫 月宫前 一位清冷角色女子身穿白裙 头戴仙冠 踏天而来 九玄仙遵服玉莹 卧槽 苏慈头皮发马 无法直视 早上还是被他玩弄于股掌间的服玉莹 中午是跑去磕什么药啊 强成这样 此刻 他的神魂之力 隐隐超出大帝这个境界 连大道都承载不住他的将领 你是 幸好 苏慈是尊帝 心态还是很过关的 装不认识 福玉莹面无表情 确实第一次见 苏慈善善 还看不透你吗 福玉莹盯盯着苏慈 眉头越粗越深 他无论怎么看 苏慈都是一位十七岁的少年 难道他的推断错了 九霄帝剑在你手中 你就一定是苏九霄 突然 福玉莹骄鹤 炸我 苏慈顿是心安 福玉莹往常还是很温柔的 避反常态 定是心里没底 自己对他可太了解了 想明白后 苏慈道 老祖闭关百载 九霄圣帝没有多余圣人了 圣主给我这柄剑做护身法器 原来他叫九霄帝剑吗 好侧陋的名字 九霄帝剑 九霄圣帝没圣人了 福玉莹一愣 随后冷笑 也是 那个薄情 狡猾 虚伪 谎话连天地男人 也培养不出什么好徒子徒孙 苏慈 苏慈汗言道 你认识我家老祖 要不要我给他带话 带话 不必了 等我实力恢复 形体重塑 自然会上九霄圣帝找 福玉莹冷笑 还欲再说 忽然一阵晕眩袭上心头 顿时 仙境崩塌 苏慈回到了仙怜之中 眼前还是骆子瑶与秦玉莫 卧槽 他连呼卧槽 伸手把九霄地剑 好好地归在了剑桥中 以后要低调点了 当初欠的情债 没想到在福玉莹心中 有着这么深的烙印 以这个女人的恢复速度来看 自己还是要小心行事 把身份藏好点 不然 万一哪天福玉莹突然成仙 自己必定吃不了兜着走 另一旁 骆子瑶在心中疯狂沟通 怎么样 师尊 有结果了吗 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福玉莹虚弱道 没炸出来 陪了夫人又折兵 白下了一株千年地生 骆子瑶呆呆的 同时又莫名地松了口气 那他不是九霄大帝前辈 大概不是 他应该也没那么不要脸 娶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吧 说完 福玉莹没了声音 只留骆子瑶拖着塞 紧紧地看着苏慈 就这样看了一路 到了 别看你老公了 秦玉莫拍了拍骆子瑶 把后者从困惑状态中惊醒 骆子瑶闹了个大红脸 当先一步跑了出去 苏慈也跟了出去 环顾四周 龙船 仙舟 玉莲 穷楼 紫府 慢慢多的大势力 乘坐着仙府类盛起 在周遭探索着 慎微充斥着整片天地 苏慈微微一乐 藏龙峡谷 古仙一记 他之前也来过 但绝没有如此热闹 随后 他看向远处 顿时一惊 在核心区域 隐隐约约飘荡着白色的气体 一些灵草灵木发狂生长 竟有了圣植的品质 仙缘 天旋大陆唯有中周区域 才会有一丝丝仙缘 难以捕捉 没想到这次在东荒出土了 这么一片仙缘 这说明 其背后的机缘 可能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纵是苏慈这种滋身大敌 此刻心中也有些许好奇 关乎于仙 没有小事 这时 一名身穿玄衣的男子 从天际走来 脸上带着疲逆一切的笑容 秦玉默眼睛一亮 欧阳圣子 你来得好早 男子微微一笑 秦圣女来得也不算晚 随后他绕过秦玉默 见到了骆紫瑶 眼中带着惊艳 我名欧阳轩 这位姑娘是 骆紫瑶俏皮的眨了眨眼 表哥 不认识我了 表哥 欧阳轩脑袋一晃 玄机恍然道 你就是紫瑶吧 几年没见 出落得如此美丽 倒是表哥眼拙了 他摇头笑了笑 随后略带诧异地看向苏慈 这个男人 见到他之后 连正眼都没看过他 如此高傲之人 简直闻所未闻 哪怕是中周 他都没见过 秦玉默见状 介绍道 这位是紫瑶的夫君 九霄圣地的圣子苏慈 夫君 欧阳轩一惊 你就是那个苏慈 苏慈微微点头 已是礼仪 欧阳轩重新打量起了苏慈 发现他只有化神修为 毫无名气 血脉看似也稀松平常 微微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话 他只到骆紫瑶 看上了苏慈俊美的外表 但在这个世界 只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外表 什么都不是 而就在这时 场中忽然震动了起来 在最中央区域 缓缓升起了一个石碑 仙缘如同潮水一般溢出 古仙一记 问世了 一刹内奸 场中的各类滑光璀璨的仙府现实 在仙府前 或是一身华服的神俊青年 或是气质圣家 雍容华贵的少女 或是挺拔魁梧的壮汉 各势力的杰出天才现身 那是琳琅树苑的天骄 文学 传闻他年约二世 却已经有了神通高中的实力 背后的来历更是深不可测 帝族灵家 帝子灵庆 他也来了 姚池圣地 秦玉墨 凤凰天女 骆子窑 我的天 那是古圣族的公子哥 欧阳轩骂 场中瞬间暴动 这些天骄 往常只是存在传说中 忽然全部现身 对于东荒一些宗门来说 简直就是朝圣般的场景 欧阳轩享受着万丈光芒 转头看着骆子窑 子窑 看看中周的杰出青年 你有什么感想 他眼神有意无意地 看着一旁面无表情的苏词 意思很明显 敢想吗 骆子窑歪了歪头 土鸡娃狗 欧阳轩一个亮洽 我是说对比你夫君 他们如何 他的语气颇有些恨铁不成钢 骆子窑满脸认真 不堪入目 哭吃 秦玉墨在一旁笑了出来 欧阳公子 你就别在旁边指点了 情人眼里出西施 苏慈在子窑眼里 那肯定是天下第一好男人 骆子窑闻言一呆 他不过是说实话罢了 苏慈拜他也只是出了一件而已 说这些人不堪入目 完全没问题吧 与此同时 远处红风滚滚 一位身着黑袍的少女 站在了场中石碑前 她的脖子上 还画着一朵血色玫瑰 看清玫瑰的轮廓后 众人面色一变 不只是那些圣子 就连苏慈眉头都是微皱 鞋垫 天旋大陆最神秘的存在 每一次出事都引起腥风血雨 他在那里看什么 骆子窑变足 有些疑惑 神秘声音响起 这是古仙遗迹的入门石碑 闯过他才有资格进入遗迹中 旗上记载着 历任过关者的成绩 用识越短 成绩越靠前 骆子窑了然 随后只见黑袍女子浑身一抖 石碑上飞出一块石之令牌 以及一些白色仙缘 供他洗嘴法骨 仙缘绕着女子转了一圈后 飞了回去 在石碑上面刻下了几个金色小字 第十七 鞋垫 顾书平 五十秒 全场暴动 好厉害 秦玉莫惊叹道 骆子窑问道 有多厉害 特别特别厉害 秦玉莫想了一下 道 在你们东荒 号称无敌的九霄大帝 当年花了接近一分半的时间 似乎排在一百多名 要仔细寻找 才能找到她的名字 苏慈 她的眉头直跳 自己在旁边看着而已 这也能被诋毁到 其实也没办法 当初她刚穿越过来 一枚背景 二枚体质 三枚实力 全靠自己打拼 纯纯的凡人修仙 有一百多名 已经算是超级励志了 那是好厉害 那排名的第一又是谁 骆子瑶羡慕地看了一眼 黑衣女孩 然后带着几人飞进了血 方才看清了石碑上的小字 上面赫然写着 琳琅书月 福玉莹 十五秒 师尊 是你爷 骆子瑶在心中惊喜连连 是我 神秘声音响起 有些小得意 不是为师吹嘘 这个记录无人可破 就那苏九霄 当年要不是我给了她 一些天才地宝 她连排一百多名的资格都没有了 随后 她有些怒意 屎乱中气 生活紊乱 渣男 骆子瑶吐了吐舌头 不敢接师尊的话 把手按在了石碑上 轰的一声 仙缘暴动 骆子瑶端坐在半空 如仙凌晨 每一个毛孔中都散发着如海的仙缘 石碑更新 骆子瑶 三十秒 历史第九 全场哗然 不愧是凤凰天女 历史第九 这天赋 当真恐怖 横压当世啊 只要不陨落 必定成帝 这是一尊未来的女帝 太强了 与这等天才身处同一时代 是我等不幸啊 很快 一个个圣地添交 在众人的赞叹中 上前测试 石碑上成绩不断刷新 除了欧阳轩 文雪 林庆 秦玉默等人 其他修士 连留名的资格都没有 这时 秦玉默看向苏慈 疑惑到 苏圣子 你怎么不去测试 话音一落 不少人的眼光 都是射到了苏慈身上 东荒许多人知道 他是这一届的九霄圣子 更是杀了明出圣地的灵冬 早就对他有所期待 苏慈眉头微皱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他二千多岁 石碑还认不认 换句话说 系统能不能骗得了 这个古仙遗迹 怎么 苏圣子连考验都不敢 来古仙遗迹观光的不成 欧阳轩在一旁笑着打去 骆子瑶的眼光也是飘了过来 目光流露着疑惑 苏慈 有难处吗 没有 苏慈干脆硬倒 一步上前 手指按在了石碑上 嗡 他的神魂来到了一片虚无空间中 空间里有着一位白色狼王 狼王见到苏慈 眼中有些惊异不定 十七岁的地镜 天旋大陆怎么可能有这种人物 定是弄虚作假 本尊要磨灭你 话落 狼王的实力节节攀升 不多时便来到了地镜 与苏慈平起 苏慈无奈 看来脱胎换骨术 只能让他摆头换面 却不能隐藏他那薄发的地镜修为 吼 狼王前扑 深圳四眼 空间隐隐都要塌陷 这是入门测验的石碑 往常只用来测试神通 法相近的修饰 这还是第一次承载地镜的对战 搜 狼王速度极快 但此刻在苏慈的眼中 却宛若慢动作一般 苏慈微微一闭 没动用任何战法 一拳凿在了狼王的头颅之上 砰 狼王头颅爆开 无头身躯被打退千里 苏慈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拳头 刚才他只用了三成力啊 他对自己的实力似乎没了一个理解 系统送的五经七书 着重练了形 生 文 喂 触 力 速七象 在叠加苍生战体的肉体增幅 让他有了近乎于无敌的战力 同镜的狼王 根本不是他的义和之敌 吼 就在这时 狼王的形态再次凝聚 眼中有着金句 虽然在这空间中 他是不死的 但一拳被苏慈爆头 还是让他感觉到害怕极了 我过关了吗 苏慈看向狼王 却见狼腰摇了摇头 你破坏了规则 过不了关 枪 九霄地剑出现在苏慈手中 琥珀色灵源出现在了剑身之内 既然过不了关 那我就撕碎这个游戏 苏慈咧嘴 狼王悚然 连退三步 死啦 一生 剑光滑破万丈 空间爆碎 狼王直接怒目圆瞪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一剑斩成了例子 虽然苏慈的境界还在逼近 但经过五经七书的增幅 肉体已经隐隐超出了这个境界 石碑空间 已然承载不住他的威能 随后 空间崩塌 苏慈意识回归现实 怎么样 骆子瑶看着苏慈 有些奇怪 石碑里 并没有浮现仙缘来为苏慈脆体啊 难道失败了 欧阳轩脸上流露出笑意 刚想摇头假意安慰几句时 石碑上的金色小字突然爆闪 许多名字都成了无序的乱码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呆得片刻 石碑清晰 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惊恶 在那石碑上 第一行 赫然显示着 第一名 九霄圣地 苏慈 五秒 怎么可能 欧阳轩爆赫 五秒 那不是秒杀了狼妖 狼妖有多强 大家心里都清楚 那是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弱的 刚见面就秒杀 这不是斗大火的吗 琳琅书院的文学靠了过来 眨着眼眸 不可思议地问着苏慈 石碑坏了吗 鞋垫的少女也是微微侧目 眼带错愕 苏慈点了点头 无辜道 大概是坏了 话音一落 石碑 咔哒 一下裂开了一个大缝 众人实话 一些互道人躲在暗处 也是瞪圆了双眼 他们活了一辈子 也没见过古仙遗迹开裂 太离谱了 师尊 他是超过了你吗 骆子瑶在心中嘀咕 不 不知道 浮玉营心中震撼 他内心的高傲 他内心的轻高 都是支撑在无敌的信念之上 而无敌的信念 来自于一场场第一 苏慈有败过 他没有 无论做什么 不管比什么 他都是第一 无可争议的第一 但现在苏慈破了他的第一 让他有些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了 而这时 欧阳萱大贺 怎么会坏了 好好的古仙遗迹 怎么会坏了吗 苏慈 你破坏了这个遗迹 毁了东荒的根基 是罪人 闭嘴 苏慈默然侧头 再狗叫一举 斩你 欧阳萱惊惊惧 他感受到了透体的良意 仿佛死亡就在下一瞬间 骆子瑶上前一步 轻声道 坏了便是坏了 和苏慈无关 随后他拉着苏慈走向一旁 欠一道 苏慈 你别生气 他是补圣族的人 背后的关系 犹如猪网一般错综复杂 你要在这里杀了他 恐怕得九霄圣主出面 才能护住你 生气 苏慈有些好笑 我是他如蚂蚁 这次给你个面子 再有下次 没人保得住他 说完 石被整个崩裂 一扇巨门出现在了空间中 古仙遗迹 提前开启了 苏慈领先 一步踏入 骆子瑶带着些懵懂 紧紧跟上 随后 一众人鱼挂入 古仙遗迹内部 是十万大山 苏慈一进来 就发觉与他第一次来 是大不相同 仙缘太浓郁了 秦玉墨就跟在 骆子瑶身后进来 低头摘了几株草药 满脸都是惊喜 这都是圣植 一片片的 这里面是仙境不成 骆子瑶意识 低头摘了几个草药 喜悦充斥着脸庞 圣植正适合 他们这个阶段修炼 这可是难得的宝药 放在外界 圣帝都没多少的 要省着用 随着几人深入 凌职越来越多 一些中周势力的圣子 都眼红了 忽然 为首的苏慈停顿了一下 他感觉到了一种 熟悉的气息 天才地宝旁一般 都有妖兽 能让他感到熟悉 至少也得是尊妖帝 身后 骆子瑶也停下了身影 显然 浮玉莹也在给他预警了 表妹 苏慈兄弟 这时 身后传来了欧阳轩的声音 苏慈转头 就见欧阳轩 在一众中周势力的簇拥下 迎了过来 有事 苏慈似笑非笑 骆子瑶也是满脸疑惑 刚才在外面 是我这个做表哥的不是 误以为一记毁坏 毕时失言 欧阳轩姿态谦卑 从怀中拿出一瓶丹药 倒出两个晶莹的药丸 这是蓬莱圣丹 一记内危险重重 此弹能保灵源充沛不息 战力提升三成 就当表哥给你们赔罪了 都是一家人 希望我们能化干各位玉博 骆子瑶接过丹药 笑道 表哥 你不用这么客气的 苏慈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说着 他扯了扯苏慈的袖子 苏慈耸了耸肩 接过了丹药 闭口塞进了嘴里 当堂丸一般吃了下去 他一点都无所谓 身具苍生战体 以及五经七书 一般的毒对他根本毫无效果 骆子瑶一笑 也跟着吃了下去 秦玉默在一旁看着 欲言又止 而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 阵阵惊呼声 可是 欧阳轩温文尔雅地 朝着远处走去 穿过了一片竹林 忽然呆滞在了原地 这 苏慈跟着看去 只见面前是一片大峡谷 峡谷内 万千圣之争先斗咽 仙缘近乎凝固成液体 飘荡在空间中 而在那最中央处 还有着一株向天而生 通体雪白的仙连 万花拥促 药王之王 秦玉默颤声道 不死仙药 这是不死仙药 长生莲 众圣子 圣女闻言 浑身发颤 兴奋的发抖 不死仙药 万年难遇 放在外面 足以引起圣地大战 帝君都得为他陨落 没想到会让他们碰上 可以想象 哪个小辈要是能采摘到 不死仙药带回圣地 日后会是如何受宠 所有人的眼都红了 便是斜垫的少女顾书平 此刻眼中也隐隐有着贪婪 场中唯一还保持着理智的 唯有骆子瑶 有浮玉莹在旁边 扁敌两具不死仙药 他还没那么上头 此刻扯了扯苏慈的袖子道 苏慈 别冲动 长生莲就一株 势力圣子这么多 双拳难敌四手 见机行事 哼 骆子瑶话刚说完 突然一声爆响 尘埃变天 有天交动了 尘埃变天 有天交动了 尘埃变天 场中 一道蓝衣身影 瞬间跃之半空 直直朝着长生莲奔袭而去 他的眼中有着狂热 是明出圣地的新圣子 古世衡 听闻他以前被灵冬压制 刚成了圣子 急欲表现 不好 快拦下他 一群人惊呼 随后 场中又一道身影高高跃起 直奔长生莲而去 却是那琳琅书院的文学 该女子美眸中满是坚毅 冲向长生莲的同时 还一剑挥向古世衡 企图阻碍他的步伐 滚 古世衡开启秘法 燃烧精血 浑身成了血人 拿病拼 抢夺 一上来就是白热化 而就在两人接近长生莲 马上就要触碰到根莲时 一声龙吟暴鸣 响彻在了秘境之中 随后 一束紫黑色亮光 从遥远天际贯串来 吃吃 没有了底牌的古世衡 瞬间被融化 文学千军一发之际 丢出了一个替死法令 堪堪逃得一劫 下一瞬 一股至强的威压 从天际压迫而下 腰地威压 砰 砰 砰 修士纷纷跪倒在地 嘴角甚险 场中 除了苏慈与鞋垫的顾书平 不受影响 便是落子摇 都是弯着腰 难以直立 这是境界上的碾压 跟天赋 背景 加是 毫无关系 此地 是我雷龙敖营的地盘 敖营咆哮 紧紧看着苏慈与顾书平 人族小辈 我不管你们后面是谁 什么来头 都不能抢我的宝贝 一株不死仙药 雷龙守护 众人对视一眼 深深的无力 找别的机缘吧 欧阳轩叹了口气 藏龙峡谷 限制人族 妖族寿援 唯独不限制龙族 这里是龙族的老巢 一只雷龙横跟于前 便是天欠 其余人点了点头 有些渴望的 看了一眼长生莲 掉头就要离开时 一声清冷的声音 响起 熬前辈 长生莲 我们鞋店要了 你们龙族开个架吧 众人一愣 转头看向说话之人 赫然是鞋店的少女顾书平 只见她仰头直视熬阴 老龙好欺负 说到一半 敖银突然眼珠一瞪 顾书平手中的腰牌 在她脸上一闪而过 现在 能谈吗 这 敖银满是犹豫 长生莲 她是万万不想放弃 但顾书平来头又极大 硬扛的结果很不好 顾书平眉头微皱 转头看向苏慈 你说两句 苏慈受腰底威压 而不折腰 她刚才就关注到了 必定有大来头 一旁 欧阳轩等人 只觉得荒唐无比 鞋垫凭借身份腰牌 能跟雷龙攀谈 他们觉得合理 但苏慈一个 九霄圣地的新任圣子 纯纯矛头小子 有什么资格 骆子瑶朝着苏慈拼命摇头 苏慈 雷龙给鞋垫面子 不一定给我们面子 小心跟古诗横一样 被雷龙抹杀 苏慈看得好笑 骆子瑶眼中 竟然有那么一丝 关心的味道 伸手强行 按住了骆子瑶摇摆的头 苏慈朝着敖银笑道 古仙遗迹中的奖励 是给人族年轻一辈的 龙族只是看守 敖银 你想站为己有 脑子坏了 哗 全场哗然 如此语气 对一尊妖地说话 便是邪电的顾书平都不敢 来自古圣族的欧阳轩 连个屁都不敢放 苏慈 乃来的底气 骆子瑶身躯一软 敖银勃然大怒 龙尾猛然甩起 天摇地动 乌云翻涌 电闪雷鸣 人族 我要生死了你 他发狂沸腾 口中雷电凝聚 眼看着光球越举越大 众人面色狂变 骆子瑶嘴唇发白 眼睛紧紧地闭上 却见苏慈手一抛 九霄地剑脱手而去 轻飘飘地朝着敖银落去 他要干什么 众人带住 给龙族赔礼 一柄剑 够吗 敖银姿态依旧 却见苏慈的传音 在他的耳畔响起 三夕之内 消失在我面前 不然雷龙一族 在东荒除名 敖银心中一颤 口中雷电瞬间消灭 他那遮蔽天地的龙头 僵硬地转过来 仔细打量了一番九霄地剑 随后看向苏慈 传音迟一道 大 大地 是我 卧槽 敖银菊花一锦 我见鬼了 苏九霄怎么尽得古仙一记 这可是东荒活阎望啊 最喜欢吃龙肝奉髓 龙族都快被他杀灭族了 难道躲藏龙峡谷内 也逃不开吗 凹银脑子里满是江湖 但行动却不慢 一溜烟 直接化为雷电溜了 什么不死药 什么长生怜 还能有命重要 这可是连天道都治不了的主 自己跟他应来 九族一起上都不够死的 雷龙跑了 骆子瑶瞪大了美眸 满眼都是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慈 其他人 包括顾书萍 也是紧紧地盯着他 仿佛在看着什么奇异动物 感受着骆子瑶的眼神 苏慈倾壳 解释道 我用老祖的名头 震慑了他一下 没想到这么好用 老祖 众人恍然大悟 九霄大帝还有个外号 叫东荒猎龙人 龙族听到这名字 跑得快也很合脸 便是顾书萍 欧阳轩 林静等人都没有起义 唯有骆子瑶的眼神 变成了琥珀色 靠近了苏慈盯着他看 苏慈心中一领 知道这是福玉营 在操纵他的身躯 你和苏九霄 到底是什么关系 福玉营那巨人千里之外的声音 响起 带着些疲惫 什么 苏慈继续装傻 在没呈现之前 这婚不能离 这段爱不能散 这个仇不能结 还得继续骗 你不会是他儿子吧 福玉营接着胡一道 苏慈脚步一顿 差点摔倒在地 转头尴尬一笑 也不做回应 福玉营轻哼一声 眼眸恢复正常 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这时 欧阳轩几人从远处走来 手中出现一柄长棍 平静道 表妹 苏慈 事已至此 利益分配吧 利益分配 骆子瑶迷糊 文学解释道 我们几个商量过了 不必打声打死 长生连关乎太大了 应该拿出去 让各家的家长 来分配利益 子瑶 你的那份额 算在瑶池圣地里 如何 骆子瑶不语 他是从玄天宗 嫁到九霄圣地的 怎么都算不到瑶池圣地里 苏慈冷眼看了他们一眼 心中明白 这是要以施压人了 中周来的这几个 顶尖势力的胶子 联合起来 准备吞了长生连 以他们几家的体谅 在场势力 谁人能挡 哪怕是带出去了 恐怕都没命 带回自己的圣地 旁边 有一壮硕男子出言道 那 不知我等能分到什么利益 第十四章 说完了 可以上路了 你 欧阳轩笑了一声 诗河门派 东玉 玉寿宗 那弟子恭敬道 玉寿宗 欧阳轩头一歪 诗笑 破烂宗门 也配上桌吃饭 死 轰隆 那壮硕男子 直接被一棍砸成了肉饼 血液喷洒而出 师兄 一声惨叫 一位粉衣女子 撕心裂肺地跑了出来 目露仇恨地看着欧阳轩 愤恨道 我师兄只是想在外围 采摘些圣职 并没有想分长生连 你怎如此霸道 欧阳轩嘴角一挑 一棍砸落 破 蓝衣女子叫都没叫一声 身魂俱灭 消失在天地间 没家事 没背景 族中没地 或者帝君被限制行动的 劝你离去 欧阳轩环似一圈 若有所指 带得我撕破脸 就不好看了 秦玉莫眉头一皱 欧阳轩 你过分了 过分 欧阳轩冷笑 在这世间争妒 朝不保夕 杀几个人怎么了 哥哥哥 这就是正派圣帝的嘴脸 还不如我们邪电 甚至都不如东荒的九霄摩地 这时 顾书平在一旁笑着道 苏慈 圣帝 是九霄圣帝 他出言纠正 哎呀 天道都排斥的 哪能叫圣帝 顾书平笑得更欢了 苏慈不悦 懒得搭理他 转头看向欧阳轩 但笑道 若是我不离去呢 欧阳轩眉头一挑 雷龙怕你九霄圣帝 可我彭来圣族 不在东荒 不怕 不离去 唯有一战 中州不会让步 嗯 苏慈点了点头 颇为赞同 以战争力 亘古不变的道理 表哥 骆子瑶在旁边挠火道 非要闹到这一波 你是觉得 我不敌你吗 凤凰天女 名震天玄 谁人不知 欧阳轩 哈哈大笑 但你吃了我的 蓬来圣丹 实不相瞒 我在其中加了佐料 能暂时软化 你们一天 你们可以理解为 毒药 什么 骆子瑶不敢置信 如遭雷击 我们不是亲人吗 亲人 欧阳轩神色冷冽 一株不死药 他会被重点培养 在蓬来圣族中的地位 甚至能载入史册 还要超过他那个 天生一同的哥哥 改变命运的事 连亲兄弟都可杀 一个表情算什么 让开 否则我不介意手刃血气 欧阳轩很生 他要去踩长生莲 防止夜长梦多 秦玉墨上前一步 扶着骆子瑶 犹豫道 子瑶 要不 瑶池圣地这一份功劳 给你吧 你别拼了 我不要 骆子瑶深吸了口气 后面的长生莲 对他师尊的神魂恢复 作用不小 刚才显行之后 他师尊的神魂 陷入了沉睡 怎么也要拼一把 这时 苏慈突然拉起了骆子瑶的手 强硬地把他拽到了身后 你在旁边看着 骆子瑶一呆 你没中毒吗 苏慈笑而不语 看向欧阳轩 欧阳轩眼神眯成一条缝 犹如毒蛇一般 盯着苏慈 正要发难 一个身影走上了前 他交给我 众人转头看去 原来是帝族林家的 弟子林庆 林庆身材魁梧 眉毛像两把利剑 看上去颇为正直 此刻出言冷声道 九霄圣子苏慈 就是你杀了我弟林坤 苏慈恍然 原来是来报仇的 临死吧 林庆手持一柄长刀 气势汹汹 上来就是一刀劈出 一座火焰囚龙 凭空而现 照住了苏慈 林庆一身的修为 赫然达到了神通境巅峰 差一步就跨入了法厢 苏慈眼都没抬 骆子瑶在一旁 忽然想到什么 急忙道 苏慈 你悠着点 别闹出人命来 他们护道人可都在外面 林庆不像林坤 他有成帝的可能 杀了他 事情就没那么容易摆平了 顾全 顾全 他顾全大局四个字还没说完 苏慈已经一拳轰出 这一拳 如羚羊挂脚般玄妙 空间如水波般泛起涟漪 苏慈虽然身处火焰囚龙中 全是却已经到了囚龙外 林庆大步走来 原本脸上还有宁笑 此刻 却是面色大变 恐惧无比 啪 一声脆响 林庆头颅爆开 血溅十丈高 无头尸体留在原处 嘴嘴地往外冒着鲜血 原本戴在脖子上的盛气项链 甚至没来得及激发 就已被轰碎 一拳 弟子林庆 于 众人接耸 太快了 杀地族弟子 犹如屠户宰猪 干脆利落 苏慈还是他们的同辈人吗 欧阳轩面色大变 大喝道 此人有鬼 战力太过惊人 文学 长计 上身 速速助我一臂之力 长计 上身 两者也是中州大势力子弟 此刻面色一变 纷纷上前一步 与欧阳轩站与一起 文学犹豫了一番 也站了出来 长生连在前 不能退 至死方休 顾书平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 一双笔直的眉腿 勾起 心中有着意外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刚才苏慈用的是空间之力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东荒 竟有这等天才 苏慈 四个天才 包括琳琅书院 古圣族彭来这种顶级势力 绝不能打杀 骆子摇极了 惹一个地族凌驾 苏慈是想亡命天涯 还是想一辈子 待在九霄圣地不出啊 嗯 你说的对 苏慈微笑 脸上没有半丝暴力 仿佛杀了林庆 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 秦玉默跟着劝道 苏慈 别那么少年星星 这几个人 你要是杀了 摇池圣地都保不住你 谁杀谁死 千万不能打了 苏慈 欧阳轩大贺 我认可你的战力 你要什么利益 都可以说 都可以谈 和好 他坚信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任何战斗的背后 都是利益 只要谈得好 没什么必须要打的架 文雪一时温和笑道 苏慈 我可引荐你 加入琳琅书院 甚至把长盛连的功劳 分你一半 让你一入琳琅 就得想最优质的资源 愿手亲自收你为徒 琳琅书院 寻常东荒天才 哪怕去做外门弟子 都是屈之若物 文雪却是直接开架 让苏慈 当愿手关门弟子 这是稀才了 众人皆是羡慕地看向苏慈 包括欧阳轩眼中也是 流露出羡慕 可苏慈却是不以为然地 甩了甩手 轻声道 说完了吗 众人疑惑 说完了 可以上路了 第十五章 圣女 也陨落了 可以上路了 众人大惊失色 落子摇娇躯一紧 劝说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见苏慈举起右手 犹如如生下棋般 隔空点出极指 九霄战法 三才点先指 三才是位天才 地才 人才 三才调动天地命格 连仙都可点 连天道都不可拦 此招一经使出 天地之力 凝聚成巨指 从天落 欧阳轩 文学等人 面色大变 使出浑身解数 圣气 灵气 替死浮温 但都无济于事 在落子摇 那惊恐到麻木的眼神中 几个往常 与他平起平坐的大势力添交 此刻犹如血色烟火一般 在空中爆开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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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执法直击神魂 牵连因果 无论欧阳轩几人逃到何处 都会寻着一条命运线 直接斩去性命 也幸好浮渝盈 此刻陷入沉睡 不然就苏慈这一手 非得暴露八成不可 完了 捅破天了 落子摇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双目无神 这些天骄后面代表的势力 加在一起 足以让整个天玄大陆 抖上三抖 莫说苏慈还只是个小辈 便是九霄圣主亲至 只怕也会感到恐慌 还有人不服吗 苏慈双手附在身后 清风吹来 使得他一百飘飘 仙气十足 看得秦玉默眼中有些痴痴的 我等 服了 剩下的一些势力 心服口服 夺路而逃 跑出了百里 才敢远远看着 开玩笑 中周来人 全军覆没 没人敢得这是找死 场中很快就剩下四个人 苏慈 落子摇 秦玉默 以及 顾书萍 这位邪垫少女 似乎完全不惧怕 拖着腮 翘着长腿 看着苏慈 画面还有些少儿不疑 你不退 苏慈皱眉 我为长生理而来 不会退 顾书萍摇了摇头 轻笑道 我知道 熬阴那头蠢龙 是因你而退 就是不知 你有什么秘密 蠢龙 苏慈心中诧异 敢在大庭广众下 骂一头妖地 这顾书萍 莫不是和他一个露属 也是大地隐藏身份 念及此 苏慈罕见的多说了几句 你叫顾书萍是吧 你不敌我 尽早退去 避免难堪 顾书萍摇了摇头 你没有威胁到我 话落 他从储物界中 抛出两头干瘪的尸体 干瘪尸体随风而大 渐渐鼓起 双手持剑 面容争鸣 啊 骂子瑶吓了一大跳 退后了两步 跟秦玉莫两女搂在一起 瑟瑟发抖 魁狮 苏慈一愣 还是盛进魁狮 顾书萍笑道 好眼烈 苏公子果然见多识广 我看与公子有缘 公子若退去 我这件如何 话落 九霄地剑暴动 从苏慈腰间 嗡一声窜了出来 瞬间间间抖了千下 穿过了两具魁尸 两具魁尸 无声崩溃 直接碎成了粒子 随后 地剑化为一道细长的脾链 直冲顾书萍 驳梗而去 你敢 顾书萍一声轻斥 右手玉佩 绽放出青光 形成一个护照 把他笼罩在其中 当 九霄地剑 无功而返 苏慈微带诧异 你也有地气 顾书萍抚摸了一下雪白的脖梗 咯咯笑道 苏公子还真不怜香惜玉呢 苏慈失笑 你觉得你保住命吗 最后给你次机会 我若手持地剑 出手必是杀招 顾书萍略意犹豫 苏慈直接起身 抓过九霄地剑 百丈距离一步越过 一剑刺出 空间碎裂 剑光迷离 一剑斩在了地气的护照上 强大的力量 透过护照 作用在顾书萍的胶躯上 一阵 顾书萍的身躯 直接被震成肉泥 连储物界 都在这种力量下溃散 苏慈伸手 接过玉佩 收入囊中 一剑 斜垫顾书萍 死 骆子瑶在一旁瞪圆双眸 苏慈 你刚才杀了两个圣经魁师吗 你成圣了 秦玉默咽了下口水 好厉害 感觉是那柄剑的功劳 那是什么剑 看起来好强 骆子瑶道 那是九霄地剑 当然厉害 秦玉默嘴巴张成欧形 就是九霄大帝的配剑 竟然给了苏慈 他们什么关系 骆子瑶 我师尊说 苏慈可能是他的儿子 秦玉默 嗯嗯 难怪 能把随身配剑都给 两女叽叽喳喳 窃窃私语 苏慈嘴角抽了抽 懒得搭脸 也好 省得他解释 留给两女脑不算了 苏慈转身 走向长生莲 被万珠圣植包裹之后 苏慈方才发现 此地的仙气 已经浓郁到一个离谱的地步 毫不夸张地说 苏慈活了两千多年 还真没见过如此妙点 他心中没来由的一图 世出反常必有妖 大机缘 必然伴随着大危难 天旋大陆有大便 藏龙峡谷 谷仙秘境外 许多圣者 或是两两结伴 或是三无好友相聚 形成一个个小圈子 在最核心处 自然就是中洲几个势力 以及邪殿 明初圣地等顶尖势力的护道人 彭来圣族的护道人 名为欧阳守 圣人巅峰之境 此刻他联合着地族凌家 凌郎书院等圣者 正打压着顾书平的护道人 你们邪殿 也妄突然指东荒的遗迹 便是你们圣女 有着万夫莫敌之勇 只怕也是双拳难敌四首 谁让我们人多势众吗 欧阳守应冷笑着 四五个中洲势力 在一起行动 那是将尾打击 纵横天旋 谁敢不从 谁敢反抗 邪殿护道人名为心末 此刻笑而不语 只有他知道 顾书平这三个字 在鞋垫中代表着什么 凌家护道人 见到他脸上的表情 眼睛微眯 鞋垫 似乎不太服气啊 难道想挑战 我们中洲威严不成 心末无嘴一笑 哪能啊 鞋垫要有这份力 中洲就应该让鞋垫统治才对 但他话还未说完 凌家护道人 右手的手镯 忽然碎了 他脸色大变 凌伦 发生什么事了 其他几个圣者纷纷出言 生命手镯碎了 我族弟子林庆 陨落 林伦嘴唇发白 弟子 对每个族群 那都是重中之重 就算是他死了 也不能让林庆出事啊 心末忽然欢快地笑了起来 众圣怒目 是你们鞋垫出的手 心末无辜一贪手 不清楚呢 众圣 你就不怕我等圣子 弟子联合 先行铲除你们鞋垫圣女 好啊 各凭本事 心末十分平静 化落 众圣身上 皆是有不同代表着生命的器物 碎裂开来 哄 几股冲破云霄的杀意凝聚 直逼心末 为首的林伦 更是已经准备燃烧精血 施展秘法 心末嘴角笑意扩大 拿出一个血色空间浮露 我想走 非帝君留不下 你们省省吧 众圣一愣 林伦惊恐 是帝级浮露 你是雪梅大帝的麾下 雪梅大帝 邪垫前三的人物 和九霄大帝齐名的大佬 动一动 天旋大陆都要地震 知道 就别那么咄咄逼人了 我说过 各凭本事 别老玩你们那仗势欺人的一套 没用 心末爽的不行 看这群道貌黯然的正派人士吃扁 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事 但下一刻 他的面庞忽然也僵住了 在他胸口 原本有一束装饰用的玫瑰花 此刻 忽然枯萎 随风而逝 圣女 也陨落了 第十六章 众圣为赌 还有吗 古仙一记内 苏慈摘采了长生莲 对着朵叶 一口闷 万珠圣植腾空而起 化为灵液 直接把他笼罩 一股澎湃的仙气 冲击着他的四肢百骸 甚至要撑爆他的四肢 但他有着五经七书 以及苍生战体 无论是仙缘还是灵液 都是寝刻炼化 滚滚仙缘 把他体内的灵源 彻底净化了一遍 吞服了长生莲 此刻他的肉体质强大 已经超脱了人的境界 可以为之半仙 不过半个时辰 苏慈便从空中下来 此刻他的修炼境界 也已经来到了大地后期 隐隐要触碰这片天地的极限 秦玉墨 骆子瑶两女 在旁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那漫天线缘 被一个化神镜的少年 全部吸收了 这是什么远古仙兽的幼崽吗 素 苏慈 你还是化神前妻啊 骆子瑶结巴问道 哦 对 吃了长生莲 修为是要生一生 苏慈反应了过来 嗡的一声 修为 晋升 到了神通后期 骆子瑶 秦玉墨 出去吧 最大的秘藏已经拿了 古仙遗迹 没什么秘密了 苏慈拉着骆子瑶的手 朝着空间大门走去 等等 骆子瑶忽然变得忧心忡忡 脚步不移 嗯 骆子瑶咬着下唇 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你杀了那么多圣子弟子 他们肯定会逼问你的 秦玉墨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就中周那群人的嘴脸 你若有权有势 还好说 顶多做出点赔偿 但你来自东荒 问题就大了 苏慈愣住 我九霄圣地没大地 别提了 秦玉墨白了苏慈一眼 谁不知道 九霄大地得罪天道 闭关不出 你就算真是他的儿子 惹了事 也得自己擦屁股 骆子瑶点了点头 下定决心 你等着 我先出去 联系我娘 话落 他扯开苏慈的手 朝着空间大门走去 苏慈愕然 秦玉墨也紧紧拉着他的胳膊 相信子瑶 他娘可是瑶池圣主 能保住你命的 苏慈 有口难辩 出了秘境 骆子瑶第一时间联系了瑶池圣主 子瑶 瑶池圣主声音冷淡 有些巨人鱼千里之外 是我 娘 骆子瑶声音都有些哽咽 你居然联系我了 有什么事 是你那渣男爹解决不了的 瑶池圣主冷哼道 解决不了 你就回瑶池 跟你爹断绝往来 骆子瑶低声道 是这样的 娘 我 我嫁人了 你在胡说什么 对面声音大了五十倍 骆子瑶不顾瑶池圣主的惊讶 快速把事情复述了一遍 好好好 骆子瑶这狗贼 真是出息了 这么大的事 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 擅作主张 瑶池圣主压抑着怒火 你等着 我去联系你爹 让他回天学 话落 声音被掐断 骆子瑶刚松一口气 但紧接着 身后就传来了苏慈的声音 他机械地转过身 苏慈 不是让你在里面等一下吗 苏慈像提着兔子一样 提着秦玉墨的脖子 走了出来 里面太门 出来透透气 秦玉墨 骆子瑶 两女还欲在说 突然 铺天盖地的圣镜微压 在他们周边爆发 嗖 嗖 嗖 同时至少出现了十几尊圣镜 包围了苏慈三人 他们双眸通红 气喘如牛 他们已经清楚了 一记里 是一尊不死仙药 长生莲 被苏慈夺得 其中一位美妇 则是簇着眉 上前一步 把苏慈三人挡在了身后 直面众圣 诸位 你们是想对小辈下手吗 凌伦冷生 少装算 管梦 你们摇池圣地 是想独吞长生莲 管梦沉生 逆境形势 计高者得 凌家是想打破中州 约定俗成的规则 气压小呗 凌伦一翘 双方平等 才配谈规则 这不死仙药 并非是你们摇池圣地夺得 你问问那个苏慈 他是你们摇池圣地的 苏慈果断摇头 凌伦一喜 那你是不是杀了我们弟子林庆 苏慈点了点头 是我杀的 卧槽 赤子之心 凌伦狂喜 管梦 他杀了我族弟子 我要带他回凌家问话 问清楚了 自然会放了他 欧阳首也点头 我族圣子欧阳轩 也死于遗迹中 欧阳家 也需要苏小友问问话 邪电心末 也是嘴角勾起 那我们邪电也需要 紧接着 又有几个大势力发话 那姿态 哪是要为族中圣子报仇 分明是在划分长生莲的利益 对比于一株不死仙药来说 弟子 圣子的性命 就太过渺小了 这是大地都要争抢的东西 管梦 让开 我还能算你们摇持圣地一番 邻伦阴沉着脸 手中的兵刃 已经嗡鸣作响 欧阳首 心末等人 也是毫无保留的 释放出杀气 空间都为之站立 空中徘徊的乌云 都被搅散 管梦嘴唇发白 欧阳首 邻伦 心末等人 实力本就与他在伯仲之间 这么多人一起上 针打起来 他绝对撑不了太久 长生连给他们吧 摇持圣地争取 保住你的命 骆子咬紧张道 孟姨 别说了 管梦叹了口气 敌众我寡 这口气 咽也得咽 不咽也得咽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弱肉强食 苏小友 低头吧 苏慈眨了眨眼 无辜道 长生连 已经被我恋化了 诸圣吃笑 还以为是个赤子之心的少年 没想到 也是张嘴就来的狂徒 管梦 让开 不然先拿你祭天 管梦长叹了一口气 他只道是年轻人舍不得宝物 可若是没了命 宝物再多 又有何用呢 管梦步履蹒跚地 让开了身影 苏慈直面诸圣 轻笑道 就你们这些盈盈狗狗 还有吗 比如地境 一株长生连 不至于只来圣境抢夺吧 第十七章 谁告诉你 我没人保的 诸圣面色一变 这也是他们最担心的事 谁都怕彼此势力 哪方有地境所在位置 与此地距离很近 要是来了尊帝 那其他势力只能喝汤了 交出来吧你 欧阳手第一个忍不住 探出右手 抓向苏慈 泼天的功劳 绝不能脱了 他这一出手 灵气直接形成了潮汐 大道暴动 恐怖无边 一尊古圣族的圣境圆满 实力绝对不俗 苏慈腰间地剑震动 刚要出窍 忽然眉头一皱 身前 当得一声情音响起 肃杀为蔓延 欧阳手面色俱变 那情音 仿佛是挑在他的心脉上 让他全身灵气堵塞 周转不灵 紧接着 更大的一声 当 翁明 秦贤断 欧阳手经脉尽碎 倒头飞去 血染长空 诸圣面色狂变 纷纷暴退百里地 在场中 一位额头有着一缕白发的男子 首辅秦贤 现出身影 他的身形有些虚幻 但众圣恐慌无比 秦帝 一尊帝 秦帝怎么会在天玄大陆 他不是十年前就去了狱外 这是大道烙印 不是真人 他是想为那苏慈站台 联系足中 快 一旁 骆子瑶惊喜道 爹 骆峰淡笑 看了眼苏慈 起身微微严肃道 别说太多 马上走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中州必定有地在赶来 一尊不死仙药 他们绝不会轻言放弃 骆子瑶一呆 我们去哪 骆峰神色平静 去九霄圣殿 有苏九霄那个魔头坐镇 给这些递进十个胆子 都不敢攻上九霄圣殿 苏慈 好 从骆峰的表情 骆子瑶看出了事态紧急 拉起苏慈的手 就要往北边奔去 这时 凌伦在远处长笑 秦帝 我族长老已经赶来 你真要独吞这长生莲 中州几大势力 全部得知消息 这个因果 你真的敢接 骆峰仰天长笑 一步踏出 出现在凌伦上空 一杆火红长枪浮现 轰隆 长枪刺破长空 枪间闪烁 犹如银蛇乱舞 枪影重重 仿佛万马奔腾 只一秒钟 骆峰就刺出了数万枪 每一枪都间隙到了极点 一瞬间 就把凌伦捅成了马蜂窝 血液从无数枪洞中喷了出来 你一个小小的圣镜 也妄图跟老子谈因果 等你族长老来了再说吧 骆峰神气的一脚踹出 凌伦的尸体 瞬间瓦解 此情此景 甚至可以用艺术来形容 苏慈看了一眼 对骆子瑶笑道 你枪跟你爹学的 骆子瑶苦着脸 对啊 我爹以前很儒雅的 被称为枪琴双绝 不知道这次 怎么这么凶 苏慈耸了耸肩 这小子欠自己钱 躲狱外战场去装孙子 肯定别去 说不定几年都被杀人了 这下回来看到小辈 还不猛猛开婚 好了 苏慈 我们快走吧 骆子瑶见那些圣镜 惊惧不已 急忙拉着苏慈的右手 却发现 苏慈纹丝不动 来不及了 苏慈淡定道 又怎么了 骆子瑶愣住 但下一刻 他的面庞 忽然变得灰白一片 只听几声马蹄音 从远到近 犹如他在众人神魂上一般 在场中缓缓响起 勾动大道脉络 天地为我所用 这是地境到了 欧阳守面色狂喜 他只是受了伤 但还未死 此刻恭敬贵岛 朝着西方大呼 后背欧阳守 恭迎临山帝君 临山帝君 蓬莱圣族有名的帝君 地境中期 战力强悍 常年在外卫 蓬莱圣族开疆阔 夺取机缘 没想到 他竟然在这附近 许多中州势力的圣经面上 都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一尊帝 提前到了 蓬莱圣族欧阳家 能拿走长生连大部分的份额 洛峰面色难看 意识看向西方 只见远处 一位骑着白马 须发洁白 看上去还有些慈祥的老者 缓缓醒来 上一秒还在千里外 下一秒 已经出现在场中 洛峰 临山帝君看向洛峰 你本体不在 退去 洛峰无奈 给我个面子 嗖 白马突然奔腾了起来 临山手中 出现一柄万丈天刀 闪烁着青色光芒 引线龙银 一刀劈下 洛峰举情一挡 连情都被劈了个粉碎 大道烙印 烟消云散 苏慈看得差点笑出了声 大道烙印 可不是寻常分身 一般都有本尊六成十例的 连一刀都没接下 太丢人了 完 完 完了 跌死了 洛峰惊悚 嘴里不停念叨着 娘 娘娘 舅舅 临山转头看来 看着苏慈三人 犹如天神降怒 直颤心魂 还有救兵吗 本地就在这 给你们时间喊人 霸道 中州几个势力盛景 纷纷兴奋 瞻仰 随便你叫人 我自一刀劈之 这才是帝威 这才是帝的凶环 与他们这些圣者 天壤之别啊 与此同时 远处高空如水波般泛起涟漪 出现一面凋梁化洞的镜子 临山 姚池圣主清亮的声音 从其中传了出来 相隔万万里 他借用地气投影至此 临山依旧面容慈祥 姚池 你应该也收到了消息 此地长生连半生万株圣草 绝不是寻常不死仙药 中州多少势力都在关注着 你们姚池想独吞 可能吗 当然 我旁来也吃不下 最终 还是要各方分而食之 不会少了你姚池的 话落 在他的身后 空间曲折 出现了几道能压沉大道的身影 有中州无上人物在看着 这是表态了 以示压人 姚池圣主沉默片刻 镜子中缓缓传来声音 也罢 事情我已知晓 别伤我女儿 和我族圣女 不然此事没完 镜子失去了光泽 但并未消散 临山笑得像弥勒佛 转头看向苏慈 小友 似乎只有你没人保啊 这样 交出长生连 留你神魂入轮回 再活一世 不要让我动挫 几乎所有人 都以怜悯的目光 看向苏慈 家世 背景 没有一个好的出身 哪怕是夺得了宝物 也会被抢走 若苏慈生在明初圣地 那还有一丝分蛋糕的机会 但很可惜 他在九霄 反抗天道 大地沉睡的九霄圣地 苏慈 这下全完了 骆子瑶面容有些七处 心中很是复杂 他知道 苏慈已经炼化了长生连 怎么都叫不出不死仙药的 成婚第一天 要当寡妇了 苏慈拍了拍骆子瑶的背 轻声道 你师尊在睡觉吧 嗯 啊 等等 你怎么知道 骆子瑶亚义无比 苏慈不答 转头看向灵山 看向他身后的那些地影 谁告诉你们 我没人保的 灵山野鱼 叫出来 嗡 一声剑鸣响彻九天 苏慈腰间九霄地剑出鞘 在这他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人呢 灵山猛逼 从他眼皮底下消失了 但容不得他多想 已经有圣者狂叫了起来 东方 看东方 天塌了 东方 灵山转头望去 再也保持不了 半分慈祥和蔼的模样 反而变得惊恐无比 眼睛缩成了真状 第十八章 与天争士 一人直面中周 在远处东方 一道身穿悬衣的身影 缓缓踏天而来 他头戴地关 身形修长 容貌俊美 在他的周身 阴风 血魔 鬼怪 火海 刀山 无数天地异想缭绕 整个东方 仿佛化作阿比地狱 恐怖无边 便是一些圣境 都无法直视此景 这是天道在降幕 天道在限制 但却无济于事 来者 天都奈何不得 滚 苏慈一拳朝后凿去 整个空间一计 旋即破灭开来 天空下起了血雨 鬼哭神嚎 但却影响不了苏慈半分 他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场中 看向灵珊 皮笑肉不笑 就是你 要斩我足圣子 让他自愿坠入轮回 苏 苏九霄 灵珊惊恶无比 其他诸圣 唇齿皆颤 九霄大帝 苏九霄 这是活跃在千古前 与天争士的大人物 他的眼中毫无秩序 惹怒天道 被中周天道流放到了东荒 日日以心磨炼心 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 还能自由行动 我问你答 明白 苏慈沉声 灵珊脸色难看 九霄大帝 您是前辈 既然长生连在你手中 那咱们就上桌坛 你要多少份额 我们彭来 琳朗 瑶池 以及个地族都能让步 灵珊说的话很巧妙 把所有的地族加在一起 增加自己的重量 还是想以施压人 但他打错了牌 他对比苏慈来说 算是晚辈 没跟苏慈在一个时代竞争过 不了解苏慈的脾气 若是洛峰在此 他便会知道 苏慈最喜欢的 不是上桌谈判 而是撕碎排桌 只见苏慈一声冷笑 右手探出 晶莹如玉 洁白如霞 空间神通 摘心手 以地境修为施展出的摘心手 可与之前沙灵东时 天壤之别 几乎在所有人的神魂 都没有反应过来的那一刹那 苏慈的右手 就已经抓在了灵珊的头颅之上 五指一捏合 碰 宛若捏爆一个苹果似的 灵珊的头颅 瞬间爆裂 红白之物四溅 地血喷洒百丈高 四 胯下白马受惊 朝着苏慈就撞了过来 速度极快 眨眼白脸 苏慈面无表情 右脚猛然踹出 踹在了码头之上 身前空间坍塌 白马也算一种 修炼到了地境 原本也能称大一欲 但此刻 受苏慈一腿 整个马身轰然爆开 最末顷刻流逝在了空间乱流之中 受了长生莲的滋润 此刻苏慈的肉体 已经有了半仙之力 在天玄大陆 简直是降维打击 谁人能受他一拳一腿 轰隆 远处 灵珊的身影 从大道中虚化而出 他凭借着大道烙印 重生了 但已经虚弱无比 奄奄一息 愤恨道 苏九霄 你已被天道抛弃 还敢失地吗 不怕引起天道震怒 动用全力抹杀你 苏慈闻言 冷笑连连 我不入中州 屏东荒天道 能奈我何 莫说 是你这种小弟 便是耳身后的大弟 来我东欲寻仇 我也一并接着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杀到世间无地 唯我独尊 全场死寂 苏慈这番话 直接洗刷了他们的三观 改变了他们的认知 连天都不放在眼里 这是何等霸气 骆子摇咽了咽口水 他终于知道 师尊那等绝世人物 为什么会与苏慈有救情了 这个男人 男性魅力太大了 而这时 灵山身边 传来一丝苦笑 一味仿佛能压迫大道的 灰色身影浮现 苏九霄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苏慈面色不变 欧阳老贼 你这种半截身躯入了土的老头 都出来吆喝 看来真是天变了 灰色身影叹了口气 昔日之事 是中州对不住你 但你杀遍中州 屠戮实地百胜 难道气还未消 咱们都是天玄之地 没必要如此敌对 天道自知对你有愧 并未对你斩尽杀绝 只是限制了你的行动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 神色皆是悚然无比 九霄大帝 竟然曾经屠戮过十地百胜 这是上古秘心啊 苏慈冷笑 我没什么不满意的 但你们这群人 想来我东荒仗势欺人 先想想自己几经几两 灰色身影沉默片刻 道 小辈之间的事 以你的位格 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长生连关忽于仙 你被大盗排斥 已经失去了成仙的资格 拿着也无用 我代表中周而来 想换什么 你尽管说 苏慈冷笑 长生连产于东荒 与儿等无关 谈个鸡毛 有本事 就过来从苏某手中夺走 你 当真以为无人可治 灰色身影震怒 天摇地动 远处天际 一道掌印 破开虚妄 撕裂空间 降临此处 苏慈看都不看 反手一剑 轰得一声击碎掌印 旋即 九霄地剑暴鸣 直直刺入虚空 跨过无尽距离 出现在了灰色身影身前 吃的一声 地间掠过灰色身影的脖梗 一颗头颅抛飞而起 不知有多少神秘人物 此刻面露惊悚 跨越两大疆域 相隔亿万里 苏九霄一剑销首了彭莱圣主 虽然对他们这个层次来说 销首不足以致命 但面子上 可就受损严重了 这不仅是在挑衅彭莱 更是在挑衅整个中周 嗡嗡嗡 同一时间 数个压他大道的存在 出现在了藏龙峡谷 只把空间都快压得破灭了 巅峰之战 一触即发 千军一发之戒 一声轻力的声音 响起 多住手 闻言 苏慈面色古怪 看向远方 在那长空之中 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漫步而来 她身着锦绣华服 头戴凤冠霞配 夫如宁之 眉似远山寒翠 眼似秋水寒情 单一眼望之 仿佛世上所有的女子 在她面前都试了光彩 骆子瑶一时看得有些诗神 在她的心中 服如宁的声音 响起 罕见有了些咬牙切齿 屈婉礼 骆子瑶惊喜道 师尊 您什么时候醒的 苏九霄出现的时候 我就醒了 服如宁淡淡淡道 屈婉礼这女人 真有够讨厌的 阴魂不散 哪哪都能见到 骆子瑶一呆 她怎么觉得 自己师尊话语中 有些许醋意 但这些都是上一辈的事情 她也不好八卦 只是问道 师尊 您认识她 林郎书院二把手 文愿院长 当年她跟我抢夺天道归宿 败给了我 最终我融合了天道 飞升成仙 这么厉害 文愿院长 骆子瑶惊叹 同时心中有些向往 这是真正站在天寻大陆之巅的女人 空中 屈婉礼一出现 便是无敌感言 她走到了苏慈面前 轻声笑道 慈哥哥 好久不见 第十九章 斩尽圣尽 您出来饭 苏慈不知可否 表情淡然 也就几百年吧 屈婉礼眨了眨眼 跟我回林郎书院 以前我保不住你 但这次 我定能让你傲视天玄 一言九鼎 苏慈嘴角抽了抽 她对屈婉礼可没什么好感 当初她刚跟服御营 搞上道理的时候 就这丫头 天天在那散播真相 把自己好好的一个纯情郎君 形容成花中恶郎 中周 我都进不去了 如何回林郎 苏慈笑着问道 天道那边我来协调 屈婉礼笃定 现在林郎书院 我说话最管用 也唯有我能跟仙界沟通 悄悄告诉你 中周成仙路要开了 你这一生 不都是在为了成仙而奋斗吗 成仙 苏慈有些恍惚 下意识就想答应她 但转念 她瞬间清醒了 她现在有了系统 成仙不是静在眼前 还奋斗个球 只是成仙路 这个天旋大陆最大的秘密 摆在眼前勾着她 她心总是有些痒痒的 再说吧 林郎书院 若知规矩太多 我待不住 苏慈挥挥手 看向彭埃圣主 欧阳老贼 过来一站 取你手机 你 彭埃圣主差点吐血 看了眼屈婉立 见她摇头 方才恨恨道 有本事 你来中周 你当我傻 苏慈不屑 中周天道排斥她 巅峰大帝有贼多 有些隐居势里 甚至有半仙的存在 一对一她不怕 但一周之地全上的话 还是先苟断时间 领下系统奖励再说吧 这时 又有无上身影出言道 婉立愿守 这长生莲不能不争啊 屈婉里眼睛微眨 争 怎么争 你们过来从苏九销手中抢抢 三百年前 你们都做不到 更别说现在了 此事作罢 打道回府 闻言 众人回过神来 也对方才苏慈一剑 从东荒斩到了中周 初见之时 隐隐有着一股 先为 没人敢说 自己能从苏九销手中 抢走长生莲 欧阳守 回来吧 蓬莱圣主认栽 异性阑珊地说道 许多大势力的主人 也发出了类似的讯号 一众人放出仙府 就准备打道回府 但苏慈冷冷一笑 我说过 你们可以走了吗 蓬莱圣主怒声 苏九销 你可别欺人太甚 苏慈嘴角勾起 我欺人太甚 你们几个圣镜小辈 压破我的圣子时 怎么不说欺人太甚 随后 他俯视着欧阳守 救你小子逼话最多 第一个斩你 嗡一声脆响 九销地间暴动 在空中划过一道 薄如蝉翼的皮练 犹如穿丝过线 眨眼间 穿过了欧阳守的眉心 欧阳守待在原地 眼中还有着惊恐 但已然 没了生命气息 一见 蓬莱圣族护道人 欧阳守 神魂坍塌而亡 空中 九销地间 依旧散发着清明 在场中穿梭 跑 中周几个大势力的护道人 包括邪电的心末 甚至还包括 琳琅书院的护道人 方才威胁苏慈 让他交出 长生莲的诸多圣境 此刻发了慌的逃窜 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很可惜 在苏慈的眼皮底下 他们无所遁形 渐渐穿腥 瞬间被斩了个干净 尸体犹如雨点一般的落在地上 天道暴动 重地怒急 纷纷出言 婉立怨守 如此蛮横无举之人 你还要向着他 你到底 是为了中周的利益 还是想包庇你的秦郎 他还杀了你们 琳琅书院的护道人 孰轻孰众 你好好想想 屈婉里表情不变 当然是包庇我的秦郎 谁有意见 可单独前往东荒 我不阻拦 一瞬间 全场寂静 浮玉营的声音 在骆子瑶耳边响起 呸 老女人 不要脸 骆子瑶 场面一度陷入了僵直 苏慈就站在万千亿响 天地震怒中 平静地 等着中周各大地出招 两久 没人说话 须碗里拂锈 身影正在缓缓消散 而就在重地要退回中周时 北边忽然传来了一声震战 酒消无凉 滥杀无度 天道无序 东荒崩坏 中周人不敢动你苏九霄 我东荒人来 苏九霄 好好看看 这是谁 苏慈眉头皱起 转头看去 指尖在远处天空中 裂开一道空间缝隙 缝隙内 一座不满极次的囚牢浮现 囚龙中央 高染闭眼端坐 嘴唇苍白 在囚龙前 一位国字脸中年男子 身穿粗布麻衣 一脸为东荒除奸的样子 怒木儿 是苏慈 是明初圣主 夜归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古老的人物之一 没想到 他竟然出手了 正常 苏九霄进入东荒 称霸一玉 他作为东荒原本的霸主 定是早有怨恨 但抓走人家圣主来威胁 未免太过不耻了吧 休闲于世 你以为年轻人走江湖 生命攸关 自然是什么招狠什么懒 诸多递进脸上 浮现出看好戏的样子 见到苏慈吃扁 他们自然乐见其成 苏慈面无表情 夜归 你明初圣地不想活了 哼 夜归怒道 苏九霄 你把我阎北兄弟 弄哪去了 阎北 苏慈恍然 当日在九霄圣地不远处 阎北对着他幻化的落风 一阵吹牛逼 被他一拳轰死了 夜归来找他要人 也属正常 当然 苏慈自然是不可能承认的 不是我 那时候我在闭关 哼 夜归冷声 我不跟你诡辩 三日之内 带我阎北兄弟 来明初圣地换人 不然 你就再准备一个新圣主吧 话落 空间缝隙闭合 苏慈眼神微眯 高染是他徒孙 也是他用得极为顺手的一位圣主 除了事 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屈晚里来到了苏慈身旁 低声道 明初 去日 月之初 天地之始之意 源头可以追溯到 这片天地开辟的出气 他们圣地老巢 可有着残仙之影 绝非常人能见 苏慈点了点头 我知道 关乎于仙无小事 不然我早灭了这鬼地方 轮得到他们叫嚣 要帮忙吗 屈晚里眼睛很亮 不必 苏慈摇头 转头走向骆子摇 屈晚里眼睛一眯 深深看了骆子摇一眼 转身消散了 中周朱棣见他们的 领袖 离开 自然也把大盗投影消散了 当然 他们的视线 依旧在东荒 苏慈上明初 巅峰地战 一场好戏 在这个盛世 他们自然要好好观摩 第二十章 大地圆满 天道复命 苏慈走到了骆子摇身旁 骆子摇战战兢兢 头都不敢抬 开玩笑 这么一尊举世无敌的大地 威势比他爹 他娘 都要强太多了 连蓬莱圣主 都被他随意呵斥 隔着疆域斩去头颅 谁人碰到他 能不低头三分呢 你就是骆子摇 苏慈出声道 是 是我 骆子摇点头 你师尊还在沉睡吗 是 是吧 骆子摇脸色通红 在一尊大地面前撒谎 太紧张了 这个给你 苏慈把长生莲的一点 根筋 抛给了骆子摇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系统让他取的是骆子摇 还是浮玉营 这要是浮玉营隔屁了 没奖力领了 那就玩犊子了 万全之计 就是给点长生莲 保住他的命 但不能给多了 给多了 浮玉营修为 跟做火箭一样万寸 自己一样玩犊子 这种事 就跟放风筝一样 要慢慢来 骆子摇把长生莲 放进了袖口 依旧头都不敢抬 带着苏慈离去后 他才松了口气 师尊 九霄大帝 给我长生连眼 他的眼中满是开心 他 浮玉营 只是轻声应了一句 似乎有无尽的话 未说完 事业 苏慈回到九霄圣地 由于高染被抓 圣地中一片凄苦 几个祖老忧心忡忡 苏慈回到了后山祖地 谭息休养生息 他决定明天一早 领了系统给的奖励 就出发前往明初圣地 会一会那残仙之影 半夜时 一道人影到来 赫然是在那域外躲债的洛峰 苏慈眼睛睁开 洛峰恭敬一礼 久为树之极 萧为天之巅 久萧大地 便是道的终点 苏慈 欠我的钱 什么时候还 洛峰黑黑一笑 坐在了苏慈身旁 福姐的事 你知道了 苏慈不置可否 我从你那截的钱 都是为了帮你给福姐重铸肉躯 为此 姚石那黄脸婆 还跟我闹翻了 这可不能怪我不还钱啊 帮我 苏慈嘴角抽了抽 当然 福姐可是你道理 不然 你把我女儿接到九霄圣地 来坐肾 洛峰理所当然道 苏慈心中一动 没有反驳 好了 说正事 洛峰神色一正 中周那条城仙路 你怎么看 有人想下接抓人 苏慈想起了之前言北所言 不错 洛峰暂许地点了点头 按照我跟福姐的几次聊天来看 我估摸着 抓的就是他 这次来 也是福姐 想让我帮他带的话 他说 城仙路这条浑水 让你别贪 其后有大恐怖 远不是凡界修士能应付的 苏慈愣住 他是关心我 洛峰又道 苏哥 你们好歹有一段过去 他想你好好地活下去 也是正常的 有些事 我说实话 咱们根本不够资格 连他都被打成 残魂落到下界了 我们顶上去 那不是炮灰呢 苏慈深吸了口气 这些事 我心里有数 那什么城仙路下来的人 难道能超越这片世界的桎梏不成 洛峰沉默 同样是地境 修行仙法 跟修行地法 含金量能一样吗 指不定人家一个 就打咱们十个 苏慈笑道 不谈这个 人家还没下来 咱们不必杞人忧天 洛峰沉生 苏哥 你真要去大闹 明初圣地 那可是被东荒天道垂青 从远古开始 就处立在东荒的古老道统 哪怕东荒天道比之中 周稍弱了些 也不是一己之力 可以攻伐的吧 这也是弗姐的意思 他想让你忍耐一下 带着他重塑肉身 可以帮你找明初圣地讨个说法 不会让你受委屈 夺女人身后 吃软饭 我是这样的人 苏慈笑了笑 我意已决 不必多说 洛峰低声一叹 而这时 苏慈突然抬头 双眸一凝 在远处天际 乌云翻涌 电闪雷鸣 大道红中现世 林敲三圣 当 当 当 洛峰愣住 天道红中 意志显化 这是要赋予天命 下一瞬 他脸色巨变 因为 他接受到了天道的指令 谁能抹除九霄圣地 除去九霄大地 东荒天道 便眷顾于谁 天命啊 洛峰眼都红了 万年来 天玄大陆 只飞升了一个人 那便是九玄仙 遵服御营 当初 他便是 炼化了中周天道 与绝路之中 开出一条仙路 飞升仙俭 现在 东荒天道主动垂青 对于一些 困于地境多年 难以寸境的大地来说 吸引力简直爆棚 苏哥 这 洛峰有些担忧地 看向苏慈 在三百年前 我定居于东荒 此地天道 就是我为毒瘤 恨不得除之后款 此次 我要杀上明初 东荒天道 忽然暴动阻拦 背后定有隐情 待的明日 我亲自踏上明初 问个究竟 谁挡谁死 洛峰悚然失色 夜半已过 苏慈独自盘息 脑子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叮 恭喜宿主 成婚第二天 奖励千年修为 千年修为 随着系统话音一落 无数精纯的灵源 充填了整片天空 之后 灵气宛若漏斗 灌注进了苏慈的体内 时间不停流逝 方圆千里的灵源 都被抽干了 无数灵草 灵雾枯死 终于 苏慈身躯中 气息爆发开来 一道威慑东荒的地影 矗立在九霄圣地之上 奥立天玄 同一时间 不知有多少古老的存在惊醒 眺望东方 地境圆满 成了 洛峰还未跑远 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 望着全身晶莹的苏慈 结巴道 苏慈 你 你走出最后一步了 苏慈眼睛睁开 点了点头 随后一步踏出 赤脚东雀 但他才刚刚走出三步 过了数百里时 面前空间忽然荡开 旋即 一道裂缝出现 裂缝中出来一位须发洁白 但体态笼中的奇牛老者 苏慈眼睛微眯 他还是低估了天道垂青的寒金亮 谁人不想当天命之子 人未才死鸟为食王 白齿干头更近一步 这值得任何人拼命 老者来到苏慈面前 面色昏昏欲睡 身上的气质 简直要压榻大抱 上古大帝 起码苏慈纵横的时候 没见过此人 老者手中拿着根竹竿 看着苏慈 你便是九霄大帝 苏慈皱眉 你是 老者笑道 昆仑 玄兜帝 第21章 展万古帝 踏明出山门 昆仑 位于中州 古圣族之一 与彭来一脉 并称三大古圣族 玄兜帝 至少是万年前的大帝 按备份算 都是昆仑老祖了 苏慈微微笑道 万古大帝 也要祈求天道垂青 何其悲哉 玄兜面无表情 顺天生 逆天王 天道留你三百年 你不仅不敢恩戴德 反而倒反天罡 本地是在替天行道 文言 苏慈差点都要鼓起掌来了 这万年老头 就是能吹牛逼 把一己撕心 形容成替天行道 那一脸赶怀苍生的样子 不去开宗立派 都白瞎了这么个好苗子 苏慈挑眉吃笑道 说完了吗 哼 看你也不堪叫化 那便拿命来 玄兜胯下轻牛一声长丝 手中长肝猛然甩出 一道丝线跨越万里 瞬间来到苏慈身旁 要把他紧紧束缚 此招蕴含大道 任性极强 正面几乎无从破解 玄兜嘴角勾勒起笑容 道 后仙时代 终究地战太少 没人知我昆仑之能 更无人为我玄兜之名 当他笑容才刚刚开始扩大时 忽然僵住 嗡的一声跨越万丈 直接撕碎了这片天地 把此地化为空间乱流 丝线瞬间迷失在乱流中 紧接着 苏慈出现在了玄兜身侧 反手一掌拍向玄兜的头颅 棒 的一声爆响 老者那尖如地气的头颅 被苏慈硬生生一掌拍了下来 以他如今的半仙之躯 这些大帝被他近身 没一个可活 玄兜面露惊恐 张嘴想说些什么 但苏慈反手 又是一掌压下 轰隆 剧长直接撵过老者的头颅 把他的神魂捏了个暴碎 躯体直接化为一团血物 消散在天地间 顺手拿走玄兜地的储物玉佩 苏慈覆手 一拳凿在远处 轰隆 空间震碎 其中大片身穿玄甲的将士 身躯破碎 散落进空间乱流之中 昆仑执法位 玄兜地把昆仑的底牌都带了出来 准备应在暗处 给苏慈来个不经意的一击 但很可惜 他错误地估算了苏慈的战力 此刻连带着执法位 通通被苏慈一扫而空 空间复原 苏慈目不斜视 继续赤脚东去 整个天旋大陆 仿佛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旋斗地弱吗 很强 算得上是一流战力的帝君 但在苏慈手中 连带着昆仑底牌起初 却撑不过一拳一掌 直到此刻 有些后知后觉的人 才知道 为何东荒天道极不可耐 想要铲除苏慈 他是真的有逆天的能耐啊 福玉盈跟在洛峰身旁 看着苏慈东去 那琥珀色的眼眸中 闪烁着意外 轻声道 他怎么这么强啊 洛峰也是亚裔无比 以前 没你的帮助 他成帝都构呛 如今竟然与天为战 福玉盈白了他眼 瞎说 苏九霄没那么不堪 以他的能力 成帝还是没问题的 洛峰叹了口气 可那是明出圣地 龙坛虎穴 残仙之影 是战力之巅 我依然不看好他 福玉盈眼中泛起一丝连衣 与天争 这条路是对的 他要是能过这一关 中周争渡 有拿到入场券的资格 落风一愣 咋咋嘴 不再多说 明出圣地 坐落于天旋大陆的极东 苏慈到来时 门口已经布满了战阵 各种陵园 剑光 符文闪烁 夜归闭眼盘坐在山门前 眼睛猛然睁开 苏九霄 你没带眼北兄弟过来 反而武逆天道 残杀大帝 苏慈却是微微一笑 百千年来 惹我的人 最终都是一泼黄土 苏某 不受任何人的威胁 夜归怒了 起身取出一柄长刀 煞时 龙吟奉笑 苏九霄 人活于世 要守规矩 要和光同尘 不然再璀璨的烟花 也终究会湮灭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同为帝 你我之间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守山先阵 且 轰隆 一束仙缘朝天而起 明出圣地山门前 化为一片白蒙蒙的仙境 高空之上 一日一月同台显现 绽放出的日升月华 全数灌入了夜归体内 与此同时 仙镇还在抽取着 圣地诸多圣境的灵源 反补到夜归的身上 与其说 夜归是尊帝 倒不如说 他是一尊汇聚全明出圣地能量的半仙 远处 观战大帝数不胜数 大道虚影 隐隐绰绰 见得此景 有几位古圣族大帝出言道 半仙之境啊 一座古老的圣地 果然非一人之力 可以攻破 明出圣地从古至今屹立不抖 抵御身后至极啊 九霄大帝 若真能击溃这明出圣地 必将玄史流明 被封为人仙 人仙 以人之躯 堪比仙之铁 这是对凡戒战力最高的褒奖 但听得此言 许多大帝都是摇了摇头 就夜归现在这气势 哪怕中周想覆灭他 也要联合数族之力 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凭借苏慈一人 难 驻足眺望身旁数个书院长老围着交谈 这苏九霄太过冲动 他还以为这是在中周 还有取愿手给他兜底呢 贸然进攻一个远古圣地 他是想绝了东荒的根 彻底自立为王 如此野心 太过宏大 就是不知过了这三百年 他的实力究竟精进到如何了 我看够呛 半仙与帝 一字之差 便是天欠啊 屈碗里摇了摇头 别说 多看 我相信他 真有都不住的时候 我还是会救他 仲长老默然 要从仙阵之中救人 付出的代价 可想而知 场中 苏慈望着夜归 念无神情 对于他来说 虽然夜归凭借着阵法的力量 拥有了半仙之力 但终究是比较虚的 而苏慈本人 则是彻头彻尾的 拥有着半仙之躯体 还是苍生战体加持 这处身体究竟有多强 苏慈还未全力施展过 此时 夜归已经升至巅峰 浑身的力量 达到他这辈子的顶点 他觉得无比的圆满 苏九霄 持我一刀 划落 刀举 刀光化为弯月 斩向苏慈的身躯 大战 一触即发 第二十二章 脱天而立 势不可挡 场中 一道刀光斩来 空间如破布斑 支离破碎 此刀 代表着夜归几百年来 被苏慈压 花痴的怨恨 哗啦啦啦 连大道都被斩上了痕迹 空中刀痕所过 空间难以愈合 此刀光之威 已然触及了天旋大陆的上限 眨眼间 刀光便到了苏慈的面前 苏慈面无神情 只是 用他那晶莹的右手 屈指弹在刀光上 以肉屈 正面对战刀光 当 的一声脆响 场中犹如飓风过劲 灵气朝夕不停席卷 苏慈虚发晶莹 浑身散发着银白的鲜光 副手踏出 未受任何伤 怎么可能 夜归愣住了 方才那一刀 他自信 能把任何地径 斩成碎渣 但斩在苏慈身上 却仿佛是斩在 远古神兽上一般 未有分毫成效 你肉身成仙了 夜归忽然面色惊恐 连连后退 知道的太迟了 苏慈冷笑 一步踏前 右手连点三指 三才点仙指 如今 苏慈调动仙缘施斩而出 可远比之前在秘境中 诛杀小辈 要凶猛得多 天才 地才 人才 三才命格调动 行天之拳 不过瞬息间 直应就到了夜归身前 激在了他的额头上 不好 夜归心中骇然至极 但苏慈调用天地命格 他必无可避 轰隆 如同允星碰撞 掀起对名 原地乍起惊雷之声 明初圣帝方圆万里 都震动了一下 许多地境目录骇然 大道烙印 都受到了冲击 圣帝山门前 更是凹陷了一个大洞 蔓延至地底不知多少里 一指 心阵破 苏九霄 难道成半仙了吗 此刻 不知有多少地境看的眼睛 都快瞪了出来 半仙 已经甚少在世间行走 每一个都是中州顶尖势力的压乡抵御 夜归身处仙阵 就算是虚假的半仙 那也是半仙啊 但苏慈那一指压下 简直要划分混沌 再造天道 远非凡人可挡 浓雾散去 夜归虚弱的身影浮现 此刻他浑身都是血 衣服 都染成了白色 心中沸腾不已 苏慈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根本就不是那个地境中期的大帝 而是一尊肉身成仙的半仙 放眼整个天玄大陆 敢说自己 与苏慈单过单过招的 估摸着都不超过五指之术 这种人 已经不是他能抗衡的了 逃 他下了决心 要逃进祖地 释放残仙之影 与苏慈于死网破 但此刻 苏慈已经右手轻指 九霄地剑穿梭而出 犹如上古天兵一般 随风而大 不过片刻 就如同一根晴天之柱 悬在整个明出圣地头上 苏慈薄唇轻斥 地剑轰得一声落下 夜归目自欲裂 转身劈出一刀 这一刀 他燃烧了神魂 金血 根骨 璀璨一击 彩霞拔地而起 绚烂无边 但很可惜 他跟苏慈差了不止一个层次 有了五经七书的加持 苏慈无论各个方面 都在半仙之中 做到了极致 一剑落下 地剑瞬间盖过了漫天彩霞 碾过了夜归的地区 砸在了明出圣地的老巢之中 啊 圣地中惨叫声刚起 但却戛然而止 整个圣地正面 直接被砸成了废墟 砸死数万人 远处 几个古圣族的大帝 身躯一软 差点瘫痪 他们方才还在密谋着 如何铲除这苏慈 为自家的老祖帝君报仇 但此刻 见到苏慈京士一战后 他们彻底服了 琳琅书院方向 几尊老头满脸猛逼 一尊巅峰帝君啊 就这么一件杀了 这可是明出圣地 屹立东方 比咱们中州的历史还悠久啊 屈碗里摇了摇头 没那么容易 九霄一剑破了明出 东荒天道必定震怒 说不定会唤醒而现 我杀了他 天道唤醒 极老面容一耸 就见远处废墟中央 一缕白色气体 升腾而起 一尊白色麒麟 显化而出 麒麟踏云而来 无数天地锁链出现 一条条大道烙印 变得真实了起来 而真实世界 却变得虚幻无比 铺天盖地的威压 直接爆发在东荒 作用在苏慈身上 以天之力压顶 苏慈右手撑开 往上一按 拖天而立 就这 苏慈冷笑 就这样拖着天 一步一步 朝着麒麟走去 洛峰眼睛瞪了出来 吓了一大跳 什么情况 天道也可抗衡 福玉莹在一旁解释道 天道 无非秩序 凡借天道 多是仙人所立 久而久之 形成的天地之灵 实力并不强 打破天道 崇立秩序 让天为自己服务 这在上界 并不算罕见 只是要小心 若是创立秩序的 那位仙人没死 就等于与他结仇了 洛峰狠狠地咽了一下口水 他一直觉得 苏慈比他强不了太多 但现在一看 自己给苏慈提鞋都不配啊 还是找个机会 把钱还了靠谱 场中 随着苏慈临近 白色麒麟 开始发出不安的咆哮 张嘴 便是吐出 秩序 两字 这两字 大道锁链遍布 代表着天地威压 代表着一方天道最高的力量 轰得一下呼啸而过 直面苏慈而来 苏慈脸色一沉 左手持着地剑 一剑刺入秩序之中 咔咔咔 双方僵持 天摇地动 群山颤鸣 苏慈缓缓加厉 秩序逐渐崩塌 轰隆 秩序两字瞬间碎脸 苏慈越过百里 一剑刺入了麒麟的右眼 哦 麒麟惨叫 苏慈左手一脚 麒麟直接被绞成粒子 化为白雾 消散在天地间 一瞬间 东荒灵气坍塌 天地嚎哭 秩序破灭 洪水逆流 秩序没了 问 身前 一道仙人之影凝聚 皱眉看着苏慈 何人回我天旋大路道统 苏九霄 苏慈淡淡一笑 苏九霄 好 我记住了 仙人之影冷声 随后身影消散 苏慈微微诧异 按理来说 残仙之影 有着一缕真仙意志 应当站立无边才是 他都已经做好了苦战的准备 但万万没想到 面前人只是放了句狠话 就火急火燎地消失了 难道是因为间隔太久 留下的力量随风而散了 与苏慈一般想法的人不熟 此刻都是猛逼地望着他 杀了东荒天道 竟然还没受到惩罚 这苏九霄 当真成了一方霸主了 他们知道 日后 天旋大路以东 九霄为尊 苏慈转身 直接朝着明出圣地 祖地而去 高染被封锁在祖地中 还有明出圣地的宝库 也在祖地内 第23章 华清上仙 中州通缉 苏慈走入宝库中 高染旁边跪着数个老者 见到苏慈 疯狂磕头 九霄大帝饶命 大帝饶命 苏慈打了个响指 几位老者就跟沙堆一般 全身崩塌而亡 高染周边的禁止 同时裂开 士族 他惊喜道 苏慈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你受委屈了 也怪我思考不周 高染脸上汗颜 苏慈笑了笑 转头看向远处 明出圣地的宝库 宝库内 灵气充盈 各种储物法宝 摆在柜子上 最刺的也是圣气 数万年的积累 正好武装我九霄圣地 苏慈满意 一幅秀 所有储物宝物 全部被他收入囊中 随后 他转身进了祖地内部 见到了一片湖泊 湖泊水是白色的 在湖泊中央 有个小岛 岛上插着一柄乳白色的小剑 仙气 苏慈震撼 一整个湖泊都是仙源 以一柄仙气作灵 背后的人 在谋划什么 苏慈一步踏上岛屿 临近仙剑 嗡的一声 方才消散的仙影 再次出现 拔不得 仙影呵斥道 苏慈没理他 继续朝着仙剑走去 仙影急道 我再次进戒玉之果 如果你拔了他 那戒玉之果 只会出现在中周 你一分好处都得不到 戒玉之果 苏慈停下了脚步 看向仙影 何为戒玉之果 仙影松了口气 戒玉之果 又称戒玉之心 谁能炼化了他 那便能彻底掌控一片戒玉 在仙之一路上 有一玉坐后盾 不仅战斗时 仙源生生不息 还能突破到无上境界 哪怕你不去仙剑 有戒玉之果在身 此方天地 就是你的后花园 足以掌控一切 简单点说 那就是当天的主人 苏慈恍然 所以你残仙之影的力量 全不用来供应这片湖泊了 仙影点头 我明华清上仙 你替我守护好此地 带得引来戒玉之果 我封你为仙将 从此逍遥天地 这家伙在这给我花大饼吃呢 苏慈嘴角一抽 问道 如果我拔起仙剑 又会如何 仙影沉影 东荒失去角逐戒玉之果的机会 只能去中州 那边是几个老家伙的地盘 别说你 就算是我也毫无机会 我看中你的战力 何则两利 怎样 苏慈了点头 向前一步 一拳轰向仙影 华清上仙怒目圆瞪 但毫无办法 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就已被苏慈轰散 他剩下的力量太弱了 苏慈拍了拍手 走向仙剑 他就算要合作 也是去找福玉莹 这什么华清上仙 嘎嘎给自己画饼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更何况 这片地方都是他的布局 自己跟他合作 无异于鱼虎毛皮 会被吃得扎都不上 拍了拍掌 苏慈走向仙剑 俯身一下拔起 轰隆隆 湖泊中的仙缘 朝着苏慈灌输而来 苏慈手持仙剑 仿佛浑身 有着数不尽的力量 难怪不让我拔 这至少是那 华清万年的积累 苏慈惊喜 感受着体内如龙得力量 实力又精进了三分 外界 在苏慈拔出仙剑之时 天地动荡得越发厉害了 中周 倒影黄黄 多数仙影降临 灵气 犹如井喷一般 东域的灵气 竟然流到了中周 仿佛是接收到了什么讯号 纷纷消失在了东荒 从东荒离开后 苏慈带着高染 回到了九霄圣地 整个圣地 一片再歌再舞 欢天喜地 无数东荒势力 排着队来进贡 从今天起 无论何人 想在东荒扎根 都绕不开九霄圣地 要看苏慈脸色 夜间 洛峰再一次来到了苏慈的后山 刚一坐下 他就火急火了道 九霄兄 中周那边的事情 你听说了没 苏慈转头 瞥了他一眼 成仙路开了 快开了 洛峰连连吸气 但这次 你可能等不上了 怎么说 苏慈笑道 你在东荒 把天道给宰了 现在中周那边 静若寒蝉 中周天道都慌了 全欲通缉你 听说连仙界都下来了人 你这次肯定是去不了了 洛峰说到一半 自己都感觉有些荒唐 太匪夷所思了 苏慈沉默 实际上 他有所预料 东荒天道 后面站着华青上仙 那中周背后的人 实力肯定不会弱于华青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首要的目标 不是自己 而是那介遇之果 这介遇之果炼化之后 可以夺得整个天旋大陆的掌控权 恐怕到那时 才是转头对付自己的时候 无妨 这事我会处理 苏慈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你有办法绕过天道 进入中周 洛峰震撼 这你不用管 苏慈笑道 洛峰看着苏慈 不说算了 你的事我也不敢管 对了 我那闲婿呢 婚礼我没来 到现在连面都没见到 苏慈不动声色 我让他闭关呢 洛峰点头 表示了然 也是 现在事到这么乱 不好好提升实力 哪怕有你庇护 恐怕都走不出九霄圣地 说到这 他眉飞色舞 说实话 那小子是不是你私生子 苏慈嘴角抽了抽 别过头 转移话题道 你女儿呢 洛峰眼中有些期盼 福姐要去中周 争什么天地至宝 我女儿肯定也要跟着去 就在明天早上出发吧 那个琳琅书院的百岛师 现在就在我玄天宗呢 白依依 苏慈脑海中 浮现出一张俏脸 当时他似乎要引荐自己 加入琳琅书院 也许 是个机会 想到这 苏慈点了点头 笑道 那我也闭关一段时间吧 洛峰顿时惨嚎 苏慈都这么强了 还天天闭关 而他这么弱 还每天抚琴弄鸟 差距太大了 第24章 仙术 仙法 混入中周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一早 兵 恭喜宿主 成婚第三天 奖励仙法 星河建决 仙法 这系统能处 上来就给好东西 要知道 在天玄大陆这么多年 苏慈只听过 残破仙法的一些信息 完整仙法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 恐怕在这个未免 是个孤本 得了星河建决之后 苏慈对此行中周 越发有信心 幻化成小苏慈 抬步朝着玄天宗走去 成仙路 戒狱之果 他一样有兴趣 玄天宗前 等苏慈到来时 骆子瑶与白依依 已经等很久了 看到苏慈 骆子瑶眼睛瞪大 啊 还有一个要加入 琳琅书院的学生 是你 是我 苏慈笑道 看向白依依 白导师 出发 好 白依依点了点头 看向苏慈 目光复杂 他已经知道 苏慈一人 斩了中州许多大势力的 圣子圣女 是个大刺头 昨晚苏慈联系他的时候 他差点直接跑路 躲去中州 但最终 还是放不下 骆子瑶这么个好苗子 也只能把苏慈也烧上了 上了琳琅书院的出行 翼寿 三人便朝着中州飞去 翼寿的速度很快 不过半个时辰 苏慈就来到了中州境遇 符合他的预料 中州天道 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系统的脱胎换骨术 把他的身份 瞒得死死的 这时 白依依走到了苏慈身旁 带着些恳求道 去了琳琅书院 咱能低调点波 苏慈笑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白导师怎么会觉得 我高调 白依依无奈 你杀了凌驾 蓬莱圣族 以及其他数个大势里的敌传 身份本就很敏感 而且 你又娶了凤凰天女 人都是有妒义 再加上你来自东荒 自然会有人不爽 苏慈愣了愣 你是说 有些人会趁机给我屎绊子 这些事 他还真没想过 他是未成仙路而来 眼光都放在地井之巅 哪里还容得下小辈 也不是屎绊子吧 白依依不知道怎么说 委婉道 九霄大地 威震东荒 他们应该不敢 拿你怎么样 但我就怕你脾气爆 乱出手 苏慈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懒得跟他们一般见识 就这群人 还不配浪费我的时间 你可千万别小看他们 白依依服额 不瞒你说 仙路开启前 要先开启仙门 这个仙门 需要小辈去开启 夺得那万年 难遇的机缘 说到这 白依依看了眼骆子瑶 片刻才到 但这件事关系太大了 已经不是小辈能抗衡的了 就我知道的 琳琅书院中 有些几千岁的长老 或是在活一室 或是斩去修为 又或是夺舍少年 听到这 苏慈脱口而出 奶奶的 一群几千岁的老头老 太去抢小被机缘 这么不要脸的 话落 远处的骆子瑶 突然眼现琥珀色 瞪了他一眼 苏慈善善 他突然发现 自己和福玉莹 好像也是这一路数 并且 人家都是什么 重生 夺赦 神魂寄托之类的昏招 自费双手 而他更加不要脸 直接全盛期的大帝 真身往上冲 总之 这一代的琳琅书院的妖孽 放在往常 每一个都能横盖一世 你要小心点 我可不想看到九霄大帝 发怒打过来 白衣衣吞了下口水 昨天苏慈脱天战 落剑灭明初 给他心中 留下了极深的阴影 恐怕几十年都消除不了 苏慈点了点头 他觉得 白衣衣说的有道理 按他的脾气 真要杀起来 琳琅书院 恐怕都会被他涂个干净 到时 非得被人赶出中州不可 能低调 还是尽量低调 念及此 他笑道 放心 只要没人惹我 我也懒得搭理他们 骆子瑶在一旁看着他 有人欺负你 你就来找我 哦 苏慈看了他一眼 看来福玉盈 拿了他的长生灵根筋 恢复了不少 不然得化 骆子瑶不能这么自信 苏慈笑道 你是想让我吃软饭吗 骆子瑶认真地点了点头 师尊说 九霄圣地的人 都喜欢吃软饭 你应该也不例外 苏慈 这时 苏慈突然发现 骆子瑶的肩膀上 有着一只袖珍小狗 急忙转移话提到 这狗好可爱 子瑶 你喜欢养狗啊 骆子瑶神色复杂的 看了苏慈一眼 我师尊说了 这狗不简单 非地竟看不到的 苏慈汗流加倍 苏慈 白导师 你看得到吗 白依依 看不到 苏慈心中大惊 但他毕竟是尊帝 表面还是波澜不惊的 与骆子瑶对视 扑齿 许久 骆子瑶一声娇笑 骗你的了 白依依也是婉约一笑 苏慈 很快 眼前画风突变 一片古老的仙府 坐落于连绵的群山之中 云雾缭绕 其建筑风格 古朴典雅 飞檐翘角 金碧辉煌 宫殿周围 齐花一草 静香开放 仙鹤在云端翱翔 林侯在树梢嬉戏 琳郎书院 到了 进了林郎书院后 白依异常低调 悄悄地把苏慈与骆子瑶 放在了一座山巅上 山巅上 几座古朴的仙府处立 收拾得很是干净 你们就在此地居住吧 这是我的道场 林郎书院内的修行圣地 诸如仙拳 空间府邸 训练宝地等 你们都可以 听到一半 苏慈直接溜进了 其中一座府邸内 林郎书院 他几百年前 也是从这里出去的 比白依还要来得更熟悉 自然不必听他的讲解 骆子瑶倒是听得很认真 也没理苏慈 跟着白依依进了另一座仙府 看来师徒两人 要好好交谈一番 苏慈进了府邸后 在房间中 摆放着一本小册子 翻开册子一看 是白依依给他提点的注意事项 以及一些不能得罪的人物 苏慈粗略地看了看 顶尖势力 除了三大古圣族 蓬莱 昆仑 豫帐外 中州还有三大帝族 分别是林家 陈家 朱家 他们把控着林郎书院的文 吴两院 在书院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嗯 势力和以前没什么变化 蓬莱 昆仑 林家 这三个 已经被我彻底得罪死了 剩下的御仗 陈家 朱家 也没什么交集 苏慈看完 合拢了册子 打了个哈欠 盘膝修炼了 对于他来说 现在只要静静地等待着成仙路开 混进去摘彩 借鱼之果即可 当然 还要保护好隔壁的洛子瑶 这丫头可不能挂 自己将来要成仙做祖 可全靠他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系统又给他发了个信息 叮 恭喜宿主 成婚第四天 获得仙法 圣扬土纳术 土纳主 修炼之法 苏慈略移运行 天地灵气 便犹如惊息一般 被他吸入体内 修炼速度 快了十倍不止 很好 也就在他刚想继续修炼时 仙府外 传来一阵哭哭啼啼的声音 第二十五章 诬陷 埋伏 算我杀的 什么情况 苏慈觉得有些荒唐 几千年来 还是第一次 有人赶在他的道场外面哭 虽然这个道场 现在只是一个略显简陋的仙府 他起身走出仙府 只见一位衣不蔽体 楚楚可怜的女子 倒在仙府门前 女子的嘴角 还有着血迹 脸上有着些许恐慌 外翼的灵气中 还带着妖气 这是被妖击伤了 苏慈畏意迟疑 上前一步 伸手要扶女子 虽然他杀法无度 动则灭门 但那是生死搏杀 对敌人的善良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在日常生活中 苏慈内心最深处的良知未敏 并不是那种 心魔入体的恶人 但就在苏慈手 即将碰到女子的一瞬间 隔壁仙府的门打开了 骆子瑶漫妙的身影走出 错愕地看了一眼苏慈 苏慈的手僵住 身前女子 眼中亮光一闪 忽然大声嚎哭了起来 苏慈 你好狠的心 把我抓来 威逼利诱了一夜 可今天一早 你竟就要把我推开 我不从 你还打我 你答应我的地级资源 却不准备给我了吗 哇哇哇 骆子瑶愣住 想起了洞房的那一天 似乎苏慈也是这么霸道 难道他真的 苏慈面无表情地收回了手 自己是想低调 但有些人的反应 比他想的还要大得多 谁只是你来的 女子哭喊 苏慈 你想让我走 也可以 把修炼到地级的资源给我 不然我非要禀报执法长老 说你强强女同学 苏慈眉头一挑 他想一掌 拍死面前女子 却又怕另一旁的骆子瑶 误会加身 给你三秒 滚 不然定叫你神魂撕裂 永世不得轮回 苏慈轻贺 女子根本不惧 反而动用神魂之力 加大了声响 救命 执法堂的人呢 这里有学生入魔 要加害我 话落 周围云雾忽然散开 数十人埋伏在云雾中 此刻笑着携手走出 苏慈呆了呆 这根本就不带眼的 明着来 为首的男子身穿锦衣 手持折扇 一副偏偏公子哥的模样 见到苏慈 他笑着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林中 是五院执法堂的学生代表 而被你凌辱之人 名为陈璐 是书院大首席陈兰的族妹 帝族 林家 陈家 苏慈笑道 我有得罪你们吗 林中笑容收起 书院外的恩怨情仇 我一概不论 就是论事 你欺骗 凌辱了陈璐小姐 在书院 已然是犯了天条 天条 好大的口气 苏慈含笑 那应该怎么处置我呢 林中笑容扩大 自然是绑起 交由长老团定夺 是逐出书院 还是凌迟处死 都会给你个明白 话落 空中出现几尊圣者 各的凶神恶煞 伯代缩链 你们查都不查 一口咬定 我侮辱了这位陈璐小姐 苏慈朝着空中看去 证据确凿 抓到现场了 还需要查什么 为首的圣者冷声道 苏慈点了点头 似乎任命一般 转头看向落紫瑶 你也这么认为的 落紫瑶微微一愣 随后 嘴角挂上一丝笑容 缓步走来 我相信你 换成苏慈愣主 落紫瑶走向陈璐 陈璐击楚道 落小姐 啪 落紫瑶一巴掌 抽在了陈璐脸上 把她抽得离地 飞起了三米 就你这样的雍之俗粉 苏慈昨晚 就住我身旁 她连我房间都没来 会隔着半个书院 跑去找你 你是在贬低姑奶奶的魅力吗 陈璐喷出一口鲜血 看着风华绝代 颜值远胜于她的落紫瑶 气愤道 落紫瑶 你敢杀我巴掌 你知道我哥是谁吗 不就是书院首席 那又如何 落紫瑶轻斥 有事让她来找我 我全部接着 一旁 林中满脸不可思议 这可是凤凰天女啊 竟然为了一个男人 如此暴躁 落小姐 书院首席天生一同 传闻是仙人转世 这份因果 可万万皆不得呀 落紫瑶不语 冷冷看了一眼林中 这一眼 林中还没什么 陈璐倒是炸了 她原本就与林中不清不楚 不然也不会为了林中 来苏慈这里演戏 但现在 她都被落紫瑶扇巴掌了 林中居然还一副 为落紫瑶考虑的暖男嘴脸 一瞬间 陈璐就气血倒涌 手中出现一柄软剑 直刺而来 她骄横惯了 自信哪怕无缘无故伤了 落紫瑶 书院也不敢动她 落紫瑶柳眉一蹴 火红长枪 顷刻出现在手中 一枪刺出 伴随凤鸣 空间泛起波澜 是 她的修为 显然不是陈璐能比的 这一枪 瞬间贯穿了陈璐的前额 从她的后脑刺了出来 陈璐大眼圆瞪 惊恐的眼前的枪柄 神魂却是早已破灭 林中一个亮枪 不可思议地看着落紫瑶 她刚才说的不够清楚吗 陈璐是陈璐的族妹 这样一枪杀了 瑶池圣帝都保不住落紫瑶 除非落紫瑶 但玄机想明白了 落紫瑶是不想塌塌这个浑水 想把这个因果 揽在自己身上 后面肯定也有福玉营的意思 要是任凭苏慈搅动风云 最后肯定天翻地覆 说不定要惊动东荒的那个 她 到时候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时 林中哆哆嗦嗦道 落小姐 现在 你闯大祸了 还是赶紧联系姚池圣帝吧 天上的众圣 亦是目光沉重 这里是琳琅书院 首席陈璐 便是最有话语权的那个年轻人 如此横行 他们不做点表态 那便是独职 以后被清算 都有可能 一旁 苏慈上前一步 抓住了落紫瑶的枪柄 右手微微一用力 碰 陈璐的头颅 如同西瓜般爆裂开来 算我杀的 苏慈仰头 看向众圣 陈璐陷害我 被我一枪所杀 还有 他转身 看向林中 林中菊花一锦 如坠冰窖 转身就要逃亡 他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跑哪里去 苏慈一声轻贺 手中长枪 如同镖枪一般 投掷而出 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扑斥一声 刺入林中的背后 庞大的力量 把林中盯在栏 一面山壁上 几位圣镜神色大变 以他们的速度 刚才竟然没有办法拦下那柄长枪 第26章 第一天 就要暴露身份 苏慈上前 一脚踩在林中头上 我问你 为何要陷害于我 林中大害 他万没想到 苏慈的实力 竟这么恐怖 连圣镜都拦不住 说 苏慈的杀气不加掩饰 林中身躯一抖 裤裆湿润 直接交代 你是九霄圣地的人 中周天然排斥 有传言说 把你赶出林郎书院 就会受天道垂青 降下降力 从此一步登天 苏慈皱眉 右脚微微用力 谁说的 林中吃痛 连连求饶 书院流言 源头已经不可查 人人皆知 你若不信 大可却问 苏慈 我作为执法堂学生代表 你若杀了我 那便是得罪了整个执法堂 但你要是放了我 我以后 为你马首是瞻 林家都听你的 我服了 真服了 苏慈冷笑 太迟了 感受到苏慈见龙的杀意 天空中的圣者轻斥 苏慈 你作为林郎书院的一员 难道也要大逆不道 学你那无法无天的九霄老祖 逆天而行 我告诉你 这里是中周 远水救不了近火 你在这里犯了事 你老祖也只能在东方跑来 为你收尸 话落 嗡一声乍响 苏慈腰间的九霄地剑爆明 无风自动 直接窜了出去 到了空中 一位透明的影子浮现 头戴地关 身姿修长 赫然是九霄大地的大道残影 残影持着地剑 羞一声穿过百丈 手起箭落 出生的圣者 眼睛刚瞪圆 便被一剑割吼 大好头颅抛飞 无头尸体轰然倒地 全场死计 远处刚赶到的白衣衣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这是什么情况 说好的低调呢 自己早上不过是出去 给苏慈和骆子瑶 记录了下学姐 中午回来 就已经看到 苏慈手任职法堂长老 这件事太严重了 已经远远超出 他能负责的范围了 圣者死亡的瞬间 空中一尊尊地影浮现 一位悬疑飘飘的老者 沉着脸望来 白衣衣拦在苏慈面前 知无道 灵红长老 被称为灵红的老者 看不出喜怒 只是看向苏慈 放了灵终 从轻发落 白衣衣深吸口气 转头对着苏慈急促道 苏慈 别杀灵终 这件事 还有回转的余地 你要知道 灵家灵坤弟子灵庆 都已经死在你手上了 灵终是灵家这一带 紧剩的骄子 在杀了他 灵家清皇不接 失了争夺成仙怒的先机 会发狂的 苏慈笑了 原来我已经杀了 这么多灵家人了 白衣衣点头 苏慈又道 我放了他 灵家就会放过我 闻言 灵红沉生 书院外的事情 灵家小辈实力不济 既往不救 这是中州大势力之间的 潜规则 苏慈点了点头 若是每一代小辈之间 杀伐都结仇 那中州几个大势力 早已不死不休了 不可能和睦共治 换句话说 年轻天才 在那些真正掌权人眼中 分量不算重 但起码不能连根拔起 全数杀光 这是刨根 苏慈笑着道 那他社局诬陷我的事 就这么算了 灵红道 不算完 你杀了陈璐 自然会有人找你算着 而且你无视书院律法 杀了执法堂长老 也要受到惩戒 至于诬陷一事 我会查个水落石出 还你个清白 你是说惩罚 苏慈失笑 真当苏谋可欺了 话落 苏慈右脚一沉 噗 对一声 头颅爆开 在所有人惊悚的目光中 苏慈当着己尊弟的面 一脚踩死了林中 啊 骆子瑶都吓了一跳 原本双方谈判 他还以为苏慈会服软 只是在争取利益呢 没想到自始至终 苏慈都没打算放过林中 只是细耍那林红 顺便看清白衣的立场罢了 测试结果他很满意 对白衣很满意 这时候的白衣 浑身颤抖 但还是拦在苏慈面前 颤巍巍道 苏慈是我弟子 由我引荐而来 我也有罪 请长老责罚 林红勃然大怒 白衣 你们白家 不过是墨流家族 敢接我林家的怒火 林红取出一柄战锤 整个身躯暴涨了十倍 震怒道 地不可辱 而等小辈 让我动怒 白死不足惜 话语一落 他便一锤砸下 锤头犹如星辰般硕大 一锤砸实的话 苏慈所在这座山峰 恐怕都会湮灭 苏慈身前的地溅温明 但他还未出手时 空中突然浮现出一面镜子 镜子中出现一双仙手 拖住了锯锤 同时 瑶池圣主的声音响彻 林红 你想杀我女儿 信不信我把你们林家总固围了 你 林红怒急 我族弟子死的 你女儿就死不得 瑶池圣主赤道 你族弟子 都是同被对战而死 既不如人怪谁 但你个老不死的下场 未免太难看了 林红深吸了口气 冷静了下来 行 你女儿我可以不杀 但那小子 违反书院规则 我拿下她 公事公办 可有不妥 扯出书院大旗 瑶池圣主犹豫了下 林红 我警告你 苏九霄很喜欢这个小辈 连九霄地剑都给了她 如今苏九霄威震东荒 你要不怕的话 大可以试试 林红吃笑 怕 我怕什么 这里是中州 苏九霄手在长 还能伸到这里不成 随你 瑶池圣主声音消失 林红宁笑看向苏慈 苏慈无奈 刚来第一天 就要暴露身份 看来想进城仙路 要另寻她方了 这林家 老是给她使绊子 找个机会 要把他们连根拔起 下了决定 苏慈身前地剑悬浮 而她整个人踏天起 脸上有着不怒自威的气质 骆子瑶在旁边紧紧盯着她看 一边眼神是琥珀色 一边则是黑色 显然 两女都在聚精会神 林红差一道 小贝 骨头倒是硬 难怪敢一人 从东荒来中州 但很可惜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骨头和尊严是 没有用的 他们只能加快你的死亡 话音一落 她举起锯锤 就要砸下 但下一瞬间 她的身躯忽然僵住 远处 一叶金榜缓缓飞来 在金榜身后 还跟着十数位金童玉女 在玉女中间 一位绝世风姿的少女 仪态万千 打开金榜 看向林红 道 屈愿首有令 特殊时期 小贝之间的事情 执法堂不得插手 为者 下掉职位 逐出琳琅 第27章 相约 生死战 屈愿首 文怨愿首居晚烈 苏慈带住 原来自己 还有这么个后台呢 而那角色少女 苏慈也认识 正是在东荒节时的 跟骆子瑶是好闺蜜的秦玉墨 但这家伙 不是待在瑶池圣地的吗 怎么跑来琳琅书院 给文怨传圣旨了 那边 林红满脸不可置信 许愿首 如此离经叛道之徒 你要保住他 啪 那金榜无风自动 瞬间穿过百丈距离 一下扇在了林红的右脸上 场中 一道虚幻的身影出现 屈婉里冷声看着林红 蠢货 苏九霄已经军临东荒 你若拿下了这位苏小友 引起两欲大战 谁来担责 林红愕然 中周天道 不是还在通缉苏九霄吗 他来了之后 正好拿下 取悦天道 不是快栽 快栽你个头啊 屈婉里恨不得一脚踹死林红 苏九霄是一位半仙 半仙 现在成仙路马上要开了 谁会分出精力 去应付苏九霄 你们林家打包一起上购吗 啊 林红嘴唇苍白 不靠琳琅书院 以及中周天道 只靠林家 那不是送人头吗 屈婉里亨生 为今之计就是尽量安抚 避免与苏九霄产生冲突 同辈对战 若是苏小友输了 那苏九霄没话讲 但要是以大欺小 到时我也保不住你 说吧 他转头看向苏慈 苏小友 替我跟苏九霄问个好 琳琅书院随时欢迎他来做客 苏慈点了点头 没什么反应 屈婉里的身影 消失在了空中 林红几人对视一眼 满脸不甘地离去了 远处看热闹的一些学子 先是目录 敬畏地看着苏慈几人 随后一溜烟的全散了 周遭变得空荡荡 骆子瑶长松了一口气 好奇地看着苏慈 刚才你真想跟一尊帝对战啊 苏慈转头 笑道 你觉得我有那个实力吗 骆子瑶多呢 那我怎么感觉 你刚才战意满满 苏慈打了得哈哈 看向骆子瑶 有曲院首背书 现在咱们横行无阻 跟我逛逛琳琅书院 嗯 骆子瑶原地矜持了一下 督着粉唇 陪你逛逛可以 但我还生你的气 你不要忘了 苏慈失笑 直接牵起了他的手 朝着远处走去 秦玉默迎面而来 嘴里嘖嘖地叹道 好一对生死相依的小夫妻 刚才面对地族 竟都争相送死 保护对方 看得我眼红死了 呀 骆子瑶脸颊羞红 刚才他的行为 一半是他自己的想法 另一半当然也是师尊指令 但这些事 却是不能跟秦玉默说的 秦玉默 你跟曲院首的关系 苏慈笑着看了他一眼 他是我表姨呀 秦玉默贪手 你没发现 我其实地位很高吗 在东荒的时候 我出行都是做地连 没人敢动我 长生连的份额 也没人敢跟我抢 我甚至都可以直接做主 把份额让给子瑶 苏慈竖起了大拇指 厉害 第二代 转头 看向骆子瑶的侧脸 你也是 骆子瑶甜甜一笑 身为第二代 更要努力 不能让族人丢脸 压力很大的 说到这个 秦玉默急忙摆了白手 求饶道 别说这个了 你们要逛书院 那我做导游吧 书院五绝景 云海 碧波 星辉 我都很熟的 苏慈点了点头 也好 几百年没来 他也想重温故地 在这里 曾经发生过太多事了 一上午的时间 就在快乐游玩中度过 要不说 旅游是贴近关系 最好的润滑剂呢 此刻的骆子瑶 跟苏慈的隔阂 明显少了许多 勉强能算得上 朋友 临近中午 苏慈与两女 吃了一份仙枝甘露 一位侍女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禀报道 小姐 出大事了 慌里慌张 秦玉莫冷声 对待苏慈 她可以和颜悦色 但对待这些侍女 她还是有着 高高在上的第二代的气场 这是长久养成的习惯 侍女郊躯一抖 跪了下来 书院首席陈兰 摆下生死擂台 邀苏圣子一战 秦玉莫脸色一变 骆子瑶放下了勺子 手中长枪浮现 我去 苏慈拉住了她的手 笑道 人是来找我的 你去干什么 骆子瑶道 我认识陈兰 她的右手戒指中 封印着一尊大地的残魂 你没有胜算的 苏慈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你师尊吃了长生灵根筋 恢复了几成力 一成吧 骆子瑶下意识答道 玄机晶衣不定地看着苏慈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苏慈笑了笑 没正面回答 总之 这件事你别管了 我自己来 骆子瑶想了想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盒子 递给了苏慈 这是地品丹药 瑶池金丹 你拿着 关键时刻吃了 能保命 苏慈接过丹药 放进储物宝物中 算起来 这是骆子瑶给自己送的第一个礼物 自然没有标的道理 随后 苏慈转身 朝着琳琅广场走去 两女跟着苏慈 在后面 不知窃窃私语些什么 很快 苏慈来到了琳琅广场 这是一座极大的广场 在中间摆着一块巨大的零石擂台 纵横树里 两旁天空 许多仙府悬浮 陈兰立下生死台 约战苏慈 旷是大战 几乎琳琅书院中 有头有脸的年轻一辈都来了 第28章 规则漏洞 收缴长辈信物 一座奢华的仙府中 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俊杰 正在下棋 男子有着一瞳 瞳孔是一个狐狸的样子 颇为神异 此刻他一副蜘蛛在握的样子 看向窗外 眼睛一亮 到收网的时候了 不就死了个弟弟吗 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 欧阳明笑了笑 随待 昆仑死了个老祖 你们就当没发生过事一样 随待白了他一眼 老祖跟咱们 差了多少辈分 又没什么亲情 论起报仇 也轮不到咱们 更何况 东荒现在已经成了绝对的禁区 谁敢过去报仇 既然虚无缥缈 不如就此结果 还能活个自在 欧阳明笑容收敛 你确实可以这样 心中无仇恨 但我弟弟欧阳轩 是实打实地 被这苏慈打死的 当时看到的散修不计其数 这是一笔血淋淋的债 随待叹气 所以 你就散播谣言 说天道排斥苏慈 谁杀了他 谁就能得到天道眷顾 欧阳明神色一素 谣言起于人心 是大家都愿意相信这个答案而已 我不过是在后面推了一把 算不上主手 随待扁了扁嘴 论起辩论 师哥 我都不如你 但你还是小心扁多好 别让苏慈知道你的存在 欧阳明笑了 苏慈 他能过眼前的观吗 你别说 这场战斗 吸引来的人 当真不少 随待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给年轻一辈排了张五榜 陈兰我记得排第一吧 来看的人当然多了 对 欧阳明点了点头 递出了一本册子 笑道 原本陈兰很无敌 但现在 在五榜中 他只能排在第五名 在他前面 不是老帝君转世 就是巅峰盛进夺赦 总之 全是将尾打击 已经不能算是小辈了 说到这 他忽然眼睛一瞪 看向远处空中 在那地方 一位年轻修士 双手抱肘 悬空而立 目中满是沧桑 正静静地看着场中 宇文波 他怎么来了 他对小辈的战斗也有兴趣 宇文波 五榜排名第一 随待翻了翻五榜 美眸一缩 宇文波是五院的 一位巅峰大帝转世 要去成仙路上 做第一个急仙峰 这在书院中 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只是没想到 连他都清零现场 观看这场生死战 欧阳明突然道 你说 要是苏慈赢下这场比斗 宇文波会不会亲自下场 随待白了他一眼 他可是一尊帝 怎么可能下场完 小辈的过家家 随后 他一惊 等等 你是说 苏慈能赢陈兰 欧阳明嘴角勾勒起 一抹阴朗的笑容 智者千绿 留好退路 我想想办法 必须封死苏慈的一切后路 随待焦躯一冷 有些害怕的 看了一眼欧阳明 这家伙 歪脑筋太多了 此时 一位身披战甲的老者 出现在了场中 他身上散发着地威 显然也是一位 举足轻重的长老 老者看向苏慈 与盘西的陈兰 道 我叫孟伟 五院长老 今天做你们的裁判 可有意义 苏慈跳到了广场上 摇了摇头 陈兰睁开了双眼 眼神中闪烁着精芒 看着苏慈 伤我足妹 不打算给我个解释吗 苏慈面无表情 你算什么东西 要我给你解释 配吗 此言一落 周边顿起哗然 他们多数都是陈兰的支持者 此刻见到苏慈这么嚣张 顿时 有些震怒跳脚 陈兰嘴角一勾 你很张扬 也许我们是同类人 如果没这档子是 我们说不定能做个好朋友 废话真多 苏慈皱眉 陈兰摇头 苏慈 我知道你身上有九霄大帝的配件 而我也有着 一位帝君的残魂在身边 这终究是外力 生死战 考验的是我们自身的实力 可敢卸下外力 仅凭自身实力一战 当然 这也是琳琅书院生死战的规定 裁判孟伟 亦是点头 扔出一个水晶箱 这是地气天吟宝箱 能屏蔽地气 与你们自身的关联 把长辈的东西交出来 凭各自实力一战吧 话落 陈兰起身 把右手的戒指抛向了水晶箱 亮光一闪 戒指宛若凡物 静静地躺在箱子中 苏慈笑了 这是他最讨厌琳琅书院的一点 钻规则的漏洞 为自己创造利益 显然 陈兰的残魂 完全不能跟自己的地剑相比 他们是想先卸甲 再杀人 孟伟催促道 苏慈 生死战 必须靠自己 否则视为投降 苏慈笑道 好 给你 问 对一声 地剑飞出 坠入水晶箱中 远处先浮 随带醋梅道 收脚底牌 这是比武规则 但现在 这场是生死战 又不是寻常比斗 如此欺压着苏慈 真不怕曲院守震怒 欧阳明神秘一笑 邪电 魔窟 腰于五十 皆有代表前来琳琅 院守此刻正在谈判 这也是陈兰感发难的重要原因 古语言 兵贵神速 只要木已成舟 曲院守就算震怒 也惩罚不了太多人 这个苏慈 不能让他再发育了 东荒不能有两个九霄大地 随带眨白了下美眸 没有说话 心中依旧震撼 生死台上 苏慈副手 是以陈兰出手 陈兰面容一尘 一身达到法相巅峰的修为 肆无忌惮地席卷而出 他比苏慈年龄大些 又收到地族陈家的亲力培养 年纪轻轻 就差一步入胜 反观苏慈 只有神通镜巅峰的修为 站在陈兰面前 气势无疑弱了一劫 差了一个大境界 某处高台 秦玉默眼中担忧之色引现 陈兰比你夫君大了十岁 修为高太多了 这生死战太不公平 骆子瑶想了想 道 苏慈吸收了长生莲 这是近期出土的第一个仙物 他的战力 应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看着便是了 秦玉默点头 你分析的也没错 吃了不死仙药 他这一生都不会平反 台上 陈兰见苏慈对自己的气势无动于衷 眼神一眯 手中出现了一柄长个 同时他一声咆哮 远处空中 坠下一条长着翅膀的幼龙 陈兰跨上幼龙 战甲披身 气势更近一步 半只脚跨入了圣极 视为半圣 在场众人皆是目光凝重 圣明之下无虚事 陈兰这个书院首席 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 第二十九章 我右后手 老祖救我 苏慈 我也不欺念 亮兵认吧 陈兰化为龙骑士 气势一变 变得张扬跋扈无比 一副是天下众生于无物 自有一股无敌之气 苏慈摇头失笑 在比武台上 找到了一节枯枝 捡了起来 以枯枝做兵 拾面全副武装的陈兰 轻视之意 不言而喻 仿佛是收拾一个幼小顽童 这副做派 比陈兰更张扬 更跋扈 好嘴个苏慈 陈兰健壮 热血倒勇 差点坏了道歇 我的武器 被你们限制了 只能用这个枯枝了 苏慈表情平淡 出手吧 拿并来 陈兰再也忍不住 骑着幼龙直冲天际 翱翔高空 他在启示 大约离地万丈之后 陈兰浑身的陵园 调动到了一个极点 俯冲而下 天龙冲锋 这就是陈家的天龙裂空吗 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观众眼中 他这一击 仿佛是陨石天灵 霸道刚毅无边 在空中划过一道火光 宛若流云飞秀 直接朝着生死台上撞来 生死战 不是搏斗 也不是比拼 这一击 寻常圣境都很难接下 苏慈 小心 秦玉默在高台上 忍不住惊呼出声 但声音还未传达到 就见苏慈轻飘飘地滑出一箭 这一箭 速度很慢 看似软弱无力 实际就是快到极点的视觉欺诈 在那一瞬间 苏慈起码展出了万箭 陈兰御龙 刚刚冲入生死台 高空百丈 身前空间忽然爆裂开来 一片星河虚影浮现 无数星球在其中沉浮 仿佛真的把某处宇宙奇境搬到了此处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剑法 陈兰嘶吼 他觉得 苏慈最多只用了神通镜巅峰的力量 和他远远不在一个量级 但眼前的星河袭来 仿佛阻隔了 他与天地的沟通 层次差得太远 啊呀 陈兰怒吼 手持长歌 与一个个化为星球的剑气对碰 终于 在对碰万次之后 剑气消失在了他的周围 但他心思才刚刚一松石 面前星海中 突然跃出一修长的身影 身影手持枯枝 足下缩地成寸 一剑斩来 吃 哦 这一剑 先是幼龙翻腾咆哮 合拢翅膀去挡 但苏慈此剑斩来 犹如刀切牛油 无坚不摧 顺滑地切开了 幼龙那肩如盛气的双翅 随后毫无组织的一剑 割过陈兰的头颅 扑痴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陈兰的头颅飞起 血液如同全眼一般的 朝外喷涌着 所有人都惊住了 空气中的氛围仿佛凝固 他们很确信 刚才苏慈的灵气波动 只有神通镜巅峰 越一个大境界 一剑秒杀书院首席 这苏慈 强得不像年轻小辈 骆子摇滑地一下站了起来 脑海中满是疑惑 心道 世尊 你看得出刚才是什么剑法吗 浮玉营震撼道 不是凡间之术 那是仙法 这苏慈另有奇遇 难不成也是一尊仙界的大能转世 仙法 骆子摇眼中 忽然冒出光亮 心中对苏慈 产生了思思崇拜 以至于那天夜里 被苏慈强辱的憋屈 都冲淡了些 世尊 苏慈好强 要不要把你的事情告诉他 恋爱脑 浮玉营沉默片刻 道 他还差得远 远处 苏慈手持枯枝 枯枝上 还滴着鲜红的血液 他转头 看向陈兰的尸体 眉头微皱 他刚耐一见 并未斩去陈兰的神魂 这说明 陈兰神魂中有宝物 起码也是一个地气 或者是地境的残魂 哦 幼龙飞起 捡起陈兰的头颅 安回了无头尸体上 陈兰缓缓爬起 一些陈兰的粉丝 心中尝出了一口气 就差一点 他们心中的信仰就破灭了 被一个东荒来的 乡下人 击溃 苏慈 陈兰话语 犹如来自十八层地狱 冰冷 恐怖无比 他的脸上一片血迹 唯有牙齿泛白 是你逼我的 今天这一战 其实结果早已注定 东荒 不配参加成仙路 不配分这个蛋糕 苏慈咧嘴 这是陈家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 陈兰不语 忽然全身毛孔大开 白光绽放 他的瞳孔变成白金 声音变得苍老 小娃娃 亲手捏死一个绝世奇才的感觉 我已经很久没享受到了 顺便 把你的术法 也一道交给老夫吧 苏慈无语 转头看向裁判孟伟 这不算违规 孟伟笑道 这是密法 不算违规 训私舞弊 远处 秦玉莫大喊 孟长老 你太偏向陈兰了 怎么当裁判的 孟伟充耳不闻 比赛继续 满场寂静 有些学员低声道 这 是不是太过分了 有学长呵斥 不想死的话就闭嘴 安心支持陈兰首席就完事 原先的学员 瞬间不敢说话 他们身份卑微 本身就没有话语权 最多吐槽一下心里所想 多避避几句 今天苏慈的下场 就是明天他们的下场 哄 场中 陈兰欺身而尽 一拳锤向苏慈 苏慈抬剑一挡 枯枝瞬间被凿烂 他本人也被打飞了树掌 微微皱眉 对面的老不死 明显不要脸 直接动用圣级凌元来锤他 而他动用神通境巅峰的实力 哪怕用星河剑法 都赢不了 双方凌元差太远了 来啊 陈兰哈哈笑道 苏慈背着手 难怪要收走 我的九霄地剑 这手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是让你们玩明白了 既不如人 那就乖乖趴着 陈兰大喝 既 苏慈倾笑 我已有后手 老祖救我 老祖救我 一瞬间 全场宛若时光暂停了一般 所有人的面容 都陷入了呆滞 陈兰全冲的身子 啪 一下杀主 激起尘埃无数 苏慈的老祖是谁 九霄大帝 东荒霸主 天玄大陆明面上的半仙 刚垂了东玉天道 养了明出圣地的绝世狠人 苏慈一个小辈 难道能召来 那等无敌之人 九霄大帝 可是被中周天道通缉啊 他会为了一个圣地后辈 孤身冲中周吗 不可能吧 虚张声势 这苏慈 要是能召唤来九霄大帝 那事情就大条了 书院如此不顾身份 欺压小辈 只怕会开战 许多人 表情都是殷勤不定 哪怕是孟伟这位 已经成帝千年的老者 此刻都是神色紧张 一位半仙 谁不怕 第三十章 对峙 一拳抱头 陈兰白金色的瞳孔 缩成真形 连连后退 但左等右等 不见纤维 却见苏慈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个名字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中周鼠辈 看来也只能阴侧侧的 做一些下流之事 你 陈兰大怒 自觉被羞辱 小娃娃 敢跟爷放空成绩 我会把你的皮扒下来 把你的神魂点上天灯 日日虐待 孟伟等弟 倒是大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微笑 这九霄圣子 联系不上九霄大帝 才是天大的好事 省得他们担惊受怕了 某处高台 骆子摇街吧 面部表情整个垮掉 啊 啊 啊 这种时候 他怎么还续张声势的 秦玉莫一屁股坐地上 拿起一个神文 口中急急念叨 完了 联系不上表姨 他好像在接待贵客 这下真完了 场中 陈兰摩拳擦掌 露出宁笑 缓步走来 苏慈看着陈兰 叹道 唉 身份 背景 随后 他右手打了个响指 啪哒 书院祖地 一座灰红大殿 正面书写着 荣誉殿 在殿中 有着许多木牌 共分四层 第一层 唯有一个名牌 上面镌刻着 天路上线 而在第二层右边位置 一个书写着 九霄大地 得木牌忽然裂开 瞬间 帝威席卷了整个琳琅书院 一道虚影 从荣耀殿中跃出 眨眼间 降临到了琳琅广场 刷 同一时间 七八道地影浮现 皆是目录凝重 如灵大敌 梦尾瞪大了双眼 看着虚影 震声道 九霄大地 竟然还有大刀烙印 留存在书院中 九霄大地 真来了 陈兰一个亮枪 跌倒在地 浑身发颤 轰隆隆 中周天道震怒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 瞬间变得电闪雷鸣 各类神兽 先受虚影 在虚空沉浮 大道仿佛要压迫而下 动用无上伟力 驱逐苏慈 梦尾上前一步 沉声道 苏九霄 你还敢来中周 苏慈冷眼 苏某哪里去不得 梦尾深吸了口气 你不过是一个大刀烙印 还想干涉我书院 那是不成 苏慈哈哈一笑 伸出右手 化为擎天剧长 压迫而下 梦尾面色大变 与周深的七八位帝军携手 使出了吃奶的净对抗 一时之间 五光十色的采光 冲天而起 但却完全无法撼动那剧长 剧长不受阻碍地压下 啪的一声 把梦尾轰进了地底深处 不知多少里 在琳琅广场上 留下了一个 直径长达万丈的掌印 几乎要把广场都压塌陷了 这一刻 琳琅书院重地才发现 能军临东荒的苏九霄 战里究竟多么变态 常人绝不可跌 呼 梦尾冲了出来 浑身都是破洞 地血如流水般低落 苏九霄 你敢在我琳琅书院动武 他大声嘶吼 苏慈伸手 掐住了他的脖梗 天道咆哮得更凶了 与此同时 书院祖地中 一道半仙气息再复苏 更远处 亦是有无上意志的目光投来 琳琅书院 真想跟苏某闹翻吗 苏慈大鹤 遥远的东边 裂开一道空间巨凤 内里传来暴力的气息 仿佛有旷世先尊 要跨域而来 中周天道暴动 发出迷迷天鹰 整个中周的灵气 都陷入了狂乱之中 远处 住手 屈婉里脸色铁青 拦在了苏慈大道烙印面前 苏九霄 先放手 我一定跟一个交代 交代 苏慈冷笑 我看你们琳琅书院 是想跟苏某撕破脸皮 鱼死网破 打到天道云灭 才愿罢休啊 听到天道云灭时 整个中周的乌云 明显翻涌了一下 屈婉里面色铁青 包你满意 苏九霄 你还不相信我吗 苏慈微微点头 松开了抓住孟伟的手 孟伟眼中满是惊恐 苏慈的一个大刀烙印而已 他竟然完全反抗不了 这位东荒霸主 比传说中的还要强大 屈婉里转头 看向四周 谁能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愿手 我来说 高台上 秦玉莫飞身而起 到了屈婉里身旁 窃窃私语 屈婉里越听 面色越铁青 转头看向孟伟 谁让你这样 当裁判呢 谁赋予你的权利 琳琅书院 有给你颠倒是非 逊私舞弊的权利吗 划落 他取出一只 欠着红鹰的飞刀 隔空一扔 啪 飞刀直接没入了孟伟的额头 孟伟惊恐至极 他身上的力量 开始慢慢地消退 从地极中境 摔落到了地极初期 到了最后 跌落下了地剑 屈婉里斩去了 他的大道连剑 这对于一尊 高高在上的地来说 无异于是 斩去了他的四肢 很难接受 愿少 孟伟面如死灰 感觉前路没了光明 但他心里也清楚 屈婉里是在救他 以传闻中 这位九霄大帝的脾气 自己若没有受到强硬的惩罚 今天是必死无疑 天道再庇护也没用 死在苏慈手里的帝君 实在太多太多了 他是整个天玄大陆 唯一一个 敢肆意涂地的人物 屈婉里看向苏慈 苏九霄 你看这个结果怎么样 既惩罚了孟伟 也没让天道暴动 苏慈面无表情 眼前这个结果 他还是能接受的 但还不够 屈婉里醋眉 地上 苏慈本尊往前一步 缓缓走向陈兰 十余为帝君在场 更有无上存在目光注视的情况下 苏慈走到了陈兰身前 咧嘴一笑 陈兰满脸惊恐 他体内的地境残魂 早已吓得躲了起来 苏慈 你想干什么 苏慈道 把未完的生死战 打完 这么多长辈在场 你还要见血不成 陈兰连连后退 早已失去了斗争的勇气 哪还有半点书怨大首席的模样 苏慈轻笑 我听说你之前对我取了子瑶 有所不满 陈兰眼睛微缩 这种事情 他只在私下里表露过 不知是哪个狗日的 给他泄露出去了 苏慈 你想好了 这么多地境看着 大部分都是我陈家交好的长辈 你如此嚣张 以后在书院 定会激起逆反心理 你会遭到抵制的 你 他还欲再说 苏慈已经举起了右手 琥珀色的陵园覆盖旗上 一拳轰出 碰 失去了地境残魂的帮助 陈兰的头颅 宛若西瓜一般爆开 随后化为了一团血物 死到临头 还威胁我 真是娇声惯养 苏慈摇头失笑 杀死陈兰 和杀死一只蚂蚁一般 微不足道 之后 他转头 看向屈腕力 直面这位文怨愿手 平静道 如陈兰所说 此目无尊卑 触发书院律法 愿手可要处置我 一瞬间 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屈腕力身上 这么多地境在场 无论如何 都轮不到苏慈一个小辈 来动用暴力 按照书院法律 这是极其严重的过错 直接驱逐出院 都是有可能的 第31章 书院妥协 首席大弟子 如何处置 这是一个难题 完全不处置 这无异于孤膝养奸 是对书院律法的一个崩坏 但苏九霄的大道烙印 就在现场 处置得很了 苏九霄跨域而来 后果更是难以承受 最好的结果 便是不痛不痒的呵斥几句 施加一些随时间 自然消散的缓刑 结果此事 双方面子都好看 许多地境长老 心中都有了 最佳的处理的方案 但场中 屈晚里沉吟片刻 做出了一个 所有人的想不到的决定 苏慈通过生死战 胜了书院首席弟子陈兰 证明其过人的天赋 以及战力 本作宣布 从今天起 苏慈就是书院新一人大首席 统领所有弟子 哗 全场哗然 不只是几个地境恶然 许多圣境长老 甚至一些弟子 都是瞠目结舌 以续致见 但今天的事情 仿佛告诉了他们 这个世界上 拳头才是一切 背景应到一定程度 律法 只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衣服而已 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苏慈也有些错愕 这首席 他不想当啊 但屈晚里 非要卖他人情 他也只能点头接过 起码 从今天起 在书院中 是彻底横着走了 书院首席 权柄还是很大的 这时 书院祖地的一道意志 覆盖来 九霄 谈谈 苏慈虚颖看向远处 目光有些复杂 随后摇了摇头 撵了 说吧 虚颖座云雾消散 算了 苏慈的大道烙印消散后 屈晚里恢复了 不怒自威的模样 朝着众人喝了一声 瞬间 此地坐鸟受散 苏慈拿回九霄地剑 招呼着秦玉墨 与洛子摇 三人朝着白衣的道场走去 许多和苏慈一个方向离去的学员 此刻神色各异 没有人想到 这位来自东荒的少年 竟是一条过江猛龙 他们原本对于陈兰的崇拜 多是来源于实力 以及背景崇拜 但此刻 苏慈踩着陈兰上位 让他们把崇拜转嫁给了苏慈 甚至比原本更狂热 远处仙府中 随带看着苏慈远去 眼中还有些鱼精未消 真没想到 这个苏慈竟然这么强 而且背景印得吓人 说他是九霄大帝私生子 我都信 欧阳明看着窗外 那双翼同中满是不甘 怎么可能 随带笑道 这个仇你是报不了了 人家现在是大首席 书院学员之首 权力地位高着呢 不 一定有机会的 这个世界上 没有堵死的路 欧阳明死死地盯着窗外 突然 他看到了一个身影 顺着苏慈的方向飞了过去 视语文波 他的居所 并不在那个方向 欧阳明眼睛一亮 他是去找苏慈了 随带一愣 他一个大帝转世身 跑去找苏慈干什么 难道要同进一战 为琳琅书院证明 欧阳明笑道 有这个可能 他可是书院老牌大帝 见到书院法里崩坏 肯定是看不下去了 应该有好戏看了 随带扎了下嘴 跟上去看看 欧阳明摇头 不跟 等消息 若是没打起来 我再去焦把火 随带打了个寒战 再一次觉得 身边的男人 恐怖 说此领着秦玉默 与洛子摇 一边看书院的风景 一边往回走 两女都没怎么说话 目光中满是狐疑 打了个响指 九霄大帝 就跨玉来站台 这到底是什么身份 秦玉默觉得 自己哪怕 把手指打折了 屈腕力都不会来 给他站台 也就洛子摇比较受宠 有可能叫来洛峰 或者是摇持圣主 两女疯狂头脑风暴 就这么一路沉默走着 临近居所时 洛子摇突然出声 苏慈 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苏慈后背一凉 怎么可能 我的来历 出身 一查可知 清清白白 洛子摇哼了一声 有九霄大帝 做伪证的话 什么出生来历 都可以随便造假吧 苏慈嘴角抽了抽 还是得低调 身份不能轻易暴露 洛子摇和福玉莹 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这时 秦玉默突然道 苏慈 你现在虽然是咱们首席 但也树敌许多 这个时代不同往常 有着很多 不寻常的顽固小辈 我今天看到好几个年轻人 都神色不善呢 无所谓 苏慈耸了耸肩 他当了这个首席 也不会管书院中的任何事情 更不会跟任何人接触 安心等到成仙路 苏慈 你要上点心啊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些老一辈的帝君 谁知道 他们会有什么阴谋手段 真要对你出手 麻烦不小 嗯 苏慈漫不经心地应了声 旋即 他的脚步一顿 因为 他的身前 不知何时 已经多了一个身影 来者身穿轻衣 悬空而立 目中满是沧桑 仿佛把天地治理都已看破 请 洛良女 瞬间脸色大变 宇文波 一尊大地转世 说什么来什么 真糟糕 有事 苏慈神色平淡 宇文波落地 一步一顿地走到了苏慈面前 他比苏慈还要高一个头 整个人看起来极为壮硕 面容也是那种十分刚毅的样子 再配合上他的名气 洛子摇健壮 都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秦玉墨意识嘴唇发颤 两女都意识到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但下一瞬 两女的面容忽然变得呆滞无比 只见宇文波忽然 哄 得一声跪下 面容变得凄苦不堪 一个壮硕的大男人 突然泪如雨下 不笑弟子宇文波 见过恩师苏九霄 苏慈 宇文波不停地磕头 恩师离开书院的这些年 我不停地寻求仙道 寻求突破 想要以武破镜 证明恩师的清白 但弟子实在愚钝 各种龙坛虎穴 都走了个遍 还是卡在大地圆满 无法寸进 成仙路易有苗头 弟子便坠入轮回 众活一世 以望成仙 没想到此生还能再见恩师 求恩师准许宇文波尽笑 苏慈嘴角不停地抽搐 右手悬空 扶也不是 不扶也不是 身后 骆子瑶的眼睛 完全化为了琥珀色 一道冷郁的气质 从她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第32章 你口中的苏慈 是我最尊敬的人 你认错人了 苏慈头皮发麻 她已经感觉到了 如芒在背 浮玉营在盯着她 恩师神态 一举一动 刻在我心 宇文波绝不会认错 宇文波狠狠地磕头 长扶不起 苏慈真想一脚 给她踹到山脚下去 没眼力尽呢 浮玉营看向宇文波 你确信 眼前人是你老是苏九霄 宇文波抬头 眼泪流淌得更欢了 师娘 浮玉营目光一沉 你叫我什么 宇文波一惊 那种熟悉的压迫 让得她浑身僵硬 不敢多发一言 随后 浮玉营看向苏慈 苏九霄 苏慈双手连摆 认错了 绝对认错了 浮玉营就这样 一直盯着苏慈看 只把她看得神情 都不太自然 眼神都飘忽了起来 随后 她深深看了苏慈一眼 娇哼了一声 转身飞离 苏慈吸了口气 踹了一脚跪地的宇文波 赶紧给老子滚 救她娘的 知道坏事 说你认错了还不信 以后别来见我 踢完 苏慈朝着自己的居所飞去 留下宇文波一脸猛逼 看向秦玉萌 莫儿 什么情况 秦玉萌比她还猛逼 天真无邪地眨了眨眼 宇文叔 讲讲 宇文波 宇文波满脑子问号地往回走 没几步 便碰到了欧阳明与随带 欧阳明上前一步 道 帝君去何处 宇文波看了他一眼 有事 欧阳明 啪大 一下打开了折扇 帝君听我一言 今日在琳琅广场 东荒苏九霄 以及那小辈苏慈 以施压人 威迫书院 斩首首席 便去梦为帝君之道果 何其可恨 我们都是中州之权贵 可东荒贼子 如此败坏刚常 逆道而行 视天道秩序为无误 宇文波皱眉打断 我不读你那圣贤书 说重点 欧阳明恭敬一搭手 慷慨激昂 欧阳明 为书院全体学员 以及书院律法请愿 恳请帝君出手 同进一战 把东荒贼子苏慈赶出书院 他不配做我们书院首席 他的姿态标准 内心深感满意 以他对这些书院大帝的了解 自己挟秩序 以及众生意志请愿 宇文波没有拒绝的理由 随待在旁边美眸闪光 他觉得读书人帅极了 欧阳明 有让他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趟来值了 宇文波皮笑肉不笑 那依你所言 我应当在何时发动挑战 还是生死战吗 欧阳明摇曳着扇子 明日 便是仙门争夺之日 届时 会有外院修士过来 共同争夺仙门的十个名额 到时 帝君找个机会 等苏慈发难 夺去他的首席 把他斩首示众 合情合理 宇文波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你思考的倒是周密 欧阳明一喜 谢帝君夸 可他话还未说完 宇文波忽然一塌地面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抓着他的头发 往地上一按 哄 烟尘变天 碰 碰 碰 宇文波抓着欧阳明的头颅 不停地砸地 血浆四溅 嘴里还不停念叨着 若智 随待在一旁目光呆滞 彻底惊呆了 帝君饶命 帝君饶命啊 欧阳明惨叫声响彻这片山谷 也许是被欧阳明叫得有些烦了 宇文波拿出一个针状生气 一针一线地 把欧阳明的嘴唇缝上 随后 他拿出匕首 把欧阳明的五指 一个一个剁了下来 随待看到一半 就以屁滚尿流地跑了 太血腥了 半个时辰后 看着奄奄一息的欧阳明 宇文波一脚踩在了他的头上 你口中的苏慈 是我此生最尊敬的人 再听到下次冒犯 彭来圣族也就不了你 说完 他一脚把欧阳明的头颅 踏入了地底 方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许久 随待折返 把欧阳明挖了出来 惊骇道 你怎么样 欧阳明满脸是血 笑得比哭得还难看 以老实 一夜无话 一日 苏慈又收到了系统的奖励 叮 成婚第五天 奖励千年修为 又是千年修为 苏慈面色一喜 配合上先树胜养土纳树 他有把握 在今天 就把修为更进一步 追上肉身的进步 到时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半仙 仙府外 白依依找到了骆子瑶 今天仙门争夺战 你们都知道了吧 骆子瑶愣了下 苏慈应该不知道吧 昨晚有同学来通知 但他绕过了苏慈的仙府 我去告诉他 白依依叹了口气 算了吧 今天是代表书院出战 争的是书院的脸面 书院人的意思很明显 他们不需要苏慈 而苏慈 想必也不愿意代表书院 骆子瑶犹豫了下 点了点头 接近五十 还是琳琅广场 此刻的琳琅广场 比昨天聚集的人 还要多得多 一些身穿红色衣服 黑色衣服 又或是腰头人身的 外院人士齐聚 鞋垫 魔窟 腰狱 天玄大陆四大派系 齐聚琳琅书院 争夺仙门的名额 在空中 放着四个大座位 分为白 红 黑 青 在白色座位上 赫然坐着的是曲腕力 此刻他皮笑若不笑地看着右侧的女子 女子身穿红衣 胸口血色玫瑰亮眼 尤其是 那双笔直的长腿 交错起来 更是有着极其惊人的幅度 穿得少 极度少而不移 但不少帝君 连头都不敢抬 更不敢看 接应来者是鞋垫的十全人物 血梅大帝 也是曲腕力的死对头 这时 曲腕力出声呛道 顾血梅 听说这场争夺战 你自己亲自下场了 哥哥哥 血梅大帝五妹一笑 你管我呢 只要先门能过 什么法子不一样 你们琳琅书院 大帝下场还少了吗 曲腕力哼了一声 书院大帝要下场 那必须自斩其身 坠入轮回 哪像斜垫 随便就可以 捏出一个玩偶身 以假乱真 双方成本差距太大了 第33章争夺战开场 上来就是胜者转世 这时 多方修士代表 陆续进场 欢呼声此起彼伏 琳琅书院主场优势 几乎是排山倒海的吼声 琳琅书院领头的自然是宇文波 在他身后 几个圣者转世身跟着 还有被暴揍的欧阳明 一脸后怕的随带 当然 骆子瑶也身处其中 师尊 他们看起来都好强 我们必须争第一吗 骆子瑶在心中怯怯道 必须争第一 这次先门与往年记载的不同 他关乎到戒狱之心 很少有人知道 这是我们最大的机缘 福玉营达到 戒狱之心吗 骆子瑶虽然不知道 戒狱之心是什么 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福玉营 如此充满斗志 这可是十七年来首次 那师尊 待会你要帮我出战 我可打不过他们 放心 福玉营信心满满 开玩笑 他可是先尊转世 又有长生连要力都抵 谁能打过他 与此同时 鞋垫 魔窟 腰狱的人也进了场 鞋垫领头的女子 身穿红衣 不停地朝着骆子瑶抛来眼色 骆子瑶愣住 眼前女子他认识 是死在藏龙峡谷的顾书平 当时顾书平被苏刺一箭震成肉末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可现在顾书平却生龙活虎地 在场上活跃着 细思极恐 空中 血眉大帝看向屈婉里 似是无意道 听说你们书院 最近换来的新首席 他怎么不在 屈婉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可能是看不起于你们对战吧 哼 血眉大帝冷笑 只向魔窟方向 你别得意 那个身穿黑袍的年轻人 看到没 屈婉里点头 血眉大帝暗示道 他不是本地人 不是本地人 屈婉里面色大变 右手指了指天空 血眉大帝点了点头 近些年传闻 成仙路开启 是由仙界那边一力主导的 目的 是为了抓人 但屈婉里没想到 仙界来人 竟然去了魔窟 没跟他打过招呼 他的内心沸腾不止 难道仙界抛弃了铃铛书院 那岂不是说 书院无缘第一的名额 屈婉里深吸了口气 第一个进仙门 自然会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更何况 这还是书院扬威的一个渠道 以往的争斗 琳琅书院 可从来都是包揽第一的 十个名额 也不是非要第一吗 血眉大帝 倒是无所谓 他只要能进仙路 看一看仙门就可以了 而在此时 场中战斗打响 腰狱走出一人 虎头人身 手持巨锤 俯视全场 见到他 许多书院学员的面色 都苍白了起来 是战虎大胜 腰狱第一个出场的 就是腰胜转世 这是一点 不给年轻人机会啊 我去 听说他在腰胜中 也是战力极其恐怖的存在 生吞城池 如吃饭喝水 怎么是他来了 今年腰狱 来者不善啊 这场争夺战 大帝转世 其实算不上多 更多的是 胜者转世夺赦 来争取余下名额 战虎大胜一出场 场中的气氛 瞬间就高昂了起来 琳琅书院 人族霸主的位置 也该挪挪位了 战虎大胜 哈哈大笑道 来一个 我吃一个 直接跳脸 书院众人面色难看 除了宇文波和骆子瑶 还能平静点 其他人已经愤愤不已 我来战念 书院中走出一人 身穿白色战甲 手提长矛 朱胜 有人沸腾 这是三大帝族之一的朱家圣者 还算小有名剑 有他出手 书院这边 顿时欢呼声连天响 朱胜一出场 便叫来一匹白色骏马 整个人跨坐骑上 颇有些白马王子的意思 引起了诸多女学员的惊呼 你不够哥 战虎大胜站一大起 一步踏出 扑了上去 直接深化猛虎 与朱胜站在了一起 两者虽都有胜者底子 但转世时间尚短 此刻都是法相初期修为 旗鼓相当的修为 站得那叫一个难省难分 终于 在朱胜一毛戳空之后 战虎找准机会 一口咬在了朱胜的脖梗上 瞬间 朱胜头颅被吞噬 死于非命 全场一惊 看着朱胜的无头尸体 被生吞活泼 众人才发现 这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像丛林法则一样 血淋淋的规则 谁说 谁就沦为食物 琳琅书院 不过如此 还有谁 战虎杀了朱胜 目光中满是血腥 直勾勾地盯着宇文波 人妖本就对立 此刻在朱棣的注视下扬名 让得他兴奋不已 琳琅书院这边 宇文波微微皱眉 除了他之外 朱胜已经是最强战力 但对付一个胜者 要他一个递进 转世下场 无疑是丢了书院的脸 两难之际 他的眼睛忽然一亮 在他身后 发现了一个 义愤填膺的男子 男子手拿折扇 一副跟妖族 不共戴天的样子 口中骂骂咧咧 这砸碎妖虎 仗着肉体力量强大 竟如此嚣张 实在可恨 若我是圣境转世 第一个上去 就给这老虎干趴下 让他去我仙府当宠物猫 隋带在一旁扶着 呃 叹气道 要不你上 男子一下哑口 我又不是圣者转世 我上干什么 隋带道 但你是一同啊 一同 宇文波心思一动 欧阳明 你上去跟着战虎过过招 欧阳明瞬间脸色煞白 这是公报私仇啊 昨天揍了自己一顿还不够 今天还要把自己派上去送死 战虎不过法乡初期 你已经法乡后期 年龄也大他十岁 有戏的 宇文波走到了欧阳明身后 踹出一脚 欧阳明以一个狗吃屎的姿态 铺在了琳琅广场上 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是欧阳学长 太了不起了 哪怕是面对一尊圣境转世 都大无畏地出战 不愧是古圣祖子弟 欧阳学长 加油 一阵欢呼沸腾 欧阳明心中 一百万只草泥马飞过 但他来不及出口成章 因为战虎已经动了 在战虎的情报里 欧阳明根本就是个小辈 也就是说 一个小辈 竟然敢直面他的圣威 三招之内 必须抓住欧阳明 炼化成一滩失水 第三十四章 危机 仙界来人 苏慈成半仙 好 战虎猛烈扑来 举锤就砸 狮子薄吐 尚用权力 他作为活了几百年的妖圣 也自然不会轻视自己的对手 欧阳明大脑 手中的折扇 化为一柄九尺长剑 与战虎纠缠在了一起 他身具一铜 又是蓬莱圣族最后的希望 站起来竟然实力也不差 最终 他动用一铜 把广场化为一片虚幻迷境 战虎肉身力量强大 但神魂成长速度极慢 被欧阳明重 同迁入幻境之后 竟一时迷失了方向 被欧阳明刺了百剑 最终重伤而亡 呼 呼 欧阳明瘫坐在地 气喘吁吁 但眼中的光芒无限 自己战胜了一尊圣者转世 他起身 目视全场 嚣张不可一世 还有谁 高台上 血眉大得 看了眼魔窟方向 朝着屈腕里沉生道 不太对劲 魔窟这几人 稳坐钓鱼台 一点想出站的意思都没有 他们不是来争先门的 屈腕里 亦是眉头猝起 事出反常必有妖 感觉他们 在谋划着什么 血眉大地道 也许只是那个小辈太弱了 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去试试 你 屈腕里愣了愣 就见在鞋垫方向 走出一位身穿红衣的少女 少女脖子处 画着一朵玫瑰 手持长剑 容颜惊艳 走上台后 她一脚踩在了意气风发 准备大展拳脚的欧阳明头上 把后者直接踏入了地底 旋即环顾四方 书院众人瞬间哑火 刚才他们吹了半天 被视为书院希望的欧阳明 竟然像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凡人一般 被踩在了足底 这红衣少女 究竟是何人 似是感觉到众人的疑惑 少女微微一笑 邪垫 顾书平 顾书平 一些曾经去过东荒的弟子 面露骇然 骆子摇咽了咽口水 世尊 什么情况 福玉颖解释道 邪垫有一招远古秘法 叫做木偶奇迹 眼前这个顾书平 应该与东荒那位顾书平一样 是雪梅大帝的皮套 皮 套 骆子摇眼睛眨得飞快 声音结巴 可我感觉 他就是一个人啊 这就是邪垫的可怕之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空中那个雪梅大帝 也是皮套 他的真身无人可查 无际可寻 永远能存活于世 嗯 骆子摇那满是好奇的眼神 在顾书平与雪梅大帝之间来回穿梭 场上 顾书平直接转身 踩着欧阳明 剑指摩窟 谁来过过招 摩窟就是来走过场的吗 谁知 摩窟几人依旧盘膝 眼观鼻 鼻观心 把顾书平直接无视了 无人出战 书院方向 宇文波与去碗里对视了一眼 宇文波摸了摸鼻子 没有动作 雪梅大帝 是与九霄大帝齐名的人物 都是古老的存在 他虽说也是大帝圆满 但战力比起这些人就差了一个档次 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而此时 顾书平心中的疑惑已经达到了顶点 如果没人出战 那他便是这届争夺战的冠军 拥有第一个进仙门的权力 反观摩窟几人 依旧悠然自得 仿佛是在等待愿者上钩的渔夫 他们在等什么 若是没人出战 那此战 我为第一 顾书平冷冷地环顾四周 正要退场时 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一跃而上 到了高台 娇声道 我来 什么人敢占雪梅大帝 看清女子的样貌后 多数递竟面色一变 包括在角落里 一直打酱油的姚池圣主 来者 赫然是他的女儿洛子瑶 此时的洛子瑶 手持长枪 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 眼中有着浓浓的战意 子瑶 你胡闹 姚池圣主做事 就要冲上台去 把洛子瑶抓下来 雪梅大帝 连他都不敢直面其风 洛子瑶一个女孩子 怎么敢的 关键时刻 洛峰及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把他紧紧按住 你先别急 子瑶没表面上 看上去那么简单 死渣男 你还敢出现 姚池圣主大怒 就要大动干戈 洛峰一阵求饶 两夫妻直接忘记了 在场上奋战的事 他们的女儿 旁若无人地争吵了起来 与此同时 另一边 魔窟穿着黑衣的几人 突然睁开双眼 直勾勾地看着洛子瑶 一改之前 闲情易志 反而变得兴致勃勃 世尊 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 洛子瑶心中一紧 盲问道 是 他们是仙界人 所用的都是仙法 不是凡间之术 这是一场恶战 也是我转世来最大的挑战 福玉营的声音 带着些决战的味道 现在 把身体交给我吧 你休息一下 洛子瑶深吸了口气 那就拜托世尊了 说着 他的眼睛 变成了琥珀色 长枪斜指 缓步走向顾书平 顾书平常见利器 一脚把障碍物欧阳明 踢出场地外 目光紧锁 洛子瑶 高抬 屈碗里心头充斥着 没理由的不安与慌万 这在他执掌书院数百年来 是绝无仅有的 随后 他朝着人群中吃瓜的 秦玉墨挥了挥手 秦玉墨飞来 满脸疑惑 咦 屈碗里嘴速飞快 你现在 去白衣的道场 把苏慈叫来 现在 我 秦玉墨愣住 随后道 苏慈对咱们书院可没归属感 昨天那事之后 一天都没出过仙府了 想让他来参战 恐怕有点太难了 屈碗里沉默片刻 道 你就跟他说 仙界来人 他的夫人 又被人打死了 记住 王惨了形容 秦玉墨缩了缩脖子 刚想摆手 屈碗里瞪了他一眼 少女只好苦着脸 哦 欧阳明鼻青脸肿 满脸是血的退了下来 随带迅速跑了过来 出声道 有情况 什么 欧阳明错愕 随带快速道 秦玉墨刚才出了琳琅广场 有人看到 他去找苏慈了 找苏慈 欧阳明眼中 忽然恨意一闪 这小子 把我害得这么惨 等他来 最好是被雪梅大地一箭消售 随带抿了明嘴 心中突然有些不悦 要是苏慈能来 那就是为书院争光 为他们出战 而这个时候 欧阳明竟然还在 不分轻重的诅咒 这种人 格局太小 念及此 随带不动声色地离开 而欧阳明 还双眼冲鞋地望着场中 一副期待苏慈落败的模样 另一边 白衣到场处 苏慈盘息而坐 浑身白光四溢 在不动声息间 他的神魂与躯体完全融合 达到了半仙之境 这是天旋大陆最高的境界 再往上走 成了仙 那可就要飞上了 第35章 欲迎失利 恐怖的霍龙 带得秦玉墨 来到苏慈仙府的时候 苏慈已经收了工 坐在院子里蒸着火锅 锅内放着龙肝凤髓 但偏偏他个人气质 又如折仙一般超脱 整个画面实在不大 苏慈 秦玉墨一脸猛逼地走了进来 直接开口道 今天是仙门争夺战 你怎么不去呀 苏慈缩了一口凤髓 连呼痛快 有一种从仙界跌入凡间的美感 他看了一眼秦玉墨 仙门争夺战 是你们书院的事情 与我何干 来 小秦 陪我吃点龙肉 再喝点猪雀酒 今天咱们一醉方休 秦玉墨咽了下口水 连连摇头 这些东西太补了 胜者都不敢多吃 你还是少吃点吧 苏慈哈哈一笑 连啃五大块龙肉 秦玉墨在旁边缠的眼睛都拉丝了 但他还是不敢吃 想起了屈碗里的告诫 盲说道 你还是快去琳琅广场看看吧 怎么了 苏慈转头 秦玉墨说道 仙界来人 死摇要被人打死了 你说什么 苏慈眼睛瞪大 一下子站了起来 连龙肉也不吃了 一步迈出 朝着琳琅广场而去 嘴里骂骂咧咧的 狗胆包天 秦玉墨一耸 他在苏慈身上 感觉到了浓厚的杀意 这是前所未有的感觉 他觉得 苏慈真的生气了 广场上 福玉莹已经与顾书平站到了一起 虽然福玉莹的肉身 秀为很低 但他毕竟是先尊转世 此刻用神魂驱使躯体 也有了圣境之力 压得顾书平 节节败退 枪回九转 翱翔裂空 福玉莹一枪刺出 枪间连转九下 瞬间漫天枪影 笼罩住了顾书平 使得他退无可退 但顾书平 也不是省油的灯 血眉大地之名 响彻天旋 只见他右手用剑青点 空中出现朵朵玫瑰花瓣 竟把福玉莹的枪影 阻拦在外 你就这样吗 顾书平轻笑 妩媚地吹了口气 瞬间花瓣 往外急速击射而去 直接穿过了福玉莹的枪影 打在了福玉莹身上 咻 咻 咻 每一朵花瓣 都是一缕剑气 一眨眼的功夫 福玉莹身上 便满是血痕 你这身躯 能发挥出近乎递近的力量 福玉莹持枪的右手 还在颤抖 她的目光有些凝重 看来 要提前使用长生莲的力量了 想起长生莲 苏九霄的影子 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 随即她摇了摇头 她面对的 可是晴天俱雾 是凡人穷尽一生 都不可仰望的存在 还是不要让她知道为好 顾书平一步步走来 嘴角还有着些许微笑 到此为止了 福玉莹一声娇和 随后 整个人跃上高空 无尽的白金火焰 从她的身上宣泄而出 力 一声奉鸣 响彻琳琅广场 凤凰法香 出现在了福玉莹身后 玄机缘相合一 直接从天空中跃积而下 空间都是片片颤抖 似是受不了 那等恐怖的高温 那一刻 仿佛真的有一只 鲜兽凤凰 浴火重生 顾书平眉头紧紧的促起 全身都在颤抖 她的神魂在给她预警 但时间太短暂了 福玉莹燃烧长生莲的力量 化成了仙皇 足有递进的实力 一簧落下 琳琅广场 直接被烧成焦炭 呲呲呲 火焰散去 福玉莹身穿白金战甲 威风凛凛 反观顾书平 竟以随风而散 连个渣都没剩下来 全场一击 早就听闻 凤凰天女战力无边 没想到小小年纪 居然能发挥出递进的实力 太恐怖了 空中的血眉大地 眉头直跳 又死了 她化为顾书平 这已经死两次了 第一次 死在苏慈手里 第二次 死在她夫人手里 这两个小辈 她的右手捏得咯吱响 曲腕力笑得花枝招展 鞋垫 不过如此吗 哼 血眉大的深吸了口气 翘起二郎腿 别得意 看你琳琅书院怎么收场 闻言 曲腕力笑容一收 看向场中 此刻 魔窟的人动了 第一个走出的 是身披黑袍的男子 男子全身笼罩在黑暗之下 只剩下一个五官路在外面 看起来颇为神秘 九旋 男子张嘴一眼 浮玉莹脸色微变 一枪刺出 轰隆 空间瞬间扭曲 死枪威势 不可谓不丰锐 但男子身躯不动 只是右手伸出 两指轻点 大 的一声 浮玉莹倒飞而去 同时 她的面色大变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大恐怖的事情 是你吗 瘦 男子右手一探 取出一个葫芦 葫芦对准浮玉莹 滚滚蓝雾席卷而去 下一秒 蓝雾回拢 场中已经没了浮玉莹的身影 一切都是那么轻描淡写 带得众人回过神来 男子已经把葫芦 抛回了魔窟方向 我赢了 男子的声音在场中响起 环顾四周 无一人敢与他对视 全场沉默片刻 一道震怒的声音 从天际落下 混账玩意 还我女儿来 落风目自欲裂 右手持着一杆长枪 越过无尽距离刺来 嗡嗡 空间片片碎裂 但到了黑袍男子面前 却无法寸进分毫 下届蚂蚁 男子咧嘴一笑 抓住长枪 用力一折 棒 对一声 落风手中的地气被折断 男子踹出一脚 落风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出去 轰倒了无数山峰 奄奄一息地躺在了远处 全场一静 原本打算下场的摇池圣主 浑身僵硬 太强了 这还是小碑吗 男子踹飞落风后 转身四股 咧嘴道 这场争夺战 到此为止了 先门名额 我们以尽数许给魔窟 以及邀愈众人 所谓的琳琅书院 以及什么古圣族 地族 通通没份 化落 全场沸腾 许多圣者纷纷怒斥 凭什么 本来就是公平的争夺战 你凭什么替我们书院做决定 你搞清楚 书院才是指天玄大陆权力之女儿者 哪里来的魔人 如此嚣张 天理不容 飞袍男子 嘴脸的更开了 凭什么 就凭我叫霍龙 就凭我比你们高贵 高贵 霍龙化落 一脚踹出 空间都破了个大洞 数十圣者被一脚踢来 头颅纷纷爆开 死得干脆利落 再也没有叫嚣的人了 所有人的脸色 都陷入了灰白 空中 血眉大帝忍不住出言 前辈 我们邪电跟琳琅书院 不是一路的 我们也没有名额吗 啪 霍龙反手一掌拍出 血眉大帝曼妙的郊区 瞬间离地而起 又脸上多出了一个 无法消除的掌印 在原地空间 也留下了个 无法消灭的掌印 空间烙夜 与此同时 霍龙身上的修为 也展露了出来 几乎压他大道 半仙境 我的话 对于你们来说 就是天理 谁敢再多说一句 我不介意让在场所有人 都化为一滩血水 霍龙说完 全场落真可闻 身后魔窟几人 哈哈大笑 凌辱 空中 驱腕里神石电闪 院长 咱们要阻止吗 不必 此事我清楚 顺其自然 是 轰隆隆 这时 琳琅书院中央传来了轰鸣 一条连通天厅的白色道路 虚影浮现 一座硕大的仙门矗立 仙门 开了 霍龙冷笑一声 便要离开琳琅广场 却听一声轻贺 从远处传来 慢着 第36章 灭仙兽 他们人呢 慢着 一道清亮的声音 响彻整个琳琅广场 谁还敢在这个时候发声 众人猛然一转头 却见天际尽头 走来一少年 少年黑发束在身后 身穿一件雪白悬衣 毛子骨颈无波 浑身有着 一丝白色雾气缭绕 看上去宛若折仙一般俊美 气质极为脱沉 许多熟悉苏慈的人 微微一愣 一时之间 竟没认出来 变化太大了 如果说昨天的苏慈 还算凡尘中人 那今天他的气质 已然超脱 霍龙脚步一顿 转头望去 看见苏慈周身的颖白 微微皱眉 嫌弃 阁下何人 苏慈声音平静 杀你的人 哄 话音一落 天道暴动 雷鸣电闪 红云滚滚 万众哗然 许多人对视一眼 都觉得自己疯了 苏慈一个神通静的后辈 竟然要挑战人先进的先人 不说是他 哪怕是苏九霄道场 胜负都是两说 一旁 欧阳明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一刻 他想到了苏慈的死亡 而他仅仅只是颜面扫地 瞬间舒坦了起来 随带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慈 他刚还觉得苏慈很有风度 没想到 这下就来送死了 宇文波则是激动的 差点要跪下了 他的推断是对的 眼前这个霸气无边的苏慈 就是他的老师苏九霄 不会错 空中 曲碗里目光复杂地看着苏慈 这一刻 他也突然明白了什么 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还如此无惧无畏 傲视苍生 绝不是小辈 能做到的 雪梅大地捂着脸回来 苏慈问道 他是那个九霄大地吧 你知道 曲碗里诧异 他杀过我一次 雪梅大地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苏慈 引来曲碗里的强烈不满 场中 霍龙冷冷一笑 杀我 你可知道 我是何人 若不是 看在你身上有仙气 我都不会跟你废话办 就在这时 苏慈一步踏出 整个空间忽然一塌 随后气浪一阵 苏慈已然到了霍龙身前 右手并长如剑 一掌切过了霍龙的咽喉 吃 霍龙双眼瞪大 提起仙缘刚准备反抗 苏慈反手一拳砸来 碰 一声众响 霍龙的头颅 犹如铁石般 被锤得脱离了身躯 血液喷洒而出 他的声音瞬间停歇 神魂也被这一拳锤得溃散 纯肉身力量 直接锤死了一个半仙 还是仙界下来的半仙 所有人的脑袋 都停止了思考 欧阳明愣愣地看着苏慈 用手使劲揉着自己的眼睛 这是梦吗 同一瞬间 苏慈身上 我夫人在谁手上 苏慈平静地朝着四人走来 骆子瑶和福玉莹 不只是他夫人 还是他变强的源泉 怎能容许落入肖小之手 几人汗毛一束 除了最后拿着葫芦的男子 其他三位都是如灵大敌 你不是仁卓 你是先兽幼崽 排在前面的一位女子 一声轻贺 直冲而来 临近之后 他化为一只九尾猫 尾巴席卷向苏慈 紧随其后的 是一位看上去有些胖乎乎的老者 一位则是一只碧波白虎 献出身影后 他一声狐吼 整个书院都被震得抖了三斗 三位半仙境的仙兽 连手对敌 威势震动整个天选 这一刻 不知有多少古老存在复苏 把意志投向了这里 见证今世历史 便是天道 此刻都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在空中沸腾咆哮 在他们身后 拿着葫芦的青年微笑道 你就是苏慈吧 听我师妹说过 给你个机会 与我三个战宠一战 若是能赢 便给你的体面 战宠 众人骇然无比 三只半仙境的妖兽 在那个黑衣青年嘴里 竟然只是战宠 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苏慈皱眉 抬起一手 虚空压下 摘星手 以他如今的半仙境来施展 威力已然不同凡响 几位仙兽只觉得 天空似有允星降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手掌大到令人恐慌 一根手指而已 就几乎覆盖了三人的方圆万丈 退无可退 必无可避 只能硬扛 苗 九尾猫张嘴 一束黑红相间的火焰 被他喷了出去 直冲苏慈的剧长 巨像卷起鼻子 直接顶天而上 他的鼻子 是他最坚硬的东西 他很有信心 碧波白虎速度极快 他踏入虚空 直接朝着苏慈本体冲上而来 三人都有分工 打算一击抹杀苏慈 但苏慈的剧长太强了 内力自藏乾坤 摘星手被苏慈改良 加入了空间大道 白虎急速冲刺 速度几乎逼近了天旋大道极限 但还是冲不出剧长的范围 被拒禁在了手指腹中 啪 手指压下 整个琳琅书院 先是一静 随后爆发出震天巨响 烟尘 仙缘 灵气 混合着些许空间碎片 雨水冰雹 冲天起 场面混乱不堪 许久 烟尘散去 观战众人 看清场中景象 瞬间实话 原本的琳琅广场 已经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肉眼望不到边 深不可见底的掌印状巨坑 巨坑上 苏慈一美飘飘 面容平静地看着前方 那里 有着一只炸猫的九尾猫 准确地说 只有八尾了 至于其他两只异兽 在这一摘心掌中 彻底化为虚无 被轰成了渣 下场极其不堪 命还挺多 苏慈笑了 一步踏前 直接抓住了九尾猫的脖子 九尾猫大孔 猛烈挣扎 但他只觉得 是一个远古巨兽 在抓着他的脖子 根本无法挣脱 苏慈的力量 比他大太多了 系统给的五经七书 可是混沌神策 品级完全超乎了 这些人的认知 同等境界 苏慈就是无敌 无人能治 碰 左手抓猫脖 右手凝拳 一拳凿下 猫命 一 碰 碰 碰 猫命 一 猫命 一 猫命 一 一瞬间 苏慈连出八拳 打得天地震动 天道惊悚 震出来的气浪 都让观战的圣者 面色大变 携带着后背 暴退白领 碰 随着最后一拳凿下 九尾猫一声豪哭 化为一滩血水 魔窟五人 只剩最后一个 手持葫芦的青年 苏慈转身 看向青年 他们人哪 第37章 万象国度 先尊鸡薄 青年摇了摇手中的葫芦 但笑道 在这呢 有本事就来拿 文言 苏慈冷笑 一步步朝着男子走去 男子眼中流露出一丝野鱼 不错不错 胆识不错 就是不知道力量有几分 苏慈不答 右脚猛然一塌 空间犹如镜片般 支离破碎 他整个人直冲男子而去 他的身魂合一 整个人威势近乎撼动天道 恐怖无边 男子却是摇头一笑 有勇气是好的 但过了头 便是莽撞了 记住了 杀你者 上旋先庭 先尊鸡薄 化落 鸡薄右手出现一个玉镜瓶 他扒开瓶塞 玉镜瓶迎风而大 瞬间撑开了整片天空 下一瞬 玉镜瓶前清 一滴重水 从中滴落 只一滴 整片天空 彻底化为汪洋 海浪滔滔 海兽嬉戏 苏慈双眼瞪大 重水没过了他的身体 扑通 一声 他犹如溺水的人 沉入了海底 这是什么 改天换地 这还是修饰能做到的事情吗 远处 屈晚里直接看呆了 他在天旋大陆 生活了两千年 今天才知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同世人先进 激薄的一些手段 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 战法 还能这么来 顾穴没在一旁满脸凝重 这是领域 还是说是什么仙法 他在一些古籍中 隐隐听说过 有一些仙人 哪怕是 创造一个新的介遇 都轻而易举 但亲眼所见 还是给他的心灵 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他刚才说 自己是仙尊鸡宝 屈晚里咬着下唇 他记得 琳琅书院的院长 来历极为神秘 也不过号称 天路上仙 而鸡薄自称仙尊 明显比院长 档次高多了 难怪院长 一直跟缩头乌龟 一样没出来 感情是不敢动啊 在场的其他人 更是一脸云里雾里的 看着天空中的海洋 连两个大地 都看不懂的战斗 他们更是迷茫 只能在原地 等待着结果 另一边 葫芦中传来了 福玉莹 有些无奈的声音 师兄 饶他一命 我会遵师尊的命令 返回仙庭 姬薄笑了 哦 他就是那个苏九霄 与你挂在仙府中的男子 肖像长得似乎不太一样 福玉莹探生 他应该是学了什么 隐藏身形的法门 但我有多熟悉他 怎能瞒得过我呢 倒也算有情有义 姬薄想起 刚才苏慈 为了福玉莹 满眼通红的样子 若是他能挣脱出 我的万象国度 便留他一命 万象国度 福玉莹的声音 都高了一度 那是仙家法门 再配上仙气玉宝瓶 凡俗如何能脱困 师兄 你别逼我翻脸 与你欲施俱焚 文言 姬薄带住 你为了他 命都不要了 难道 你选择了天旋大陆 而不是更遥远的狱外 也是为了见他 福玉莹沉默 许久 姬薄苦笑 那我困他半个时辰 折腾折腾他 不过分吧 他曾经对你薄情寡义 我作为师兄 教训一下妹夫 很合理吧 福玉莹应道 行 就半个时辰 多一分都不行 姬薄点头 副手站立在半空 望着天空的汪洋 静静等待 苏慈坠入海底之后 只觉双眼一黑 在醒过来时 他出现在了 琳琅书院的主殿之中 殿上 一位老者和蔼地看着他 笑着问道 慈儿 怎么修行到一半 睡过去了 院长 苏慈一呆 眼前人 便是号称天路上线的 琳琅书院院长 也是曾经苏慈的恩人 就是他 把苏慈街 引进琳琅书院 助他登临了圣镜 给了他一个 家 一旁 一个女生充满关心的响起 苏慈 你没事吧 苏慈转头一看 大眼一瞪 玉莹 眼前之人 赫然是浮玉莹 只是他没了苏慈 印象中的锋芒毕露 反而很小鸟依人 依偎在苏慈怀中 不对 我怎么在这里 我不是在与那基伯对战吗 苏慈用力地握了握右手 很真实 这里是现实 苏慈一呆 也对 有系统在身 虚幻类的秘法 不可能对他产生效果 可眼前的情景 分明是一千年前啊 难道 自己败走东荒 拖天战 这些才是梦不成 上方 天路笑容展开 苏慈 下个月 便是你与玉莹 还有婉莉 云婷 宇和等人的大婚 在这关键时刻 你可不能懈怠 要多多准备呢 说完 一旁好几个角色女子 扑在了苏慈身上 阴阴呜呜呜的 苏慈瞳孔呆滞 但嘴角却不受控制的微微上扬 婉莉 自然就是屈婉莉 而云婷 则是姚池圣主 宇和 也是当时古圣族的天女 还有被天路点名到的树尾 皆是当时书院中 横压一带的女侨楚 要颜值有颜值 要天赋有天赋 要出身有出身 这种情况 当时的她梦都梦不到啊 来不及细想 天突然黑了 浮玉莹等几女 拉着苏慈 就往后山走 这里有一座专门 为苏慈定做的仙妇 富丽堂皇 比之帝王寝宫 还要来得奢华万倍 见疯狂闺窍 连归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 苏慈跟着几女大婚 又是逾越了数年 接下来 子孙后代 瓜熟地落 不出千年 天路先是 苏家成了掌控天玄最大的家族 又过了几千年 这一天 苏慈本人 坐于一座孤峰之上 红颜都以化为枯骨 而她也失去了 追逐成仙的锐气 垂垂老矣 不对 时间过得太快了 苏慈摇了摇头 看着远处众生 看着自己的子孙 为了一个地位 争死争活的 哪怕在真实 这里也是假的 苏慈轻声一鹤 手持九霄地剑 全力一剑批出 空间破碎 一切的法则 都与现实无异 无法挣脱 如何破局 苏慈深吸了口气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位 身着轻衣的男子 赫然是姬伯 姬伯脸带笑意 身前出现一个茶桌 鸟鸟清香的茶味升起 苏慈单是闻了一下 就觉得神魂沸腾 差点要步入仙境 悟到茶 还行吧 姬伯给苏慈倒了一杯 你到底是谁 苏慈紧紧皱着眉头 我是谁 不重要 除了这次见面 你我这辈子 也不会有什么交解 姬伯失笑 眼中带着高高在上的意味 想破我这万象国度 你唯有以力破法 一条路可走 以力破法 苏慈沉默 他尝试过 无法撼动 对 但你的装备 限制了你的力量 我这是用仙气构筑的介余 你用凡兵 自然无法撼动 姬伯说完 起身 眺望大川 多么美妙的世界 你永远不会明白 用自己双手 创造世界那种自豪感 耳边 伯玉莹的声音 响起 姬伯 你别炫耀了 赶紧把它放了 别让她知道 太多关于仙界的事情 有的时候 无知才是幸福感的根源 知道的越多 越痛苦 师妹 刚才的情形你也看到了 此人好色无度 来者不惧 恐非良配 姬伯微微摇头 虚幻的 算不得数 伯玉莹的声音 响起 恋爱脑 姬伯沉沉一叹 转头刚想教训几句苏慈时 却发现 苏慈不知何时 已经凌空而起 右手换上了一柄乳白色的小剑 正是苏慈从明初圣地中拔出的仙剑 没姬伯提醒 他都忘了自己 得到过这玩意了 等等 姬伯呆滞当场 师妹 你没说他有仙气啊 伯玉莹 第38章 剑碎万象 追着仙钻跑 仙气 苏慈握着手中那柄不知名的长剑 遥望万里大地 白色仙缘 源源不断地灌入仙剑之中 远处 天空变暗 云雾荡开 露出其后无垠的星河 紧接着 星河转动 一点点星光洒下 贯穿这片天地 隆隆隆 无数大星在下坠 不多时 银河倒挂 整片空间中 充满着来自域外的大星 山峰上 姬伯面容呆滞 抓着茶杯的手都停住了 错愕道 这是什么 仙树 伯玉莹也是一脸茫然 天玄大陆 绝对没有此等术法 他不会真能以利破镜吧 也就在福玉莹的话语声刚落时 空中的苏慈 忽然举起长剑 侧身前斩 仙树 星河剑法 哗啦 一道绚丽的匹炼 横挂长空 直接撕开了最深层次的空间 煞奈间 海水倒灌 整片世界都被海水淹没 苏慈收起了仙剑 冷冷看了一眼姬伯 一步步朝着海面走去 书院内 所有人都心若惶恐 看着那横压一世的姬伯 无人敢出声 突然 姬伯脸色一变 转头就朝着仙门走去 下一刻 场中空间突然分裂开来 一道满是杀气的匹炼 直直地朝着姬伯而去 咔咔咔 大片大片的空间破碎 一些圣者 递境 目露惊骇 急急倒退 而紧随剑气其后的 是一道白衣身影 他踏着万千剑气 跟着姬伯逃窜的位置 追了下去 苏九霄 曲婉立眼中 爆发出无尽的惊喜 面对着一位仙尊 没想到苏慈竟然反败为胜 持剑追逐 太出乎意料了 嗖嗖 姬伯逃得很快 脸色狼狈 内心翻江倒海 如此威力的见识 已超过这片天地的承载极限 若我想败他 必会毁掉整个天玄大陆 到时 群星门的人找我算账 也是一笔麻烦事 反正我的任务 就是借与师妹回仙庭 如今事已达成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呼 姬伯一步千丈 所用所行 皆是仙家法门 很快就接近了仙门 仙门上洒下一道透明光束 笼罩了他 当 红光 一道声音响起 试炼者年龄严重超标 姬伯无语 在怀中取出一块令牌 对着仙门晃了一下 仙门迟一片刻 忽然把光束改成了绿光 姬伯一步踏出 消失在了天玄大陆 见到这一幕 许多人的认知又刷新了 这他妈也可以 仙门是成仙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没想到 这也能作弊 造孽 造孽啊 这世间真的有公平可言 天道以续致见 未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也许 苏九肖是对的 规则只是拿来规训我们这些凡人 下一秒 苏慈感到 直面光束 许多人摇头叹息 在他们看来 苏慈都两千多岁了 是必不可能通过仙门的检测 便是屈腕里 都是轻轻一探 在心中想着 如何宽慰苏慈 但下一刻 他们的眼睛突然瞪成原形 只见仙门光束 直接变成绿光洒下 年龄时期 身份合格 苏慈踏入了仙门 消失不见 所有人都实话了 十七岁 十七岁的半仙 这仙门是坏了 难道那人不是苏九肖 而真的是一个晚辈苏慈 不可能 修仙讲究水道渠成 哪有十七岁的半仙 必定是什么秘法 满天过海 一旁 欧阳明嘴唇泛白 一屁股坐在地上 完全停止了思考 他一路算计的苏慈 具有半仙之威 还把什么仙尊赶跑了 这种事对他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这时 出现一位中年男子 看着欧阳明 欧阳明转头 跪了下去 眼眶通红 组长 他是苏九肖 还是苏慈 新任的蓬莱圣主看着他 沉沉一叹 他是谁 重要吗 他有半仙巅峰战力 一人杀四仙 追着仙尊跑 连天道都不敢怒吼 不敢降罪 你还看不明白吗 欧阳明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难道老组长的仇 就不报了吗 我弟弟的仇 就不报了吗 我们蓬莱圣族者在东荒那么多圣者 就不追究了吗 闭嘴 蓬莱圣主 突然一声大喝 欧阳明全身颤了三下 哐荡 一柄长剑 被蓬莱圣主 扔在了欧阳明的身前 组长 我 欧阳明不敢置信地抬头 看着蓬莱圣主 蓬莱圣主副手转身 道 人先之怒 不可不消 你多番算计于他 未免惹火烧身 这是最好的选择 说到这 他微微一顿 眼睛闭上 你那个弟弟 圣族会好好培养的 但不会让他 有任何仇恨 以免走上你的老路 欧阳明惨笑 右手持剑 疯狂颤抖 一剑给自己消首 扑吃 血液飞溅 蓬莱圣主 抓着欧阳明的头颅 静静等待着苏慈的归来 与此同时 宇文波等人 紧随着苏慈的步伐 进了仙门 屈碗里身侧 一位精神爵朔 鹤发童颜的老者 浮现出身影 院长 屈碗里一喜 真热闹啊 天鹿眺望远方 在承仙路出现的那一刻 天旋大陆大部分的半仙 几乎都聚集在了琳琅书院 没人不想承仙 这时 屈碗里低声道 院长 刚才苏慈被困 你怎么不出现 你不是最疼他了吗 天鹿看了他一眼 我出现干什么 嫌老脸太光亮 来丢一丢吗 屈碗里愕然 天鹿补充道 那个鸡大人 来头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便是仙界大能 他被苏慈赶着跑 是敌不过苏慈吧 屈碗里越发疑惑 那是为什么 天鹿苦笑道 严格来说 他们是一家人 鸡大人不好出手罢了 我要是上前 一眨眼的功夫 我便化为飞灰 屈碗里悚然 玄疾又有些疑惑道 那鸡大人 为何轻定魔窟与妖狱人 进城仙路寻找仙门 天鹿重重一叹 鸡大人问我 银儿在何处 我答不上来 他以为我故意瞒他 便给了咱们一个小小的成剑 银儿 屈碗里抓住了重点 眼睛瞪大 那个女人真回来了 她还贼心不死 惦记着苏慈 天鹿瞪了他一眼 少说这些胡话 屈碗里不甘 眼睛蒙蒙 往仙鹿那边看 巴不得进仙门看看 到底什么情况 第39章 最大的机缘 仙门开 另一边 苏慈踏上了成仙鹿 来到了一处蛮荒古界 介遇并不大 有着数个城池 空间中遍布着仙源 到处都有 仙的味道在弥漫 这里不是天旋大落 苏慈第一时间就分辨了出来 他似乎是通过仙鹿 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介遇 那个仙门 是一个空间门户 鸡包 苏慈抬眼 远处空间 一个黑衣身影 不停远去 速度极快 苏慈抬足 急速追了下去 鸡博的速度并不快 慢悠悠地 朝着一座雪山去 而有着五经七书的加持 苏慈速度极快 眼看就要追上鸡博时 空间忽然开始倒退 周围的一切变得迷离 嗖的一声 苏慈回到了原处 愣愣地看着远处雪山 时间法则 与在万象国度之中一般 鸡博掌控时间 能倒速时空 不愧是仙尊啊 苏慈苦笑 再次追了过去 在雪山山巅 有着一座巨大的传送门 牌匾上挂着 仙门 两字 鸡博的身影早已无踪 一旁 一颗雪帘矗立 长生帘 苏慈眼间 一眼望见 带着苏慈临静 雪帘忽然化开 出现一位头戴仙冠 身穿白衣的女子 女子微笑地望着她 你来了 玉莹 苏慈愣住 福玉莹笑着道 我借用长生帘的药力唤醒 最后见你一面 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苏慈问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我就是苏九霄的 说完 苏慈的身影变化 幻化出真身 我不知道 但现在知道了 福玉莹轻笑 苏慈将住 好了 不逗你了 福玉莹上前 整理了下苏慈的衣领 新婚第二天 我就有所猜测了 苏慈捏拳 你是被姬伯抓去了 若是如此 我上穷必落下黄泉 也要拿她的命 不是 福玉莹眼神复杂 我惹了祸 想自己扛 他们是我师们 找到我 是想保护我 苏慈脱口而出 我可以保护你 傻瓜 福玉莹抚摸着苏慈的脸颊 天旋大路很小 但对你来说也很大 足够生活 我不想你来找我 我只想你活下去 苏慈深吸了一口气 记忆全涌 此刻一如千年前 她受福玉莹庇护 一路跌跌撞撞 踏入地境 眼前人 总是为自己的安危着想 莹姐 苏慈有些哽咽 第一次觉得 自己的实力不够 远远不够 你想变强吗 福玉莹看着苏慈眼中的血丝 嗯 苏慈点头 福玉莹迟一道 仙人之境 一境便要千年万年 天旋大路 没有时间秘境 很难短时间内速成 这样吧 我把我最贵重的东西给你 说到这 她从怀中掏出了一条狗 没错 一条幼犬 之前 苏慈在骆子瑶肩上见过她 那时 骆子瑶还拿这条狗来试探她 没想到 福玉莹口中说的最贵重的东西 竟然是她 似是感觉到 苏慈眼中的疑惑 福玉莹笑道 我能在天旋大路先路 封闭的时期 飞升成仙 她很关键 来吧 小苏 认主吧 苏慈 苏慈脸整个垮掉 你是让我给她认主 不是 福玉莹一本正经 她叫小苏 认你为主 说到这 她突然扑斥一笑 如春风绽放 你不觉得 你们两个很像吗 苏慈与小苏同时摇头 小苏呲牙 哇 她似乎不服我 苏慈手一掐 直接把狗子按在了地上 一条狗而已 还想翻天 狗子起初还在反抗 在感受到苏慈的晴天距离之后 忽然狗眼变得很亮 口吐人言 五经七书在你身上 苏慈心中大惊 这可是完成系统任务 送给她的绝妙古本 混沌神策 这是什么品级 苏慈到现在都没摸清楚 此刻 这狗子竟能一言道出 足见其得不凡 小苏是天玄大陆 乃至仙界最大的宝物 我从未跟人吐露过 福玉莹爱怜地 抚摸着小苏的狗头 交给你了 好好加油 话落 福玉莹的身影 在缓缓消散 天玄大陆最珍贵的宝物 福玉莹 崛起最大的机缘 苏慈伸手 感受到了眼前人 与她亲密无间的爱意 那份爱 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消散 福玉莹微微一笑 上前抱了她一下 亲吻在了她的脸颊 娇声道 夫君 记住 照顾好自己 仙界 能不来就不来 福玉莹彻底消散 脸颊只剩余温 苏慈平复了下心情 看向狗子 你挥不拉几的 也配姓苏 以后叫小灰 小灰 小灰 你还是先提升实力吧 阿福的处境 没你想得那么好 他现在连个身子都没有 回了仙界 想再次崛起 希望也不大 苏慈连敲了三下小灰的脑壳 赤道 你一条狗也叫阿福 以后叫福大人 小灰疯狂狗叫 尾巴低锤 被苏慈一顿暴打 终于老蛇不守 苏慈看了他一眼 满意道 我现在要如何提升实力最佳 小灰有气无力 先打开仙门 把天旋大陆的介余之心放出来 天旋大陆的介余之心 是三千世界中 最重要的一颗 他是命脉 炼化了他 你才有绝逐仙界的资本 苏慈点了点头 所以欲赢回来 是为了炼化这介余之心 重归巅峰 可惜中道崩俗了 小灰狗叫了声 这世间机缘不守 天旋大陆并不安全 他回来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见你一面 毕竟 人在临死前 才知道 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是什么 文言 苏慈沉默 起身 一拳凿开了仙门 轰隆隆 无穷无尽的仙缘 从另一头灌输而来 朝着天旋而去 时隔数千年 天旋大陆 与仙界连通的仙门 终于开了 第四十章 人仙境 天地荣如全 介余之心出世 仙门一开 如云的仙气 化为实质 直直地朝着苏慈灌了过来 在此地修炼 比在天旋大陆 修炼快十倍不止 同时 远处冥冥中 传来了一道玄妙的波动 苏慈微微一愣 转头看去 低声道 介余之心出世了 小灰狗叫道 不错 但介余之心出世 要先汲取能量 想达到可以炼化的程度的话 还需要三日时间 这段时间 你就先在此地修炼 把我炼化了 提升一下实力 苏慈点了点头 也好 说吧 他按住了小灰的狗头 神魂奋出一道烙印 印在了小灰的神魂上 嗡嗡嗡 一丝玄妙的感觉 从小灰头炉上传来 苏慈盘息而坐 如云的仙缘 犹如惊息一般 向他涌来 与此同时 天玄大陆 苏慈刚敲开仙门的那一瞬间 撮立在琳琅书院中的仙门虚翼 碰 一身化为飞灰 那连通天听的成仙禄 渐渐铺上了仙帘与乳白色一时 仙禄成了实质 在那仙禄镜头 成片的仙架 仙府 仙兽笼罩而下 仙禄连通了 屈腕力在人群中待住了 从古至今 仙禄都是单向的 但这次 仙禄竟然是双向的 仙界人 也能通过仙禄 来到天玄大陆 同时 那书写着荣誉殿的大殿 开始土崩瓦解 片刻后 大殿消弥无踪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颗闪烁着金宗光芒的星状奇物 戒狱之星 一直在荣誉殿中吗 屈腕里有些结巴 看向身侧的天禄 天禄一脸便秘 戒狱之星 恐怕轮不到咱们了 划落 空中出现一对仙军 在仙军前头 一位跋扈的少年将军 坐于白色龙兽上 身穿星光闪烁的战袍 跋扈道 我乃群星仙门倘恒 在此下令 天玄土著 一刻钟内退出书院 否则当场抹杀 当场抹杀 许多沉寂万年 等待机会的半仙老头面色一白 仙界人 都太霸道了 姬博是如此 这骑着龙兽的少年将军 亦是如此 完全没把天玄人当人看 若是我等不呢 有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降嘴了一句 都是半仙境 谁怕谁 哪怕你是仙界人 也要战步再说 他活了万年 折服了大半生 为的就是今天 怎能轻言后退 但他话音一落 空中忽现一道金色霹雳 直直地披在了老者头颅之上 瞬间 老头被披成一片烟雾 尸骨无存 卧槽 是天道在出手 天道不是无情的吗 怎么会帮助仙界人 传闻说 中周天道背后 是仙界人在掌控 难道所言不假 秩序是他们制定的 多数人骇然无比 屈碗里身体一软 没想到是他们来了 天路点了点头 天旋界 属于群星仙门的管辖范围之内 那怎么办 屈碗里咬着下唇 我们要退吗 琳琅书院是咱们的老巢 退了又该去何处 我们不便 天路微微一笑 天旋土著要退 但为师是仙界人 屈碗里微微一愣 这才想起 天路号称天路上线 不是天旋界的人 天路轻声道 我们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机会 化落 天空中 一座云年驶来 天路的眼中带着思满意 我们也有后援 古剑内 苏慈惊吞仙缘 足足持续了一日的时间 待得第二日 系统给他发了提示音 他才从盘膝的状态下醒了过来 叮 恭喜宿主 成婚第六日 奖励高阶仙术 天地容颅全 高阶仙术 天地容颅全 苏慈神色一喜 随后他微微一呆 因为他发现 自己已经脱离了半仙境 我成仙了 他满脸错愕与茫然 苏慈幻想过许多次成仙后的景象 但从没想过 是如此的简单与平淡 你只不过是成了人仙而已 小灰在一旁叫道 没经过仙界大道洗礼 没感悟到仙界法则 没有仙位 不算成仙 苏慈愣住 仙位 嗯 仙境分为地仙 天仙 上仙 玄仙 仙王 仙尊 原仙顶多和地仙一个战力 小灰催促道 没时间解释那么多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仙回天玄大陆 把戒御之心练化了 这可是大纪元 拖不当 苏慈点了点头 抓着小灰脖子揪了起来 我怎么觉得 你没什么用啊 小灰呲牙 本作有多强 你自会知道 单单让我认主 你就升到了仙境 还不足以说明一切 苏慈想了想 也是 小灰可是先遵认证的第一纪元 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下一秒 苏慈转头 朝着天玄大陆飞去 很快 苏慈回到了琳琅书院 刚一出书院 他就觉得 气氛不太对劲 太安静了 整个书院 犹如无人区一般 往常在天际飞来飞去的学子 如今无意可见 他举目眺望 远处 中心区 一颗金棕色的心脏 立在那里 戒御之心 就在这时 天玄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跟我来 不要轻举妄动 苏慈微微一愣 有变故 天玄不达 反问道 玉莹回仙界了 苏慈沉生 是 但他处境不好 我得去找他 天玄叹气 所以 你想汲取戒御之心 苏慈点头 我不会放弃 这时 天玄身旁 出现了另一名女子 女子身穿长褂 胸前硕大无比 看向苏慈的目光中 带着丝丝的满意 你就是苏九霄吧 他道 你是 苏慈呆了呆 我名谢和 你既是天玄的弟子 那算起来 应该叫我一声尸故 谢和笑道 尸故 仙界来的 苏慈看了一眼成仙路 猜了个八九不离时 我们再仙见 名为太一剑派 谢和微微一顿 道 掌控此剑制定规则的势力 则是群星先门 在戒御之心旁边 重兵把守的 也是他们 对于戒御之心 他们势在必得 我们只能智取 智取 苏慈皱眉 如何智取 三天一过 他们炼化了戒御之心 甚至把我们一起炼化了都行 谢和愣了愣 安慰这方面 倒是不用担心 若是失败 到时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先见 回先见 苏慈冷笑 他在天玄大陆 还有道统 还有徒子徒孙 如何能撒手不管 天鹿在一旁插嘴道 你别急 还有两日时间 我们再商量 商量对策吗 你现在过去 何宋死何意 你也不年轻了 形势不能如此鲁莽 天鹿 还欲尊尊叫道 突然 天地一震 书院中间 惊踪的戒御之心 闪烁起明暗不定的光芒 隐隐有转换成 白金色的迹象 怎么可能 戒御之心 一天就成了 天鹿还在震撼之时 苏慈已然抬步 朝着书院中央走去 你等等 等等老夫 PS 明天开始暴爽 第41章 盘西坐于阵前 谁敢过境 书院中央 少年将军 坐于龙身之上 在他身侧 跪着几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皆是中周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不是半仙 就是蓬莱 昆仑 林家 陈家等大势力的首脑 此刻 他们各个目露苦涩 嘴唇发青 看着戒御之心下方 那里 放着一个大单顶 单顶后方 一个脸色苍白的绝美女子站那 指挥着一个个圣人 地镜 投入单顶之中 女子 赫然是屈腕链 而那些地镜 自然就是天玄土著 这时 蓬莱圣主猛烈叩手 汤将军 戒御之心 已经汲取足够能量 可以放掉我等的族人了吧 被称为汤将军的少年将军 淡淡瞥了他一眼 突然 他手持长挤 一挤滑落 吃 挤头直接插入了蓬莱圣主的头颅 随后用力一倒 神魂顺灭 头颅抛飞 直接坠入了单颅之中 轰的一声 火焰冲天而起 蓬莱圣主的头颅 被炼成了一道精纯的能量 反补尽了戒御之心 戒御之心离白金色 又更近了一步 你们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少年将军微笑 顺我者声 你我者死 在这里 我就是你们的天 一瞬间 豪哭声大起 多数蓬莱圣族的子弟 心态爆炸 几天时间 连死两个老祖 这对于一个古圣族来说 将军神情不变 平视着戒御之心 神策 一位老者疯狂恭维道 汤将军神威将士 这蓬莱一脉 竟然胆敢替条件 真是白死不足惜 周围人眉头紧紧皱起 但却无人敢言 只能在心中一叹 少年将军微微侧目 你叫什么 禀告上尊 我是林家家主 林副 林副直接叩手 头低在地上 你很不错 少年将军笑道 本将军赏罚分明 既然罚了那个老头 那便给你奖励 说完 他一脚踩在林副头上 赏你给本将军当脚凳 意下如何 林副跪得鼻挺 高声道 多谢将军 多谢将军 林副深感荣幸 只恨年老体脉 不能一生追随将军 甚汉 听完 一些原本与林副 共同列为古圣族 三帝族的老者 在心中皆都悲鸣万分 少年将军 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声传荡四野 颇有些唯我独尊的味道 远处 苏慈刚刚赶到 见得这一幕 眼神微眯 他在人群中 还见到了洛峰 与姚池圣主夫妻俩 这两人脸色 一个比一个难看 正在排着对当 浩才 一旁 天鹿急急赶到 扯住了他的袖子 道 此而 千万别冲动 骑龙手的那位 是群星门的群星妻子汤衡 地先修为 切勿起冲突 苏慈想了想 先借人 天鹿点头 对 中周天道 背后就是群星掀门 苏慈笑了 这些年 就是他们在追杀我 给我划分了什么中周进行的规矩 天鹿再次点头 苏慈掩路轻蔑 放心 院长 我有分寸 天鹿长松了一口气 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苏慈已经在万众瞩目之下 踏天而过 潘西坐在了戒鱼之心前方 在他的肩膀上 小灰仰着头颅 刺着牙 尾巴直直挺起 俯视着群星门的诸人 一瞬间 全场一计 旋即爆发出惊人的一轮声 是苏九霄 他来干什么 不对 他想干什么 他想对抗仙剑 送死也不是这样的吧 洛峰与瑶池圣主云婷两人 眼睛瞪得老大 云婷颤声道 苏九霄刚回来 不知道对方是仙剑人 这是在送死啊 洛峰目光呆滞 突然吼道 苏兄 快逃 快逃啊 他喊得歇斯底里 声音都破了 苏慈神色不变 盘西闭眼而作 谢和这时才堪堪赶到 看了一眼天鹿 眉头紧紧促起 恐怕保不住你这弟子了 群星门来的上仙 背后还有玄仙在看着 凶多吉少 天鹿微微沉思 随后他看了眼谢和 我突然觉得 慈儿能对抗群星门 谢和目露荒唐之色 你疯了 天鹿笑着摇头 你不了解慈儿 他惊得很 从小就步步为营 不打无把握之战 如此姿态 只有他在掌控全局的时候 才会做出来 谢和沉默半想 随后道 我还是觉得你疯了 天鹿轻笑 要不赌一把 谢和看了他一眼 赌什么 天鹿沉生 赌你那个仙气龙舟 谢和瞪大了双眼 你也疯了 龙舟能穿梭戒雨 那是太一剑派的 这种东西 我怎么可能拿出来躲 天鹿抬手 一颗丹药露出 好 我赌了 谢和深吸了口气 转头 眼睛直直地盯着苏慈 远处 汤衡骑着龙居 踩着灵妇的头颅 轻声问道 谁能告诉本将军 这个天玄土著 想干什么 周边几个大族组长对视一眼 皆是看到彼此眼中的茫然 汤衡一脚踹出 灵妇摔了个狗吃屎 错愕转头 便听汤衡说道 天玄土著 不配站着与我交谈 你 过去把他的头颅 给我带过来 灵妇一惊 汤衡不认识苏慈 他认识啊 这可是在东荒无敌的绝世半仙 连东荒天道一直都给干碎了 他虽然也是半仙 但也自认难敌苏慈 看得灵妇如此表情 汤衡眉头一皱 随手扔出了一柄长刀 持仙气 可斩否 灵妇双眸瞪圆 喜上眉烧 义柄掀起长刀 掀起这种东西 在天玄大陆几乎绝技 连帝族也没有 此刻莫名得到一把 灵妇只觉舔的真直 别说让汤衡踩着 便是 每天舔汤衡脚趾 他都愿意啊 灵妇愿斩 为将军开路 万死不辞 灵妇重重磕了个头 右手持着长刀 踏天而上 看向苏慈 苏九霄 你与我凌家恩怨不小 从老到少 从地境到化神 因你而死的 我凌家巧楚 何止无止之术 今天 我就秉承天命 以此兵斩你头颅 为世间除一大害 灵妇笔直地朝着苏慈走去 阳光洒下 仿佛他就是 正义 二字 答复他的 却是一道亮光 划破空间 如同锋锐的刀刃一般 越过百丈 灵妇吃了一惊 纵身后跃数理 却尴尬发现 苏慈根本没有滑向他 而是在空中滑下了一个圆 在圆心处 则是介余之心与苏慈 化地为牢 领域 还是什么阵法 灵妇死死地看着 却发现 那圆心 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 只是一个化定区域的先缘之险 苏九霄 你想干什么 第四十二章大战 介余要塌了 苏九霄 你想干什么 灵妇脸色滚烫 既有被吓到出糗的羞脑 也有苏慈无视他的愤怒 无论何人 过此境 死 忘 苏慈闭上了眼 视众人于无物 小灰在他肩上要武要威 嘎嘎耍威风 众人脸色微变 这也太狂了 随后 他们把眼神看向汤恒 等待这位仙人的决策 汤恒人都傻了 他都降维打击了 没想到 还能碰到个比他还装逼的 但 一般比他装逼的 都比他死得早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犹如井底挖关天上月 愚蠢至极 林傅 还在等什么 给我上 给我上 林傅闻言 身躯一阵 重新打起战役 白光焰 单单那光焰 都近乎要压他虚空 苏九霄 你抗争了一辈子 从未低头 但今天 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话落 林傅纵身一跃 迟迟地朝着苏慈冲了过去 刷了 刀芒掠过长空 直接把天空撕开了一个大口 如同深渊凌空一般 是林家斩仙刀法 这可是禁术 传闻到了 家族生死存亡之计 才能使用 有人惊呼 被林傅这撕裂虚空的一刀惊到了 为师太猛 苏九霄怎么应对 多数人眼巴巴地看着 林傅手持仙气 斩出这一刀 可以说是纵横中周 没人有把握 毫发无损的正面阶下 但那刀芒 刚刚进入苏慈化的圆圈时 苏慈突然睁开了双眸 右手书弟探出 虚空片片崩塌 一双大手遮蔽天际 瞬间按在了林傅的头颅之上 空间神通 摘星手 能摘星 但苏慈大多时候 用他来摘取人头 煞奈间 刀光纤维 戛然而止 林傅如同囚徒一般 被吊在半空 双脚须灯 面对苏慈 他犹如志同一般 什么大道 什么仙气 什么劲法 通通失效 啊 林傅张嘴发出怒吼 突然 咔哒 一声 他的头颅 被苏慈直接捏爆 血洒长空 无头尸体缓缓坠下 喷一声落在地上 笔直站着 那柄掀起长刀 正正插在他的脖梗 宛如上坟一般 全场寂静 许多人看向苏慈的目光 充满着惊疑不定 一掌就打死了 手持仙气的地族组长 苏九霄的实力 似乎没有上线 这几百年 他到底在东荒研究什么 便是眼光极高的谢河 此刻也有些错愕 看向天鹿 这是你弟子 在琳琅书院修行的 都是我弟子 天鹿笑得开怀 哼 难怪 你有信心跟我赌 谢河眉头微醋 但群星仙门 可不是好惹的 群星妻子 更是天之骄子 个个强恨无比 那就看着吧 天鹿虽然嘴上说得强硬 但实际心中也没底 群星仙门的实力 他比谁都清楚 硬冲 连他在仙界的道统 他一剑派都做不到 另一边 汤恒身侧一个老者 俯身在他耳旁说了些话 你说什么 人仙境 汤恒微微一惊 在下界 能成人仙者 百万年可能都出不了一个 这需要大机缘 大气魄 还需要满级的天赋 没想到 让我碰到这种人 汤恒深吸一口气 第一次有些重视了起来 这种人若是为敌 那就绝对不能留 要是让他飞升到仙界 不出百年时间 群星仙门 必有一大敌 说到这 他骑着龙兽 踏天而上 直面苏慈 你叫苏九消逝吗 苏慈没有回应 依旧老神在在的盘膝 汤恒心中韵怒 但还是沉生 我群星仙门吸财 若你现在让开 投入我麾下 我可以做主 把天玄大陆赏赐给你 让你做这片世界的唯一霸主 独尊一剑 闻言 许多跟苏慈有旧仇的势力组长 身躯一颤 猛猛摇头 苏慈霸道 是杀 不讲情面 这要是让苏慈得势 还有他们的路走吗 说话 汤恒沉生一鹤 双腿一夹 指挥胯下龙兽 步入了苏慈画下的圆圈 突然 苏慈睁眼 信手一直点去 轰隆隆 天破开了大洞 一根手指 犹如晴天巨著一般 从天际砸下 汤恒面色大变 没想到苏慈面对他 也是人狠话不多 抬手就是杀招 而且 挨得如此凌厉与霸道 他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千钧一发之际 汤恒从袖子中 取出一柄匕首 割破了一旁的虚空 狼狈地钻了进去 剩下龙兽养天长丝 挺起脊背 施展秘法 硬抗拒指 龙族 以躯体坚硬闻名 举世皆知 更别提这头龙兽 还来自于仙剑 是群星妻子的坐起 结果在无数人震撼的目光中 巨旨就这样压着龙兽 一点点地沉入地底 咔哒咔哒 吼 伴随着一声怒吼 龙兽的躯体 开始土崩瓦解 当指印散去时 原地只剩下一个大坑 至于龙兽 更是被巨旨给磨成了积粉 汤恒目自欲裂 那是他最爱的一个坐起 没想到 就这样 被缩辞斩了 但这还没完 缩辞的三彩点先止 能调动天地命格 追溯命运 因果 既然锁定了汤恒 那在力量没用完之前 就绝不会罢休 只见在汤恒的头顶 空间再次破开 又是一根巨旨凿下 耳感 其人太甚 汤恒满脸怒容 长挤横空 直面巨旨 轰隆 一声巨响 传遍天旋大陆 如波涛般的气浪 以汤恒为中心 朝着四面辐射开去 咔咔咔 整个天旋大陆 日月星辰期限 空间如同破碎的镜面般 层层脱落 天道在嘶吼 一会飘雪 一会化作血雨 过一会 便雾气蒙蒙 不好 汤恒动用了地仙境的力量 超出了天旋大陆的承载极限 这片戒雨开始崩塌了 天鹿目鹿骇然 惊呼出声 第四十三章 群星令 毁灭一箭 戒雨崩塌 此刻 在天旋大陆各处 都有空间开始破碎 秩序陷入了混乱 无数强者抬头望天 目鹿茫然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到了末日 成仙鹿中 宇文波 雪梅大帝等人 被挤了出来 望向长空 目露惊骇之色 特别是顾雪梅 眼睛突然瞪得极大 消失在了琳琅书院中 而在那无人可叹的仙玉 姬伯臣服在星河中 面前是苏慈对战汤恒的景象 浮玉迎在他身旁 眼尘琥珀 目光充满着担忧 紧紧盯着苏慈 姬伯笑道 你这个夫君真不简单 一天时间 就跨入了人仙境 我倒是有点期待她来仙玉 看看能搅动什么风云了 浮玉迎点头 她身上有一股莫名的气质 一直吸引着我 但仙玉对她来说 还是太危险了 这时 戒狱突然崩塌 姬伯神色一惊 师妹 你这个戒狱有问题 有莫名的力量 在拖着戒狱 不让她崩塌 浮玉迎凑近一看 眼睛瞪大 我就说 我的家乡秘密很多 你们非不信 姬伯摇头失笑 我们不是不信 只是对于仙庭来说 再多的秘密 我只是想告诉你 用了先例之后 介于崩塌 你的夫君 可能要面临 一番苦战了 苦战 浮玉迎一愣 随后一耸 原本 天玄大陆 只能承载半仙之力 但现在 汤衡主动打破了禁忌 把战斗的层级 往上提了一个围堕 苏慈她 能行吗 场中 苏慈依旧盘膝 皱眉看着那天摇地动 雨水倒流 大道崩散 哀鸿遍野 许多临近岁数的盛境老者 都是直接作画了 便是递竞 都是满脸恐慌地往后退去 苏慈看向肩膀的狗子 小灰 天玄大陆要崩了 汪 哪能啊 天玄大陆 可没那么简单 小灰简单硬了下 随后快速道 你看戒狱之心 还完好无损 你要是担心那些旧石 便把戒狱之心炼化了 把世界修复了就行 这还能修复的 苏慈错愕 但下一刻 她的身影 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汤衡手持长脊 出现在了她的身侧 一挤刺出 空间崩裂 随后她一步踏出 追上了苏慈的步伐 紧跟着又是一挤 雷霆 一挤打来 虚空中满是雷电的锁链 宛若一个球龙一般 封锁了苏慈的所有退路 苏慈目光一宁 转身一拳蹦出 直面长挤 哄 一声惊爆声响起 长挤被苏慈一拳打得脱手而出 怎么可能 汤衡大眼瞪圆 他可是帝仙境 是个不折不扣的仙人 都打不过一个下界人 赤手空拳 眼前的人 是怪物吗 但苏慈可不知道 汤衡此刻的想法 他只知道 身负苍生战体的她 修为解禁 有多么的勇猛 简直势不可挡 哄 又是一拳 苏慈直直地轰在了汤衡的头颅上 打到这位仙剑年轻乔楚 倒飞而去 鲜血喷洒 有点硬 不错的沙包 苏慈见烈欣喜 猛然踏前 在空中追逐着汤衡 哄 哄 哄 天摇地动 拳拳到肉 汤衡被打得身躯破裂 犹如瓷器摔落在地一般 谢和看得眼都直了 正面碾压群星妻子 这个苏慈 天赋也太强了 没想到 天玄除了御营仙尊之外 还有这么个好苗子 天鹿满脸喜色 群星门操纵天道 划分秩序 他作为琳琅书院的开创者 没少吃过他们的亏 苏慈越强 他越骄傲 一些琳琅书院的长老们 纷纷目露惊喜 跑到了天鹿身旁 跪久了 也会累 太强了 苏九霄竟然能把汤将军打成这样 难道天玄大陆 要由我们天玄人自己做主 还是别太掉以轻心 宿圣论不可取 我看群星门的几个长者 都还未动 看来他们并不紧张 闻言 天鹿眼光微眯 看向远处那云层之中 三位老者垂眉 犹如老僧坐定一般 仿佛苏慈与汤衡之间的对战 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他们要是下场干预 你一个 我一个 还有一个怎么办 天鹿侧头 看向谢和 谢和笑道 你两个 天鹿 双方战力不匹配 对面的上仙境 多一人啊 哄 场中 随着苏慈最后一拳轰下 汤横躯体 轰然炸碎 血喷三尺 犹如破布袋子一般的 向着后方飞去 苏九霄 你不要逼我 一个小小的下戒 一个小小的人仙 要忤逆群星吗 苏慈冷笑 郑玉在追 却见前方陡然升起一片心灰 天外 一颗允星 以极快的速度落下 融入了汤横的身躯之中 咔咔咔 瞬间 汤横便穿上了一道星光战袍 右手长脊 再次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逼我用了群星令 你死也值得自豪了 汤横轻贺 众先听令 杀了苏九霄 毁灭此界人族 我要让所有人 都为了苏九霄的鲁莽 而陪葬 陪葬 听到这句话 云层中的三位老者 陡然睁开了双眸 煞奈间 云雾溃散 大道稳定 万千霞光绽放 三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在出现时 已离苏茨不到五里殿 住手 天鹿 谢河身躯显现而去 愤怒道 群星们 开口就要毁灭一戒 也太过不讲理了些 汤横在远处哈哈大笑 讲理 群星所致 我汤横就是脸 杀 轰隆一声 天鹿 谢河 与两位老者交战在了一起 而另一位老者 直直地扑向苏茨 汤横沉声喝道 苏九霄 能打又能怎么样 你终究是出生在下界 拿病来 闻言 苏茨热血道勇 两千年的凡人修仙 他听过最多的 就是你不行 你身份低位 好不容易成了大帝 没想到 还有人敢对他出此狂言 可天空中的老者 上仙修为 比他高了两个大境界 让他微微有些无力 汪 我来 这时 小灰突然狗叫了一声 苏茨一将 你 第四十四章 小灰显微 生吞上仙 小灰 只是浮育营给苏茨的一个机缘 苏茨一直以为 小灰的作用 类似于百科全书 主打一个讲解万物的作用 但万万没想到 这狗子 面对一尊上仙袭来 净裂开嘴要冲锋 勇气太足了 你 行吗 苏茨嘴角抽了抽 哇 小灰不满 他觉得从一开始 苏茨就没瞧得起过他 让你看看 什么叫诸天万界最大的机缘 小灰一声狗吠 从苏茨身上窜了出去 饿狗扑石 煞奈间 小灰身躯暴涨了万倍 犹如一只远古神兽复苏一般 横跟在天地间 那迎面来的上仙 刚想停止冲锋 往后逃窜 便被小灰一口叼住 含尽了嘴脸 扑吃 扑吃 咀嚼声传来 伴随着屡屡白气 一尊上仙 竟就这样被小灰生吞活吃了 简直匪夷所思 死 无数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另一旁 刚开打的天鹿 谢和 以及另两个老头 急匆匆地杀住了车 卧槽 这么大的变故 还打个毛啊 所有人都以金句的目光 看向他硕大的 神兽 便是汤横都有些下嘴唇颤抖 甚至苏茨都有些茫然 仙剑 鸡伯一脸古怪地看着浮玉营 你家狗子有这种能耐 为何你一直不用 谁知浮玉营比他还猛逼 我不知道他这么厉害啊 跟着我的时候 小苏除了睡觉 就是睡觉 就好像是神魂残破一样 感觉比我还惨 鸡伯一呆 什么意思 跟着苏茨 就变得这么强了 他有这种磨练 浮玉营的眼中 爆发出浓厚的兴趣 回天旋 我要当面问问他 不行 鸡伯一口回绝 师尊的命令 可不能违背 浮玉营红眼瞪着他 一副要撕破脸的样子 这样他来仙玉之后 我给他些帮助 让他早点上仙庭见你 行不行 年轻人天赋再好 也需要历练的吗 你再待在天旋大陆 一些人可就要找到你了 鸡伯苦口婆心道 他也确实没什么私心 作为掌控时间的先尊 他活了不知有多少万年 对于苏茨与浮玉营 他更多的是爷爷看孙女 孙女婿的心态 一心想为他们操劳啊 好 好吧 浮玉营咬咬牙 恨不得马上恢复力量 飞回天旋 当面问问小灰的奇异 琳琅书院内 小灰刚吃完一个老头 打了个宝格 眼中略有些疲惫 旋即 他转身 看向另两位老者 陶 两个老头虽有上仙修为 但面对比星辰还庞大的小灰时 却没有任何想反抗的意愿 脑海中只剩下陶子 但他们 又怎么能快得过 鸡肠碌碌的小灰 只见一个清月 小灰飞扑而去 饿狗扑时 又是这招 但很有效 这一口 宛若秀李乾坤 戒子那须迷 把前方千里的空间 全部都覆盖在了口中 两位上仙发疯逃窜 燃烧仙源 自暴仙气 但都无济于事 完全无法逃脱出眼前的 牢笼 巴唧 巴唧 小灰啃断两人的肋骨声 传遍整个天玄大陆 天路早已下的面无血色 谢和在旁边手抖的 都拿不住兵器 师爹 你这弟子 到底什么情况 天路差点给小灰跪下 这狗子我从未见过 但他身上的气息 却是极其古老蛮荒 恐怕诞生的时间 比天玄大陆还要早 比天玄大陆还要早 谢和瞪大双眼 心中瑟瑟发抖 早知道就不来这天玄大陆了 本以为是个美差 旅旅游 看看谢 没曾想 跟一些魔神秘境一样 恐怖的一逼 另一边 许多原本摇摆不定的帝族 古圣族的族长 此刻纷纷目中暴露出惊喜 九霄帝尊 不愧是我天玄大陆万年 才出一位的人物啊 我天玄大陆 有九霄帝尊 何其之幸啊 陈家 愿投入帝尊麾下 为帝尊孝全马之劳 诸家也愿 诸家 愿为帝尊分忧 屈晚里看着往日高高在上 与他平起平坐的大地 此刻犹如丧家犬一般 渴求庇护 他就满心震撼 望向苏慈的背影 他的心中 有树不尽的情绪涌出 而苏慈 却是满脸平静 看来 对比起掌控天道的群星仙门 天玄大陆的明星 更像着自己啊 毕竟 自己可不会拿着圣经 递经的性命 跑去祭奠丹炉 这时 空中的小灰 突然一声狗叫 声音缩小了万倍 缩在了苏慈肩膀上 怎么了 苏慈传音道 没力气了 小灰此刻跟个宠物犬一样 吐着舌头 哈着气 见状 苏慈心中一动 你的力量 来源于我的五经七书 答对 小灰舌头蒙吐 但也不全对 我毕竟跟在你身边才一天 其实我这些年 积攒了一些能量 在今天全部释放了 跟在你身旁 我有了恢复的动力 自然就不会吝啬力量的使用 苏慈点了点头 难怪这狗子 看到自己使用五经七书力量的时候 一脸兴奋 感情还有这方面的因素 而就在小灰缩小的同时 天玄大陆的天道意志 忽然暴动 在空中化作了一只眼眸 眼眸射出无尽的光辉 仿佛要遮蔽天地 苏慈眼中 有着仇恨的色彩涌出 中周天道 差点害死他的罪魁祸首 若不是系统觉醒 他早就被心魔入侵 作为一个失败者 暴毙于东荒了 这时 汤恒与天上的眼眸 同时发出了声音 苏九霄 让开 否则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 群星门必将你与你背后的势力 连根拔起 彻底诛杀 背后的势力 苏慈摸了摸下巴 他听出了中周天道背后那人的忌惮 看来 来者是把小灰 当成他的背景了 我若是不能 苏慈挺身一力 不管是小灰 还是浮玉营 还是东荒的华青上先 都在告诉他 要夺得戒鱼之心 而如今 他占据优势 又怎么可能妥协 让步 谁敢拒绝群星 汤恒上前一步 浑身开始绽放星光 第四十五章 天地意志的力量 群星放逐 空中 天地意志 化为一束金色云雾 投入到了汤恒的身上 煞奈间 汤恒身上的星光战袍 熠熠发光 远处 许多仙缘不要命的涌来 灌入他的体内 开 汤恒满目兴奋 与天道合二为一之后 汤恒如今能调用的力量 只能用牛逼来形容 一掌照去 整个虚空就破碎开来 许多金色液体 在苏慈身侧浮现 液体渐渐地连成了两条绳索 束缚住了苏慈的四肢 在绳索的另一头 汤恒紧紧地握住绳索 这是要以虚空真水为绳 把苏慈捆绑之后 投入远处那单顶 催熟介玉之心 一尊人仙 必定能让介玉之心出世 群星 放逐 汤恒掌心一合 苏慈的身影 瞬间坠入空间乱流 先借助空间破裂的力量 切割苏慈 削弱他的力量 同时 他朝着身后的几个狗腿子喝道 快 继续把人 朝着往生炉里练 只要我彻底掌控了这片介玉 便是天王老子来了 在天玄界 都赢不了我 几个狗腿文言一惊 对视一眼之后 直接抓住了身侧的几个地境族人 在最前方的 正是曾经为难过苏慈的执法堂大长老 凌红刚才几乎所有天玄本土势力 都投在了苏慈徽下 唯有他率领的凌家 没有动弹 他们凌家跟苏慈 仇恨太深了 让他唯有迟疑 还在观望 只是没想到 只是小小的看了这么一回 汤恒就要把他们投入丹炉 做新活用 汤将决 汤将决 我们凌家一直对您忠心耿耿 临阵未判 给条活路吧 凌红疯狂扣头 身侧的几个小势力组长 也是连连点头 汤将决 不能让我们寒心啊 不错 我们是最忠诚的 还望将军决见 求将军给条生路 汤恒侧头冷笑 不想死 那你们就出手 把叛敌的几个地族 给我抓进往生炉里去 说吧 他扔下了一盒丹药 这是隐元仙丹 能预知你们的寿源 暂时发挥出地仙境的实力 别让我失望 凌红接过隐元仙丹 手指都在颤抖 这等预知寿源的丹药 副作用一定是极大的 吃进去 少活千年都有可能 可不吃的话 马上就死 凌红没有选择 念及此 他们一闭眼 把丹药送到了口中 轰隆 一瞬间 他们身上的经脉 透体而现 漆黑无比 每个人都眼中 都染上了黑雾 杀 凌红失去了理智 手当其冲地 朝着区外脸去 身后茫茫多地修饰 黑气笼罩 开始了一场 丹方面的狩炼 拿兽源换力量 这是仙丹的力量 天旋大陆的一些地境 完全挡不住 被丹方面收割 投入了丹炉之中 丹炉火焰沸腾而起 戒狱之星 朝着白金色更进一步 起码有七成区域 已经转化为白金 住手 天鹿心意一动 就要向前 保护驱腕烈 太一剑派 若是敢动一分 不死不休 汤横冷冷地看了眼天鹿 其嗓音变得古老沧桑 而远处那如实质的成仙鹿 隐隐传来了震动声响 以及玻璃碎裂的声音 有无上存在 要跨界而来 天鹿身躯一颤 一级的老古董 万万不可立跌 谢和一把抓住了天鹿的手 猛然摇头 不要再给师门惹祸 不然没人能为你说情 惹祸 天鹿身体一软 有些颓废地低下了头 碰 远处 屈丸里使出了吃奶的劲 还是被林洪一掌拍飞 她的目中 有着一丝惊惧 林洪不过是执法堂长老而已 而她却是文怨怨守 往日收拾林洪 最多三招 此刻却不敌 可想而知 汤恒的影员仙丹 究竟有多么大的威能 这是真正的降维打击 是 林洪右手如虎爪般抓来 直取屈丸里咽喉 屈丸里右手持剑一批 哐当一声 长剑被弹飞 林洪右手毫发无损 继续抓来 当 一找抓时 屈丸里雪白的咽喉上 留下五道血色爪印 整个人犹如漂浮的柳絮一般 朝着丹炉飞去 死吧 林洪哈哈大笑 之前她要动苏词 被屈丸里阻止 还用金棒抽她大嘴巴子 她早就怀恨在心 毕竟 那次是苏词不守愿归在先 但屈丸里太不公平 多次包庇苏词 站在林洪的角度 她觉得自己没错 是秉公执法 是屈丸里的错 此刻用自己的双手 送这个女人往生 报仇雪恨 何其快在 另一旁 洛峰 姚池圣祖两夫妇 也被追得奄奄一息 很快就要成了燃料 陈家 朱家 蓬莱圣祖等 投靠苏词的古圣族的地境们 亦是各个富商 整个场面极其悲惨 不行 我要出手 这都是我的孩儿 天鹿眼睛都红了 她创办琳琅书院 培养多年的学子 此刻要被一锅端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谢和死死地拉住她 记住 你有势力 你出门在外 代表的是太义剑派 绝不能一意孤行 为剑派招惹大敌 势力 天鹿死死地握住拳头 瞪着大眼 壮若癫狂 但却没有再动一分 被汤衡一言喝退 而另一边 在操纵着苏词 坠入空间轮流的汤衡 面色突然变了 中周天地意志的力量 融入身体之后 她觉得 自己哪怕是 放逐一尊上仙 都可以掌控她数个时辰 但现在 她觉得 自己牵绳的另一端 是一头上古神兽 隐隐要超脱出了她的掌控 勒得她手指生疼 这不可能 汤衡死死拽着 看着远处那介遇之心 一点点成熟 在心中疯狂呐喊 再坚持一会 一会就成功了 啊 但就在这时 碰 的一声轻响 虚空真水凝成的戏声 断了 汤衡面色大变 远处虚空 陡然裂开 被人一拳凿穿 苏慈的身影跃了出来 一拳打在了汤衡的头颅之上 哄 汤衡头颅直接被打得离体而去 当的一下 砸在了往生炉上 随后弹了回来 正好掉在了重伤的 屈腕力身侧树里的位置 而这时 灵红还会把屈腕力送入炉中 见到汤衡那冒血的头颅 他神色大惊 急忙转移目标 一步上前 把头颅捧在了怀中 第46章 天地熔炉拳 三千大道 苏慈现出身影 他的体表 隐隐有着灰色的气流在流窜 那是一种蛮荒 古朴 深邃的灰色 按照五经七书上的记载 这种叫做混沌气 是一种天地初开 就横跟在宇宙中的原始之气 往常 只是沉寂在苏慈的四肢百骸之中 但刚才 苏慈动怒 把自身的实力 发挥到极致 激活了潜伏在身躯中的一丝丝混沌气 力量直接暴涨到他无法理解的层次 甚至给了他一个错觉 纵是一颗大心在面前 都能徒手撕碎 腕力 这时 苏慈转头一看 发现屈腕力被打得奄奄一息 差点要被陷阱 一道怒火 瞬间从他的胸间生起 虽说他对屈腕力没有爱意 只是屈腕力单方面的追求他 但屈腕力给他的帮助与呵护 却是真诚实质的 哪怕是 他被逐出中州 放逐东荒时 屈腕力也一次一次站在他这边 此刻 竟然被人打了个半死 你们 都有取死之道 苏慈一声长笑 陡然 天摇地动 空中那旗线的日月都摇曳了起来 一点一滴的火光 在书院中浮现 覆盖了至少数里垫 苏慈手一招 狂风呼啸 原本头与他挥下的 无论往日有无矛盾 此刻都被他卷出了树里之外 屈腕力更是被他直接卷到了天鹿身旁 受他庇护 紧接着 整个书院中的温度突然高了起来 这是什么力量 天鹿神色微变 面前的点点火光 化为了赤金色 无比恐怖的温度正在书院中蔓延 并且 还在节节攀升 温度越来越高 那仙气往生炉 隐隐都有融化的迹象 呲呲呲 灵虹等人 体表开始融化 脸皮都脱落了下来 满脸都是黑色血液 他们身躯一颤 直接清醒了过来 面色恐慌无比 大道都被阻断 空间都被焚烧 他们想跑 都跑不了 望着天空中 如魔神 凌晨的苏慈 他们只能齐齐跪下 痛哭道 九霄大帝饶命 饶命啊 我等愿祥 我等愿祥 我愿为九霄圣地当牛做马 捐出所有钱财器具 只求让我等神魂坠入轮回 再活一世啊 无数人的神魂都在被焚烧 痛苦不堪 便是那些跟着汤衡来到天玄界的群星门人 此刻都是倒地身影 躯体竞篮 狼狈无比 汤衡的头颅猛然睁开了双眼 喝道 苏九霄 你想干什么 苏慈不答 一拳轰出 煞时间 天地间出现一座巨大的天地熔炉 足以焚烧万物 容纳天地 忠心处 正是汤衡等人 到了这时候 汤衡终于知道了 苏慈要干什么 这是要效仿他的往生炉 把他们全部练到戒鱼之心中去 这是什么战法 你为什么会有这等强横的法门 汤衡目自欲炼 连他都要借助仙气 熔炼地精 没想到 苏慈只是打出一拳 取得的效果 比他还要强上十倍 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汤衡头颅在融化 神魂在崩塌 痛苦到极致 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了 苏慈十分平静 又是一拳打出 哄 火焰直冲九天 琳琅书院中 无论是什么建筑 还是灵兽 又或者是地质 地气等物 此刻彤彤被焚烧成一片金色光点 注入了戒鱼之心中 啊呀 胖横惨叫 新者救我 救我呀 新者救我 闻得此言 承仙路陡然剧烈阵战了起来 天路眼睛猛然瞪大 如见鬼魅 他说什么 群星门的新者 那至少是玄仙级别的大能了呀 肉身降临 此方天地都会崩塌 他们怎么敢的 仙境分为人仙地仙 天仙 上仙 玄仙 仙王 仙尊 玄仙级别 那在仙界之中 也是中流砥柱了 起码 在天一剑派 与群星仙门所在的小眼仙玉 已经是一方霸主 玄仙下不来 天玄仙承载不了 谢和冷静道 这应该是他的一道化身 但也以非常人能敌了 玄仙的一道化身 天路沉没 玄仙与上仙 虽然看起来 只差了一个等级 但万千上仙里 只怕都出不了一个玄仙 世间分三千大道 与无穷小道 只有把三千大道 感悟到小城的 才能称之为玄仙 掌天地玄妙真理的仙 三千大道有多强 向苏慈感悟到皮毛的空间大道 那就属于是三千大道中 名列前茅的大道 但苏慈感悟得太浅了 如果把大道比喻成一条万里跑道 那玄仙大概跑出了一里地 而苏慈 恐怕才一只脚 迈出了起步限 仅仅是如此 苏慈 就在天玄大路同街中 称得上是横推无敌 连天地意志 都奈何不了他 至于天路这些上仙 他们有些掌控了小道 但在空间 命运 时间 混沌等大道上 恐怕没比苏慈高出多少 所以 天路他们 与玄仙之间的差距 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若是一个感悟了空间 时间的玄仙降临 那一万个上仙 都没用 会被荡成蚂蚁活活玩死 这是道的差距 道不同 彼此战力 不斥天渊 轰隆隆 随着成仙路的战力 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他身穿白袍 面容看不清晰 但举手投足 都有一种与天地交融的感觉 仿佛已经身容天地 苏慈一眼扫去 若不是神魂辅助 恐怕都无法在天地中 找出这个白袍人 云辰星者 怎么是他来了 天路见状 脸色大变 身躯止不住的战力 仿佛眼前人一个名字 就是什么无上大恐怖 谢和在一旁 也是郊躯不停颤抖 连眼睛都不敢看向云辰 云辰星者 掌控三千大道 排名第五十七之星辰大道 哪怕在群星仙门中 也是战力无双 他亲自到来 谁而能抗 谢和就算是想叫人 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援手 云辰一落地 看清眼前景象 谋中古井无波 高阶仙法 耳师出河门 苏慈不达 只是看着戒狱之星 此刻 戒狱之星 已经完全变成了白金色 离成熟 也不过就数个眨眼的时间了 第四十七章 戒狱之星成熟 有人想摘桃子 仙剑 看到云辰出现的时候 福玉莹就有些坐立不安了起来 美眸频频看向一旁的姬伯 姬伯神色不变 依旧直视前方 目带戏谑 师兄 福玉莹鼓起了脸颊 他最烦的 就是这个死老头 明明知道 他在担忧什么 却总是假装不知道 我可不能出手 姬伯当即白首 我这次出行 是敲咪咪的 见到你之前 我都是黑衣蔽体的 而且 咱们跟小眼仙玉关系不错 若是大摇大摆的 对一个玄仙出手 如何与小眼仙主交代 你还怕小眼仙主吗 福玉莹脸颊根骨了 就跟两个小笼包似的 人家只是一个仙王 你还掌控时间 整个小眼仙玉家一起 都打不过你吧 姬伯无奈 更重要的是 我一出手 那些人直接就找上仙廷了 到时候 连师尊都庇佑不了你 孰轻孰众 你可知 文言 福玉莹沉默 拿你的命 换他的命 值得 姬伯瞥了他一眼 福玉莹脱口要说 但张开嘴 却怎么也说不出话 急得呜呜半天 姬伯得意洋洋 我帮你做决定 不值得 他知道 让福玉莹自己说 那一定是值得的 他连那条狗子都给了 还有什么是不能给的 实际上 福玉莹跟骆子瑶性格很像 都有点恋爱脑 片刻 福玉莹解禁 气得跳了起来 红卓眼 粉拳就要抱锤姬伯 最终 姬伯苦笑着败下阵来 好了好了 跟你开个玩笑 真出事了 我还能袖手旁观不成 你以为 我在这开个远观镜 监视天玄界 是有什么癖好吗 像这种 蚂蚁 争斗 对他来说 在漫长岁月中 看得太多了 你对你自己 要是也有对苏慈这么稳重 我和师尊 也不必如此操心了 姬伯忽然深深地叹了口气 天玄界 戒玉之星的转换进度停了 在云尘出现的那一刻 苏慈已经无法把汤恒等人 投入戒玉之星中 就差一点点 苏慈握拳 若是把戒玉之星炼化了 他直接一拳 把仙鹿给崩了 到时候 没了空间锚点 他就是天玄界的土皇帝 在茫茫宇宙中 哪怕是先王 想找一片戒玉 都得花费不少时间 远处 云尘目光已经沉了下来 他从来没想过 会被一个小辈无视 大胆 云尘沉生一鹤 那空中期限的日月 忽然炸碎 随后 漫天星辰降临 一片领域 笼罩了方圆百万里 一小片中周 都在他的领域范围之内 咔咔咔 天玄界加速崩塌 洪水倒涌 雪山沉沦 树枝枯叶 宛若飘摇雨水一般 在空中乱窜 天鹿等人 不受控制地跪幅了下去 这是星辰大道之危 单单是道危外险 他们都受不了 场中唯一还站着的 只有苏慈 当然 他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而是肩上的小辉 这狗子 丝毫不受影响 在小城的星辰大道 危压之下 还能谈笑风声 如智仙境 疯狂地朝着周围 哈着气 小辉 你对抗一下 苏慈试探道 只要小辉扛一会 自己就能把汤衡 打入戒鱼之心中 从而一步登天 小辉 小辉舌头立马收了回去 连气都不哈了 苦着脸 哥 你是真不想要我呀 五个呼吸的时间 苏慈揉了揉他的狗头 细细抚摸着 他那的细腻毛发 别说 手感一流 不说落子药太多 小辉被揉得 习惯性的尾巴猛摇 看着那咄咄逼人的云尘 沉默了半声 随后发狠狗叫道 好 我死了之后 帮我跟阿福递句话 就说 小苏尽力了 话落 他纵身一跃 迟迟地朝着云尘扑了过去 这一刻 不管是什么星辰大道 还是云尘打出的各类术法 都无法阻拦小辉那优美的路线 哇 饿狗扑时 他一口就咬在了云尘那洁白的衣袖上 甩都甩不掉 云尘气急败坏 抡起拳头 狠砸小辉的狗头 触上 滚 碰 碰 碰 拳拳到肉 小辉恶狠狠咬着 连乌叶声都没有 俗话说 会咬人的狗不叫 小辉此刻把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鹿等人看得瑟瑟发抖 他们甚至都怕小辉把云尘惹怒了之后 整个戒狱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另一边 苏慈看得有些感动 没想到 小辉这么尽忠 死都不怕 狗子是最忠诚的动物 这句话真不假 同时 他手上的动作也不慢 朝着汤横 不 汤横嚎叫出声 但却无济于事 整个头颅瞬间被打成粒子 血雾飘洒 苏慈寒怒一拳 威力可想而知 不止汤横的头颅被打爆 连中州的天道一指都被这一拳捣碎 无穷无尽的金光 朝着戒狱之星涌去 戒狱之星疯狂闪烁 终于 在汲取了天地意志的力量之后 他猛然一颤 通体化成了白金色 戒狱之星成熟了 与此同时 天旋大陆西域方向 突然黑光涌动 下一刻 一朵血色玫瑰 飘向了戒狱之星 旋即 玫瑰唤醒 一个长腿美人凝聚了出来 他隐隐有着上线的威能 伸手就抓向戒狱之星 满脸惊喜 顾穴梅 苏慈暴怒 鞋垫竟然在这个时候出手 想摘他桃子 但他刚轰出一拳 正直旧力未去 心力未生之时 无法阻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顾穴梅的先手 抓在了戒狱之星上 顾穴梅转头朝着苏慈甜甜一笑 谢谢了 九霄宝宝 谁让你杀我两次 这就当是你的赔礼吧 你 苏慈一塌虚空 急速冲去 但下一瞬 顾穴梅那甜美的笑容忽然僵住 旋即迅速变得难看了起来 然后 他的身体忽然变大 就像气球灌入了自来水一般 急速地膨胀了起来 这戒狱之星的力量 怎么会如此庞大 顾穴梅表情猙獰 旋即 碰 的一声爆开 所有力量 都融入到了戒狱之星中 啊 苏慈冲刺到了戒狱之星前 满脸错愕 甚至都不敢伸手 吸收戒狱之星 要是他没看错的话 刚才顾穴梅的力量 至少和他世尊天鹿 是一个层次的 这个女人 一直折服 用 皮套 行走世间 野心大的霉边 可竟然暴死在他面前 有点忌惮 而这时 小灰的传音 在他耳边响起 天玄界的戒狱之星 很牛的 他们没做任何准备 肯定吸收不了 但你不一样 你身具苍生战体 销行五经七书 连混沌器都可容纳 这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小灰 苏慈转头一看 直接愣住 在他的印象中 小灰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被打个半死 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 可谁曾想 小灰依旧咬着云晨 表情不变 还有闲功夫 给苏慈传音 拳头依然在砸着 但从云晨的脸上的表情 和他无意间的 倒吸凉气的动作来看 无疑是云晨 受的痛苦比较大 小灰的头也太硬了吧 第四十八章 宁仪界之力 闪玄仙化身 苏慈扁了扁嘴 他觉得 刚才白感动了 被小灰那入骨三分的演技骗了 也是 连福玉营这种仙尊都奋为至宝 号称诸天万界最大纪元的小灰 怎么可能是一个玄仙化身能打死的 要真能打死 小灰也不可能跟着福玉营 从仙界转世回天玄 快吸收 感觉苏慈有些放松的迹象 小灰急促传音 虽然打起来不疼 但老有人敲自己脑门 也不爽啊 好 苏慈深吸了口气 右手按在了戒狱之心上 嗡嗡 戒狱之心急速缩小 从他的掌心 融入他的身体 最后坠入了他的丹田之中 刹那间 整个天玄大陆的灵气 都暴动了起来 无数灵植 妖兽 修士 无意识地朝着书院方向看来 他们身上飘出点点光辉 对着苏慈涌来 这时生的气息 是一个戒狱的根本 此刻 苏慈疯狂地吸收着戒狱之力 五经七书 被他运转到极致 肉身力量节节攀升 无数法则 在他脑海中交织 爆炸 他的修为 随着大道感悟的加深 也开始层层破镜 人仙三重 四重 五重 轰的一声 苏慈突破了人仙境 直接来到了天仙境 无穷的光芒洒出 空中那破碎的日月被修复 远处早已一味地 山川河流在复原 整片世界的生机 陡然暴涨了起来 整片戒狱有了主心骨 心得天地意志诞生 化作一只白色麒麟 贵符在苏慈面前 虔诚无比 慢慢地 修士 妖兽 都朝着苏慈贵符了下去 便是灵直 都朝着苏慈弯起了腰 云辰看得目自欲裂 怒声喝倒 好大的胆子 窃取我群心掀门的戒狱 带得我上小眼心欲 甚至上仙庭告你一撞 你背后 不管是什么势力 都要飞灰烟面 苏慈眼睛突然睁开 转头看向云辰 清贺 锅躁 手一招 汤恒带有些破碎的仙气大吉 飞到了他的手中 这柄仙气位阶不低 连那网声炉 都被苏慈一拳练了 而这柄大吉 只是有些破碎而已 苏慈手持大吉 唤道 小慧 小慧应声 望 他松开了咬着云辰的大嘴 转身朝着苏慈奔去 临近苏慈时 他身去陡然便大了些许 浑身鳞片森森 看起来比战虎 还要威风的多 望 其我 小慧眼中 战意熊熊 骑狗 苏慈嘴角猛抽 虽然小慧现在很帅 但逼格是不是太低了点 望 望望 小慧极度不满 好 那就骑狗 苏慈轻贺 诸天万戒 没人骑狗 那便有我独树一掷 一步跨上小慧的背 苏慈猛然朝着云辰冲去 还真别说 小慧的速度极快 起码是苏慈的五倍以上 不过是半个眨眼的功夫 苏慈已经威视全开 到了云辰头上 一挤麾下 他的身后光点未散 一道璀璨的光条 横灌十里 追逐着苏慈的身影 这一挤 是整个戒狱的力量 云辰不过是一个化身而已 拿什么刀 动 一声沉闷的炸响 云辰纵视身躯比肩大心 此刻也难以抵挡 被直直地披进了地底之中 该死 云辰怒吼 他可是玄仙 感悟三千大道 像天玄界这种戒狱 往日里 他连注释都不会给 可今天 却被下界的一个小辈 压着抱锤 你想夺取这个戒狱是吗 那我便毁了这个戒狱 云辰起身 瞬间 万千大心溢溢发光 宛若流星雨一般 坠落了下来 他已经看出 苏慈的力量来源 只要毁了戒狱 苏慈没了力量来源 就是一只秋后蚂蚱而已 星落 轰隆隆 天外陨星下砸 末日般的场景降临 够了 苏慈仰天长笑 所有的力量 灌注于右臂 五经七书 直接催动到极致 苍生战体 经脉全开 戒狱之心 如同心脏一般 疯狂跳动 无数的灵气 被转换成了混沌气 那一瞬间 苏慈的身体素质 提升了十倍不止 随后 小灰仰天一跃 苏慈把大己当作标枪 隔空置下 咔咔咔 空间直接被倒成了碎末 大己瞬间横灌树里 插入了云辰的额头 以他的额头为中心 如同珠网般密布的伤痕扩散 怎么 可能 云辰大眼圆瞪 虽说这只是他的一个化身 但也是 采用了小眼心欲中 最为坚硬的中子星炼制而成 可以说是坚不可摧 没玄仙之力 连个白痕都留不下 但苏慈却一急 把他插爆了 这片戒狱的力量 有问题 云辰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满脸火热地看向苏慈 你拿不下这片戒狱 带得我真身降临 必要把你吊起来 日夜熬练 坟主十万年 废话真尼玛多 苏慈抱贺 一拳凿出 天空中 一座熔如浮现 眨眼间 就把云辰碎裂的身躯 炼化成一片光点 苏慈张嘴一吸 力量被他吸进了口中 然后他对着天空一喷 无尽的白金火光蔓延开去 那漫天坠落的星辰 被这火焰焚烧 顷刻化为碎末 缓缓落下 见得此景 所有人都像得了痴呆一般 张着嘴 瞪着眼 不可思议地 看向那骑坐在战宠上的苏慈 这是什么抹什么 而此刻的苏慈 已经转身 骑着小灰 朝着那乘仙路走去 他想干什么 所有人的脑海中 都浮现出这个问题 第四十九章 踏天而上 登陵仙剑 居然是苏九消营了 洛峰与瑶池圣主云廷两人望着长空 只觉大脑荡机 不可思议 在汤横降临 并且把他们禁锢 准备投入往生炉中时 他们都已经绝望了 可万万没想到 苏慈连仙剑人都可以反抗 这场战斗的规模与场面 更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介于崩塌 又再缓缓修复 可以说是天玄界历史上头一次 喂 洛峰 苏九消是我女婿 对吧 严云廷突然说了一句 对啊 洛峰原本还在猛逼 此刻突然醒悟了过来 满脸都是兴奋 这下咱们发达了 老婆 不过 以后我管他叫哥 还是他管我叫爸 严云廷面容僵住 转过头 冷冷丢下一句话 你不想死就安分点 人家现在可已经是天玄贡主了 不行 我要跟你划清界限 省得你害我 洛峰善善 搓了搓手 想象到日后 自己在天玄界狗杖人士的样子 腰杆都直了不守 一旁 屈腕里的身影 飘摇在一片废墟中 看向苏慈的目光 带有三分崇拜 三分爱慕 三分敬仰 以及一分说不清到不明的情绪 片刻 他微微一叹 落花有情 流水无意 他的眼光虽然没错 但下手还是晚了 此刻 他多么羡慕落子遥与浮育营 如果能投入苏慈怀抱 那众活 一世又何妨 远处 随带 混在长辈的庇护中 愣愣地看着空中 那挥斥方球 动则决定 一介生死的大人物 随后 他想起了不自量力的欧阳明 该死的东西 过两天 我要把你的坟疤了 吐两口唾沫 你这个差点连累我昆仑圣族 也走上绝路的败来 他连连唾骂 而原本跟苏慈没什么仇怨 甚至还有些关系的 诸如秦玉墨等人 则是疯狂地欢呼起来 赢了 赢了 我就说嘛 什么仙界来人 还能打得过九霄大帝不成 后来那个掌控星辰的仙人 都被九霄大帝撕碎了 太厉害了 天鹿与谢河对视一眼 两人朝着苏慈勇去 天鹿关切说道 慈儿 你想去哪 苏慈转头 踏天而上 断了这仙鹿 现在他身体内的力量 太过澎湃了 无法宣泄 这是天鹿界 储存了不知多少年的能量 苏慈储存不了多久 不把他发泄掉 反而是浪费了 更何况 那个云尘化身临死前 还说要降临天鹿 不断了仙鹿 如何高枕无忧 断仙鹿 谢河听的此言 毛骨悚然 与天鹿对视一眼 皆是看到彼此眼中的猛逼 你知道仙鹿后面是什么吗 谢河还想再说两句 却发现 苏慈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眼前 正顺着那仙鹿轨迹 登天上 天鹿 你这弟子太狂了 谢河脸色苍白 急忙拿出一个笼筹 招呼着太一剑派势力的几个门人 转身就要逃 在仙鹿背后 那可是一座小眼星域的空间大城 是专门建起来 通往各个小界的空间中转站 隶属于小眼仙主 传闻是一位擅长空间大道的仙尊所见 说辞要是跑去 把这玩意给捣毁了 谁敢接这个因果 起码 太一剑派举足而上 都不够看的 而天鹿却想得更深一些 等等 你先别急 仙鹿哪是说破就破的 此二还能抗衡小眼仙主不成 咱们还是跟上去 劝劝他 别做傻事 谢河文言 愣住 对啊 刚才被苏慈杀了云尘给吓住了 苏慈哪怕是 炼化了戒狱之心 也不过财天仙境 跑驱毁仙鹿 这不玩毒了吗 对 跟上去看看 你的弟子 就是我太一剑派的弟子 现在 他吸收了戒狱之心 未来太可期了 不能毁了 谢河转身就乘着龙舟跑了 天鹿跟在后面 盲喊道 喂 你那龙舟已经输给我了 人影都不见了 天鹿苦笑摇头 转头 把驱崴里叫过来 嘱托道 玩儿 你去西域看看 魔器再度涌动 当初慈儿那是 也许能查个水落石出 驱崴里带住 当初苏慈被冤枉 被赶出中州 其背后 就是中州天道判定苏慈 在西域引入了魔族 他有猜想过 是邪垫的栽赃嫁货 但具体是何情况 没人知道 好 我一定查清楚 驱崴里眼中亮晶晶的 要是能帮助苏慈 查出当初的真相 他也会高看自己一眼吧 与此同时 苏慈跨过仙路 身躯一阵恍惚 便已到了一座巨城之中 城池奢华无比 人来人往 空中也有许多飞禽龙旗 远处仙府伶俐 这是一座仙城 苏慈眉头微皱 这是苍穹城 简单来说 就是一座空间法阵转折点 小灰如鼠夹针地朝后看了看 哦 身后这五个空间大门 就通往五个小界域 咱们刚才 就是从其中一条大门出来的 苏慈微微点头 那我把门砸了 就算断了仙路了 小灰摇头 不算 空间阵法 极其繁琐庞大 这里只是出口 进口在城池中央的苍穹府中 那里是小眼仙主的地盘 硬闯的话 很难 说到这 他顿了一下 唯恐天下不乱地笑道 但你现在有着一介之力 玄仙不到 谁也拦不住你 可以去试试 与此同时 背后的大门又闪烁了一下 天路与泄河掉了出来 见到苏慈 急忙一人一言急促说道 苏慈 别莽撞 从头商议 慈儿 你不是他们对手 但以你的天赋 只要暂且忍耐 日后大仇必可报啊 苏慈转头看了一眼仇的五官 都皱在一起的天路 忍耐 这群星掀门遥控天道 起码欺压了他三百年 哥们既然知道了 谁是罪魁祸首 自然是有仇当场就报 最起码也要收点利息 顺便绝了后患 而这时 远处哒哒哒地跑过来一群人 他们身穿星袍 手持长刀 个个修为不凡 见到苏慈 就低声赤道 哪里飞升来的下界蠢名 愣在这干什么 跟我走 去挖矿 挖矿 苏慈错愕 看向那为首的中年男子 骑着小慧的身影 却是一动不动 胆子是真不小 中年男子不屑得很 所有飞升歇欲的修士 都跟你一样 在下界作威作福惯了 上来就嚣张得不可一世 但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残酷 他黑黑凝笑 枪 一声拔出长刀 缓步朝着苏慈走来 右手先缘凝聚 他一身修为 竟也达到了天仙境 不愧能混上小头目的人物 但突然 身侧有个小狗腿 喊了一声 队长 他们好像是天玄界上来的 什么 天玄界 中年男子将助 微微错开了身影 果然看到了苏慈三人身后的大门上 书写着天玄两字 卧槽 第五十章 一路横推 苏慈拜扶 卧槽 中年男子当场就猛逼了 天玄界已经封闭了万年 最近才放开 他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最重要的是 他刚刚才得到了消息 说他们群星门的第七子汤恒将军 死在了天玄界 听说都已经惊动云辰星者了 现在天玄界来人 代表着什么 难道连云辰星者 都没奈何的了他们 念及此 中年男子脸色一白 刀一扔 脚一软 就要跪下求饶 但这时的苏慈 已经动了手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让我去挖矿 苏慈袖口一挥 一道庞大的无形静气 宛若狂风般席卷而去 静气瞬间扫过千丈 带起无穷气浪 便是那仙精打造的奢华地板 此刻都是被打得层层掀起 朝着远方抛飞而去 静气刚打来 中年男子双目充血 抬手遇挡 哄 一声爆响 男子犹如五马分尸一般 从中炸开 四肢乱飞 被打了个四分五练 其后跟着的群星门人 面色大变 跟着撕碎了身躯 被打成了粒子 他们修为不如中年男子 哪怕只是受到了些波及 也完全无法承受 这股滔天之威 带得风尘散去 天路与泄河 瞪大了双眼 面前骑马万丈空间 直接被打成了蛮荒废墟 要知道 仙界空间 是要比天玄界稳固的 更别提苍穷城中 还有着护城法阵 袖手一击 打出这样的威势 他们两人虽是上仙 也自认远远做不到 事实上 就连小灰都不知道 此刻苏慈身体中 有多少力量 一介之力 实在太过庞大了 随着苏慈 打爆群星门人 仙穷城中 突然沸腾了起来 仙音惊动 警铃乍下 此地是武斗禁区 有人破戒 所有人都把目光 投向了仙穷城南边 那里 一位骑着战 犬的男子 缓步地踏天而上 直直地朝着仙穷府而去 那是谁 他没有动用仙戒法则 在被排挤 他是下戒人 刚飞升上来 就动杀戒 这种二愣子 真是每百年 都会出一个 太不要命了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 都不看好苏慈 在下戒驰骋杀场的 强大修士 飞升到仙玉 一般都有这么个环节 待得被收拾几天 就知道老实了 也就在这时 苍穷城中 响起了群星轰鸣的声音 九天之上 数不清的大星 缓缓坠落 在临近苍穷府时 最前方的大星 忽然化形 一位身穿蓝色星袍 面容冷冽的男子出现 他手持星笔 眉眼如星 气质不凡 一看来头就不小 是七月上仙 有人惊喜到 七月上仙竟然在苍穷城 那他身后的 便是最善图成灭宗的 星落军阵了吧 我去 以星落军阵的威力 不到悬先 谁人可抗 那骑狗的家伙 完蛋了 听说七月上仙 以折磨人为乐 一些传闻 嘖嘖 噓 不可再议论 性命要紧 城中响起 嬉戏落落的声音 一尊上仙 十面苏慈 七月沉声道 何人敢残杀我群星门人 莫不是还把这里 当成你的下戒不成 自负双手 交出机缘与宝物 竟我群星挖矿 十万年赎罪 便饶你不死 闻言 苏慈神色不变 双腿一加 缓缓朝着男子行去 七月眉头紧紧皱起 你听不到我说 跪下 苏慈一声冷喝 阴波夹杂着混沌气 犹如重重海浪般 朝外汹涌而去 首当其冲的七月 脸色一白 奋力抵挡 半个呼吸后 他忽然破了房 犹如痴呆一般 成了斗鸡眼 随后 他的蹊跷 都开始往外渗出血液 竟真的如苏慈所言那般 轰隆一声 跪在了天空 登登登 苏慈骑着小灰 猛然加速 飞越过万丈 手中九霄地剑 高高抬起 一剑劈下 吃的一声 七月的头颅抛飞 神魂被剑气 直接绞成粉碎 无头尸体 在空中停滞 仿佛一个囚徒 被吊在了空中 无法下落 远处 那星落军阵下降的趋势 缓缓减慢 一个眨眼的时间后 居然七七掉头 逃了 他们做出了判断 苏慈 绝不可敌 逃的了吗 苏慈嘴角 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 双方是敌对 那就没有留守的可能 否则 一旦有了后患 悔之晚已 望着那急速顿躯的万千 流星宇 苏慈收起了地剑 伸出了右手 淡雅的 犹如如生下棋一般 点出了三指 三才点仙指 天才 地才 人才 此招 带有些三千大道之命运道的意味 凡是被苏慈盯上的目标 在指力耗尽之前 统统没有逃跑的可能 苏慈现在的指力有多重 一指压下 仙界的虚空 直接印上了一个巨大的指印 碰 对一声 大星犹如烟花一般 在虚空中绽放开 紧接着 轰轰轰 空中爆发出一连串绚烂的烟花 宛若一个国度 在迎接自己大圣归来的战士 全场死记 所有人都呆立当场 不知所措 谢和把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阿巴阿巴的 想跟天鹿说点啥 却什么也听不清 天鹿更是看得浑身站立 疯狂回忆这些年 自己有没有亏待过苏慈 要知道 那七月上线的实力 还在他们两个之上啊 再加上其后的辛弱大军 十个他们家一起 都不够打的 但在苏慈面前 一言 一剑 一指 一个所向披靡的军阵 就这样土崩瓦解 恐怖 这时 一位白眉锤到腰间 号称见多识广的老翁 颤巍巍地看着苏慈 公声问道 敢问上仙 是何尊名 苏慈看都没看他一眼 转身下了马 走到了七月的无头身体旁 一脚踹出 碰 七月的身体 直直朝着苍穹府飞去 苏慈一声轻笑 嘹亮全程 天玄苏九霄 一档之威 仙界阵战 城外不远处的星海中 姬伯见状 目录欣赏 伸出双手鼓起了掌 狂 太狂了 和你三师兄很像 他年少时期也这样 杀尽万家 纵横星河 福玉莹却满面担忧 催促道 在靠近点 我怕到时候 真有什么事 你来不及救了 姬伯瞥了他一眼 关心则乱 他一个先尊级大能 掌控时间 虽说还没达到 时间静止的境界 但这么点距离 也来个先尊 但那又怎么可能 整个小眼仙玉 都没有先尊 苍穹府中 一位骑马两百斤的胖子 穿着极其华贵的衣服 戴着金罐 坐鱼上手 在他的下方 则是一位穿着新袍 风神俊朗的男子 他名审卫 是群星仙门的群星第五子 与那死在天玄界的 汤横地位相同 但岁数却大了许多 修为自然就不是同个层次 这个时候 苏慈刚把七月的尸体 踢入府中 无头尸体 犹如破布袋子一般 鼻挺地躺在殿中 蹭蹭地往外喷着鲜血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不仅是羞辱 他群星门 更是羞辱整个小眼仙玉 神卫拱手 殿下 下界人叩服 这是何等大不敬 我们就这样看着 上面那个神情 不太自然的胖子 是小眼仙主的儿子 在这片仙玉 当之无愧的太子 但他有手好闲 战力不高 没有担当 只是有个好出身罢了 神卫对此人 一向是极为不齿的 但没办法 太子这个身份在哪 沈魏就算在厌恶这个胖子 也只能陪着笑脸 请求示意 沈魏 你别急 听到沈魏义愤填膺的怒喝 胖子一脸害怕的样子 古往今来 空间大成 谁敢扣关 无意不是那种 来头大到没边的主 一言不合 才死了我 我也就是在他的人物传记中 记载几遍 亏不亏呢 沈魏一阵无语 这胖子 要是把沈氏夺势的功夫 用在研究大道上 也不至于用那么多资源 还堆不出个玄仙来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沈魏一声冷喝 那些寇官没被记载的 只不过是死了而已 殿下未免太害怕了些 胖子疯狂摇头 你们那个云尘新者 不是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我贤叔也在往这边赶 只要咱们躲在大殿里不出去 任那下界人如何猖狂 都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再等等 沈魏转头 看向胖子 整个苍穹城 就只有这个大殿坚固 也就是说 然后逃往下界 他们就白白吃了一个闷窥 殿外 也如沈魏所料的那般 苏慈骑着小灰 正朝着传送节点的位置去 路上无一人敢拦他 只能敬畏地看着他 不能让他得逞 沈魏看了一眼胖子 转身直接出现在了苏慈面前 拦住了他的路 见到沈魏 天路与谢和两人 顿时停下了步伐 不敢上前 他俩虽说也是上先 但沈魏可是群星妻子 能得到这个称号的人 无一不是立志在各个境界 走到极致的人 停下 沈魏对着苏慈亲赫 手中拿着一叠卡牌 见苏慈看都没看他 随手就抽了一张出来 千刀百刃 沈魏打出了手中的卡牌 刹那间 万千刀光从虚空中显现 直冲苏慈而去 这一招不可谓不强 刀光中带着心灰 每一柄刺来 都有一心之力 放在外界 恐怕能毁灭一片陨星群 但苏慈却看都没看他 只是袖手一掌拍来 空中一只巨掌浮现 用力一合拢 所有刀刀土崩瓦解 萧米在虚空中 苏慈依旧没看他 朝着传颂法阵奔去 他有预感 有极其恐怖的修士在靠近 这是命运的预示 也是 他感悟三彩点 先知带来的副收益 能微微看到一脚未来 也就是说 现在时间紧迫 你敢看不起我 沈魏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慈 整个小眼先遇上先钟 他不说排在前五 但最起码也是前十吧 就跟在苏慈身后 那一男一女 他把他们揉成泥灰 也不过几个眨眼的时间而已 但眼前的苏慈 竟然把他当成蚂蚁一般掠过 让一向眼高于顶的沈魏 如何能忍 我要撕碎了你 当即 沈魏暴怒 衣服炸开 连抽三张牌 绽放出金色的光辉 朝着苏慈投掷而去 卡牌脱手化作万千光点 犹如一个个木桩一般 打入了苏慈身侧树里的空间 轰隆 苏慈身前的空间突然崩塌 无数仙佛从空中显现 他们各自手中缠着丝线 那是因果之线 不断纠缠着苏慈的四肢与神魂 阻拦着他前进的步伐 苏慈虽说力量很大 但在法则一道上的薄弱 让得他一时半会 竟被控在了原地 三千大道第十七 因果道 天路见状 惊恐喊了一声 沈魏不愧是群星妻子 不走星辰道 改走因果道 竟也有如此成就 谢和道吸了一口凉气 对比起这些天骄来说 他们这些普通修士 确实上不了台面 特别是这沈魏 比之汤横 又强出了不守 日后成就悬仙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了 便是在大殿中偷看的小眼太子 都目录羡慕地看着沈魏 哇 以利破镜 你用法则纠缠 指挥越陷越深 小灰看了一回苏慈 就知道他想干什么 以他天仙级的法则感悟 还远远做不到 在法则上与沈魏碰撞 苏慈猛然睁开了双眼 刚才他有些感悟 大道法则 在他脑海中不停碰撞 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但时间上来不及了 你有点烦人了 苏慈转头 看向沈魏 沈魏抱肘 站立在虚空中 冷笑道 今天你不杀了我 就别想走 苏慈 小灰 还有人有这样的要求 苏慈与小灰对视了一眼 满足他 杀 小灰怂恿 苏慈点了点头 双腿一加 混沌气往小灰身上输送了一点 刹那间 一股古朴 蛮荒 永恒 混乱交织的气息 从小灰身上荡了出来 那一瞬间 整个小眼仙玉 乃至大眼仙玉 甚至 那远在天边的中央仙玉 都狠狠阵战了一下 特别是小眼仙玉 一些上古禁忌之地 似是 承受不住这等威压 甚至都快开始崩塌了 首当其冲的沈魏 脸色大变 他只是被这道威压波动了一下 身上的大道波动 便被完全隔离了 哄 对一声 他的身躯 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朝着远处荡去 身躯都萎缩了不少 小灰一脸猛逼 王 小灰 卧槽 天杀的 谁让你给我身上 输送混沌器的 第52章 这到底是谁的狗 小灰狗叫连连 颇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 拼命把身上 那宏大无边的威压 给死死地压在了身躯之中 苏慈在那一瞬间 也差点被荡飞 此刻心有余悸地看着小灰 狗子 你到底什么来头 小灰呲牙 朱天万界第一机缘 苏慈这下是真性了 狗躯一震 就把那感悟因果的 沈魏震成了一个侏儒 这来头是真不得了 你不会也是一个 先尊转世吧 苏慈狐疑地看着小灰 那我以后 给你输送点混沌器 岂不是在这世间 横着走了 小灰疯狂狗叫 不行 绝对不行 你安分点 不能让一些势力知道 我还活着 否则的话 不只是我 就连你的家族都有麻烦 我的家族 苏慈直直地看着小灰 什么家族 小灰汗毛乍立 好像是感觉到自己失言 急忙找不到 我是说太一剑派 你那恩师 不是太一剑派的人吗 他们也有大麻烦 苏慈半信半疑地看着狗子 小灰尾巴甩了两下 转移话提到 快去毁灭传送阵 回天玄剑 有人在靠戒 有些事 以后再说 苏慈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问话的时候 小灰是强 但他已经隔断了苏慈的力量 明白着 那是一种禁忌之法 不能动用 一家狗父 他朝着传送仙阵掠去 远处星海 姬伯心神大阵 半赏才缓过神来 越是实力强劲 越能感受到 小灰方才一阵的浩瀚宏大 简直犹如天地初开 仙魔出现般 可观不可揣夺 刚才的力量 是那条狗的 还是苏慈身上的 姬伯冷静地问道 他受到的影响 甚至比审位还要大得多 若不是他实力极强 此刻恐怕已经身受重伤 不 不知道墨 福玉莹也是瞪着双眼 他的脑海里 就跟胡了江湖一样 他哪里想得通 小灰跟着他的时候 就跟一条赖皮狗一样 只会吃喝玩乐 和逗母狗 哪有跟着苏慈 这般神勇的表现 这到底谁的狗 福玉莹轻哼了一声 粉唇嘟气 有种宠物 更喜欢男主人 而不喜欢女主人的委屈感 另一边 苏慈已经越过了万丈距离 到了传送法阵之中 他打出了一拳 一顶天地熔炉浮现 缓缓地吸收着空气中的仙缘 火焰逐渐沸腾 苏慈设定了时间 一刻钟后 熔炉会爆炸 炸掉整座空间法阵 这座熔炉 非感悟三千大道的悬仙 不可疑 一碰就炸 回去 苏慈一脸满意 搞完破坏就逃 真刺激 下一秒 他骑着小灰 就要冲进法阵 回天玄剑 也就在这时 一边突生 远处 那化作诸如的审卫 突然停起了身躯 带着鲜血 直扑天鹿与泄河 天玄 苏九霄 你敢跑 我就杀了你的这两个随从 特别是这个老头 看你的眼中 满是慈祥和关怀 是你很重要的人吧 结结结 苏慈停住了步伐 杀气猛然攀胜 拿身边的人威胁他 忍不了 但他还未出手时 泄河突然娇喝了一声 右手玉色软剑 猛然窜出 随即 剑分九光 犹如银河直落九天 瀑布天青而下 瞬间斩在了 沈魏的身躯之上 杀别 老娘是他师姑 在你嘴里成了随从 我刺死你 沈魏满脸惊恐 他大大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被小慧一阵之后 他与因果道的联系断了 也就是说 他与谢和等人 没有拉开本质上的差距 更何况 他现在还受了伤 还带了些轻视之意 自然不敌谢和这蓄力一剑 天路见状 兴奋不已 直接冲了上去 开始补刀 师姐 你少插两下 让我来 我来 往常日子 他见到群星妻子 连个屁都不敢放 夹着尾巴做人 哪能像今天这般扬眉吐气 要是让太一剑派那些人知道 他在乱捅群星妻子 简直是光宗耀祖啊 啊 沈魏被捅的发疯嘶吼 小眼太子 救我 你不救我 待会云尘新者到来 你没法交代 小眼太子 小眼太子在苍穹城 天路与谢和 面色一白 连剑都不差了 转头奔向苏慈 急忙喝道 快跑 小眼太子在这 得罪了谁都不能得罪他 他们是真怕啊 以他们对苏慈性格的了解 小眼太子出来了 那也要挨一巴掌再走 那样的话 就真痛破天了 好 苏慈点了点头 他也不是那种 浑世魔王的性格 这小眼太子 根本没惹过他 他自然也就不会想着 怎么捶人家 更何况 是他先来苍穹城乱倒一通 李亏在先 当即 三人一狗 就奔入了传送法阵 金光一闪 顺着玄妙的波动 朝着天玄飞去 下一刻 大殿门开 小眼太子 挺着个大渡男走了出来 看着浑身焦黑的沈卫 他嘖嘖叹道 沈星子 刚才就告诉你了 别惹这个浑水 历史是不会骗人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何人有勇气扣关 我感觉 刚才那个叫苏九霄的 以后最少也得出 几本仙遇传记 原本 他在这欺负的 应该是我 但现在 换你名流轻使了 他哈哈笑着 再一次为自己的机制 而感觉到满满的优越 而这时 他的身侧 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来着眉毛灰黑 面容苍老 隐隐融于大道之中 见得小眼太子 毫发无损 他松了口气 恭敬一礼 殿下 您没事吧 没事 胖子摇了摇头 那个火炉 贤叔你看 要不要给他拆了 火炉 贤叔转头一看 在天玄界传送大门旁 却是有一个大火炉 隐隐要炸开 殿下的意思是 贤叔心中一动 没有动手 只是看向胖子 放他去 胖子大手一挥 他是真不想见到苏慈了 这要是火炉没了 那骑狗的家伙 再回来找事 他可吃不消 那就依太子言 贤叔躬身一礼 不可 这时 一声清贺 突然从一旁传来 第53章 空间截断 先尊来救 随着清贺声传来 两个男子从天空直落 云辰 海风 贤叔看了一眼两人 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你们两个群星掀门的大星者 怎么一起来我这苍穹府了 难道是调查方才 那乍现的恐怖威呀 我正好在附近 感受到那惊人的波动 便过来看看 云辰在一旁摆了摆手 先别管 什么威压不威压的 海风 你出手 把天玄剑那小子 给我抓上来 咱们这里 唯有你感悟了空间一到 你把他们的路线 给我接到苍穹府来 海风看了一眼云辰 点了点头 那威压转瞬即逝 看起来也没什么眉目 还不如先帮老友一个忙 念及此 他转头看了眼火炉 手掌一嵌 火炉瞬间坠入虚空 看向那传颂法阵 嗡 法阵变得透明了起来 透过层层空间 海风看到了 急速朝着天玄接跃去的苏慈三人 驾接 他手一握 面前的空间被切出一片 直接接在了苏慈前方 苏慈面色一变 小灰狗叫了一声 但却已经杀不住车 下一瞬 三人一狗出现在了场中 握草 刺眼的光线射来 天鹿一声惨叫 瘫坐在地 在他的面前 海风 云辰 咸园 三尊玄线 此三人齐出 便是崩灭千百小界 都是绰绰有余 他们 没有逃跑的机会了 面临绝境 谢和嘴唇苍白 从刚才兴奋的逃生中一下 坠入地狱 彼此的心情差距 可想而知 远处 奄奄一息的沈卫 拖着身躯走了过来 满脸凝笑 云辰书 海风书 刚才就是他们绽放了恐怖的威亚 把我击倒 我怀疑 他们身上有无上宝物 宝物 海风眼睛一亮 咸员舔了舔上嘴唇 原来 是你发出来的 他自然也感受到了 刚才那今天的威亚 只不过 他的修为 没有姬脖那么强 还感受不到其中的恐惧 只是感受到了珍贵 此刻 贪婪的欲望 已经充斥了他的脑海 小子 把宝物交出来 我给你做主 让你加入小眼仙府 从此不受群星仙门的威胁 海风 云辰神色一呆 咸员兄 此人跟我们群星仙门 有血海深仇 还是交给我们为好 同时 他们狠狠地瞪了一眼省位 这不纯弱智吗 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么机密的事情 就应该回群星仙门 把门关起来说 一旁 小眼太子上前一步 抓住贤员的胳膊 劝戒道 贤叔 不可 以吻为主 但此时的贤员 又怎能听得进去 小眼太子的话语 他为玄仙 只是为太子护道 并不是什么仆人 毕竟 在整个小眼仙域 玄仙的地位 都是极高的 能感悟三千大道的人 又怎会第三下四地去做仆人 此刻 他有了一种感觉 只要夺得苏慈身上的机缘 以后便是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纵是小眼仙主 都奈何不得他 感受到贤员那澎湃的贪欲 海风 云尘对视一眼 叹了一口气 那贤员兄 记得给我们秦星门一些补偿 一定 贤员舔着舌尖 上前一步 看向苏慈 交出来吧 他双眸一宁 贤员瞬间挤压向苏慈三人 天鹿与泄河 顿时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苏慈在小灰的加持下 虽说没有受到伤害 但也感受到一丝压抑 沈卫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治不了你 有的是人能治你 小子 小眼太子在一旁 看着苏慈三人 被轻易束缚 脑海中也满是疑惑 难道是他看走眼了 眼前人真没有后手准备 就敢欺上空间大城 那可真是开天辟地走一遭了 念及此 他冷冷抱 原来是个下界矛头 浪费我这么多感情 但他话音一落 突然 啪 一下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这狗嘴 怎么就这么一秒钟 都忍不住呢 只见在苏慈身前 一味须发揭白 面如枯稿的老者 缓缓现了出来 老者笑得跟弥勒佛似的 转头看了一眼小灰 哇 小灰摇了摇尾巴 吐着舌头 眼中满是讨好 显然双方很熟 你 你是 苏慈感受着面前熟悉的身影 微微诧异 他刚才正打算鱼死网破 点燃这个世界呢 没想到 面前人会出现帮助自己 没错 眼前人就是在天玄界 被苏慈追得嗷嗷跑的仙尊鸡宝 看到三尊玄仙围殴 他知道 苏慈退路已绝 献身来救 你是什么人 这时 咸员沉重的声音 响起 我是什么人 你不配知道 滚 鸡薄面无表情地看着咸员 大胆 咸员大怒 这是小眼仙欲 是我小眼仙府的地盘 你就算是仙王 想在这里作威作福 也得先经过我们先主的同意再说 郭躁 鸡薄伸手一拍 啪 一道硬刻在虚空中的掌印浮现 咸员身躯抛飞而起 重重地摔在了远处地板上 右脸直接稀巴烂 他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看向鸡薄 作为一尊玄仙 养尊楚忧 不知有多少脸 没人敢打他的脸了 我要你的命 咸员抱贺 起身打起了太极 一股澎湃的空间之力 在他的胸前缓缓凝聚 元须 龟园长 威士惊天动地 整个苍穹城都震荡了起来 但回应他的 又只有鸡薄轻轻一拍 就跟打蚊子似的 傻逼 啪 又一巴掌抽在了咸员左脸上 不仅把他的脸打得稀巴烂 还把他掌心中的空间之力 给冲得溃散 咸员跪在了地上 披头散发 不敢置信地盯着鸡薄 你是一尊先王 该死 我已经通知先主 你为所欲为 你逃不了 鸡薄面容微沉 又止轻钩 咸员忽然自己打起了自己的巴掌 打得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嚎叫连连 鸡薄转头 看向苏慈 笑道 原本我是不打算救你的 但观察了你一会 我有些稀才了 嗯 你想的没错 我救你 和阿福没关系 这个人情算我头上 远处星海 福玉营 第五十四章 连杀悬先 太子讨饶 稀才 苏慈带住 鸡薄笑着道 时光大道 深奥无比 你且看好 说完 他转身看向远处的海风 与云尘两人 逃 两人神色大变 转身就化成了一缕道光 逃窜得极快 但他们 又怎能快得过鸡薄 只见在鸡薄右手微捏 两人的身影 就放缓了数倍 分明已经在极力逃窜 但却如蜗牛一般迟缓 随后 鸡薄右手一拍 空间瞬间化成一道 有形的透明掌印 对着两人就 哄 得一下拍了下去 一瞬间 两个悬仙尸骨无存 原地只剩下一滩血迹 怎么样 学会了吗 鸡薄转头 老神在在地看向苏慈 苏慈 他总觉得 这鸡薄是炫技来了 就这样远远看着 他又如何能学会 见到苏慈的表情 鸡薄满意地点了点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借骄借躁 苏慈嘴角抽了抽 这老头在他面前疯狂装逼 今天也就算了 带得他日后实力 超过了鸡薄 非得加倍在他面前装回来不可 而这时 空间裂开 一位身着龙袍的老者卖了出来 见到鸡薄 原本威严的脸上 忽然露出惊讶的神情 鸡大然 他三步并做两步 来到鸡薄身旁 抓住他的手 你怎么来我小眼仙玉 也不通知我 我师尊可是很想你 每天都在念叨你呢 嘘 鸡薄按住了他 我来小眼仙玉的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明白明白明白 小眼仙主搓了搓手 转头看了一眼局势 瞬间心中有所明悟 向前一步 一掌拍向那疯狂抽着自己的闲员 扑的一声 闲员头颅爆开 血洒当场 死得不能再死 敢冒犯鸡大人 酒足不保 他一声冷哼 随后 看向一脸便秘的小眼太子 父王 我啥都没做 没做呀 胖子立马跪了下来 浑身发抖 看着苏慈 苏兄 苏兄 你也看到了 你要离去的时候 我可没有阻拦分好啊 苏慈闻言 点了点头 他看了眼鸡薄 心知他不想跟小眼仙主闹翻 从他一掌拍翻海风 云尘 却没有动手杀闲员 就可见一斑 所以 苏慈也给了胖子一个阶梯下 懒得为难他 胖子健壮 眼中热泪盈眶 恨不得当场过来 与苏慈拜把子 他吻了这么多年 要是折在了这里 那真就抓下了 苏兄 以后来小眼仙玉 有用的这本太子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万死不辞啊 小眼太子兴事淡淡 真把苏慈当救命恩人了 苏慈笑了笑 也不多做言语 转身骑着小灰 朝着传送法阵走去 经过这次的事件 他心中有些明白了 实力 还是不够 先回天玄界岭 三个月奖励再说 姬伯拦住了他 笑道 现在明白 阿福为什么不让你来仙玉了吧 苏慈沉默半想 明白了 心可有畏惧 姬伯笑道 没有 苏慈答 很好 姬伯点了点头 我没看错你 我与阿福所在室里 明幻云梦仙庭 在中央仙玉位置所在 若你能从天玄界来到仙庭 我可以做主 让你们独处半个月 独处半个月 苏慈眼睛一亮 这样一来 他那个任务 不就完成了吗 但姬伯毕竟是浮云的师兄 苏慈表面上表现得正义十足 我去见阿福 并非为了什么独处一晚 而是因为坚持爱情 爱情 姬伯吃笑 你在我万象国度中 做的那些荒唐事 我还没告诉阿福 据我所知 你在好几个深夜 都喊错了人的名字 这也是爱情吗 苏慈震怒 你偷窥我 姬伯挟了他一眼 几个女孩聊天 被我无意中听到而已 我的万象国度 可是现实事件 并非虚妄 我自然不会去做一些 良上君子的行为 你当我那么没品呢 苏慈狐疑地看了眼姬伯 他虽然觉得 这个先尊 很为老不尊 但办事时 也确实没有被人偷窥之感 好了 姬伯沉生 回天玄界吧 以后做事 别那么莽撞 下次我不可能在你身旁庇护你 苏慈点了点头 从他觉醒系统到今天 也才过了不到十天而已 但他的实力 已经天翻地覆 只要再给他一些时日 整个仙界 恐怕都要被他踩在脚下 而这时 谢和突然说了一声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就不回去了 我回太一剑派吧 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苏慈知道 这个尸骨已经慌了 玄仙都被人轻易拍成肉饼 他的生命 在这种层次的博弈中 太渺小了 天鹿点了点头 你不回去也好 天玄界修复了之后 要隐秘修为 夹着尾巴做人 你也待不住 谢和沉生 师爹 要不你也跟我回太一剑派 当年你欠下的那些情债 我帮你 给门主求求情 情债 苏慈耳朵顿时竖了起来 天鹿苦笑着摇头 往事随风去 我在天玄界待着挺好 就此别过吧 谢和点头 苏慈意犹未尽地看了眼两人 便被天鹿硬生生 拉进了传送法阵 姬伯 帮我毁掉传送法阵 苏慈的声音 从法阵中传了出来 小眼仙主愕然 姬伯摇头失笑 别看苏慈行事鲁莽 但粗中有戏 只信自己 毁掉传送法阵 对现在的他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结果 哄 对一声 姬伯出手 直接击他了传送法阵 小眼仙主拱手 姬大人 您这个弟子的事情 要我吩咐下去吗 姬伯摆手 他不是我弟子 我今天来这里的事情 你就当没发生过 明白 这是为何 小眼仙主先是一愣 玄机恍然大悟 难道是为了历练 你都学会自问自答了 姬伯看了他一眼 你猜得没错 年轻人就得受到一些曲折 才能成戒 懂得 懂得 小眼仙主点头哈腰 另一旁 苏慈回到了天玄界 刚想回九霄圣地 狠狠地享受几个月 脸色突然一变 如今 他炼化了戒鱼之心 整个天玄界 都受他控制 唯有一个地方 还处在迷雾中 那便是大陆西域 那片充满魔气的地方 第55章 邪魔 天玄界还有这玩意 所谓卧榻之处 怎容他人弃居 感受到自己掌控的戒鱼 黑了一块 苏慈当即连也黑了一块 同时 小灰脸色一变 狗叫了一声 去西域看看 苏慈一家狗妇 小灰如拖弦的剑一般 窜了出去 直接钻入了虚空中 而天路则是转头 开始重建起了中周 受此一难 虽说空间在恢复稳定 但那些建筑 可就没剩下多少了 还得从头开始建 幸好 修行者建造的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苏慈一复过来的年月 就要数以百年纪 西域 灵魔渊 屈碗里瑟瑟发抖地 看着远处的一个景观 那里 成千上万的邪电教徒 对着一束血色玫瑰 顶礼膜拜 渊底 魔气森森 暗流涌动 传出的威压 只欲把人冲击的窒息 屈碗里把生命迹象全部冻结 宛若一个死人一样 动弹不得 连灵气都不敢汲取 事故血眉 这时 苏慈出现在了屈碗里身侧 屈碗里一愣 旋即眼中爆发出惊喜 苏九霄 你从仙剑回来了 苏慈点了点头 再次见到屈碗里 她的眼神 呼上呼下的飘忽 完全无法直视屈碗里 干嘛 屈碗里满脸疑惑 除了浮玉莹 你又背着 我跟哪个女人好上了 苏慈错愕 说什么胡话 屈碗里哼了声 那你干嘛都不敢看我 苏慈轻声咳了两下 眼神还是飘忽不已 她在姬伯创立的 另一个平行时空里 见了太多次 屈碗里不穿衣服的样子 此刻一眼看去 屈碗里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在她面前 连哪里有颗质她都知道 关键是 屈碗里并不知道那段历史 她还是个纯情女子 故此 苏慈也不好意思多看 害怕自己下意识的 就做了一些怪事 有些东西 成了习惯才最可怕 她是有福之夫 不想沾惹太多情侦 女人 最麻烦 你看看我 屈碗里恼火 扯了扯苏慈的袖子 她有那么不堪吗 成婚后 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了 好歹在整个天旋大陆 她也算是名列前茅的美女 有几人能跟她争艳的 此事 月后在意 苏慈摆了摆手 转头看向斜垫方向 这是什么情况 哼 谈到正式 屈碗里也正色了起来 我看了有一会了 他们好像在祭奠什么 又好像在释放什么 祭奠 释放 苏慈想起了几百年前 来西域历练的时候 一个女魔嘎嘎缠着她 想要乱她倒心 而她反应慢了半拍 一时半会 没认出那女魔的狼子野心 配合了两天 放出了一些邪魔 然后 她被天道判定为入魔 给她下了一侧追击令 最终 苏慈杀了十地百胜 逃亡东荒 日日受心魔的侵扰 差点就挂了 直到系统的复苏 才又再一次的 带她走上了人生巅峰 前后串联 想了一下 苏慈忽然看向那朵血色玫瑰 哎 你说 当年是不是那顾血玫在害我 苏慈冷声 顾血玫 屈腕里看着玫瑰 觉得确实有点像顾血玫胸上别的那个 有这个可能性 她判定 哇 突然 远处邪教徒暴动 小灰轻声狗叫了一声 咦 屈腕里转头一看 无嘴轻叹 好丑的狗 哇 小灰呲牙 毛发立起 凶什么 苏慈一巴掌 就拍在她狗头上 我要告诉阿佛 小灰怒不可遏 尾巴不停低咬 我就知道 是那个女人的狗 屈腕里轻笑 抱起小灰 给她的毛发梳理了一下 瞬间 小灰舌头吐了出来 满脸笑容 苏慈一脸鄙夷地看着小灰 这狗子 难怪跟福玉营合不来 没半点节操 真不知道跟谁学的 而这时 远处邪教徒突然暴动了起来 血色玫瑰绽放开来 从中 躺着一位绝色容貌的长腿女子 女子性脸淘腮 好齿珠唇 一双长腿 接近半个身长 缓步行来 摇曳出一番绝妙的身姿 赫然是抢夺戒狱之心 不成的顾雪梅 大人 在她身边 一位浑身黑衣的男子 跪着 消息没错 苏九霄踏过承仙门 去了仙狱 顾雪梅神情冷冽 满脸都是谋划失败 机缘被夺之后的不甘 没错 属下往回走的时候 那个苏九霄 正好去了仙狱 男子攻身 嗯 顾雪梅点了点头 戒狱之心 被苏慈吸收了之后 她在天玄大陆 简直就是抓下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只要释放出远古魔仙 夺取了这个戒狱的掌控 那苏九霄杀我两次 害死我一次的仇 我就要好好跟她算一算 顾雪梅冷哼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把最后一次 窃取苏慈戒狱之心 称报自己的那件事 也算在了苏慈头上 出来吧 魔仙 顾雪梅双手舒展开来 接下来 血腥的一幕发生了 一个个神情 如朝圣般的邪教徒 头颅忽然爆开 金血会成一束水流 从脖子中喷洒而出 朝着那魔院去 一道浓烈的魔器 宛若来自地狱 从魔渊中缓缓升起 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多 一道虚影逐渐清晰 矗立在魔渊上空 虚影没有头发 脸上有着刀疤 做暗黑苦行僧打扮 看上去恐怖无边 与此同时 苏慈的心中一动 她竟然感觉到了 天玄界正在脱离她的掌控 除了戒狱之心 还有人能掌控戒狱 苏慈心中大震 而看到魔影的小灰 忽然蹭一下 从驱腕里怀中弹了起来 爬到了苏慈肩上 汪汪直叫 出去 小灰叫道 好 不用小灰说 苏慈也会上 反了天了 这顾血眉 屡屡跟自己作对 不过 远处魔僧的威压 在苏慈看来 不逊色于云尘 海风等玄仙 甚至随着邪教徒的暴王 光头魔僧的实力 还在不停地上升 哪怕是在天玄界 苏慈也不敢太过大意 只能找机会 看能不能切断魔僧的力量来源 所以 他第一时间 就盯上了那些邪教徒 从驱腕里旁边一跃而起 手中地剑斜着斩去 先说 星河剑法 第五十六章 不会认错主人了吧 哄 一道长达百里的剑光 直接撕碎了空间 镇刻在空间中 以如今苏慈的能耐 已然感悟到了 剑中的星辰之道 这一剑挥出 剑气中 许多虚幻大星浮现 力道足够摧月断日 数万亿教徒 面色惊恐 一道剑光斩来 就直接把他们中的半数人 斩成了粒子 苏九霄 他怎么来了 顾雪梅怒吼 随后一巴掌 抽向旁边的黑衣人 你不是说他去了仙狱了 黑衣人头颅 直接三百六十度旋转 飞了出去 连解释的话 都没来得及说 事实上 苏慈已经在这了 他再怎么解释也没用 顾雪梅也不会听 顾雪梅 今天 无论这是不是你的皮套 也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你还在 天玄剑 就逃不过这剑 苏慈手提长刀 一步步向前 眼中寒光闪烁 哼 苏九霄 你以为你 炼化了戒鱼之心 我就会怕你 今天魔仙在场 哪怕你在天纵奇才 也要把天玄剑教出来 明确地告诉你 你来晚了 顾雪梅眼中寒芒闪烁 刺拉一下 把肩上的血色玫瑰拔了出来 扔给了魔僧 瞬间 魔僧眼中绽放出精芒 那足以媲美玄仙的修为 再一次攀升了起来 哼哼 苏九霄 跟这个世界一起陪葬吧 顾雪梅笑得妖也 老娘得不到的东西 你也别想得到 是 突然 苏慈一箭激来 顾雪梅头颅抛飞而起 你杀了我 又有什么用 顾雪梅的声音 与那魔僧一同响起 实话告诉你 我的本帖 就是那一朵玫瑰 刚才你还有机会 但现在 你已经没有了任何机会 我已经 成魔仙了 化落 整个天玄界 轰隆作响 那刚呈现的天道 一直猛的一下 再次溃散 顾雪梅幻化的魔神实力 再度暴增 隐隐有突破玄仙 朝着仙王而去的姿态 一尊仙王 要知道 小眼仙玉的仙主 不知掌控多少仙玉的狠人 也猜仙王境 一尊仙王境 降临天玄 谁人能抗 苏慈往后退了两步 脑海中飞速旋转 思索着破局之策 似乎 只有给小灰身上 灌点混沌器 才有机会了 但看小灰那个反应 似乎给他灌混沌器 是什么要毁灭世界的大麻烦 就做一次吧 小灰 苏慈深吸了口气 转头找小灰 找了半天 却发现 小灰不知何时 已经到了魔渊前 朝着魔渊疯狂狗吠 王 王 喵 喵喵 回应他的 竟是魔渊中传来的猫叫声 你干嘛呢 小灰 快乖对敌 苏慈大急 这狗子 不会在这种时候 要给他上演什么猫狗唇爱吧 那他真是想吃狗肉了 王 小灰不理苏慈 叫得越发大声 远处 魔僧突然身躯一抖 一道磅礴澎湃的力量传了出来 空间开始片片碎裂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朝着四处浮萨去 一尊仙王 苏慈瞪眼 一把扑过去 揪住小灰的脖子 正准备给他身体灌输混沌气 忽然 魔渊之下 探出了一个猫爪 猫爪平平无奇 但速度极快 千分之一个眨眼间 已经出现在了魔僧的头颅上 苏九霄 你别想逃 呵呵 顾穴梅还沉浸在突破仙王 从此逍遥人间的氛围之中 一只猫爪 突然压了下来 什么孩童把歇 顾穴梅不屑 抬手去顶 手中缭绕起蓝黑色的火焰 几乎要把真空都给烧穿了 但下一秒 顾穴梅的脸上 忽然一僵 他惊讶地发现 头上传来的距离 竟是他无论如何 都抗衡不了的 他的身躯 被彻底禁锢 一下下地 往魔渊里按 啊呀 这是什么 苏九霄 你又耍什么花招 顾穴梅眼睛圆瞪 但那猫爪的力量越来越大 一个呼吸的功夫 顾穴梅的身躯 便沉浸了魔渊之底 只能隐约传来 他的讨饶声 苏九霄 我错了 放过我 声音渐行渐远 苏瓷咽了咽口水 那只猫爪 看似平凡无奇 但他能明显感觉到 比鸡脖还强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哇 小灰尾巴猛摇 屈腕里在一旁 惊魂未定地跑了过来 拍着硕大的胸脯 哑声道 小灰 刚才是你召唤的猫爪吗 旁观者清 苏瓷身在局中 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但屈腕里在一旁 那可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小灰狗叫两声之后 魔渊中传来了猫叫声 随后猫爪出现 不是他叫的 又能是谁叫的 小灰 是你 苏瓷震撼撼地看着小灰 这诛天万界第一纪元 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是他没发现的 牛逼 这个魔渊 还是暂时先封起来好 虽然魔渊在帮自己 但毕竟他是魔渊 苏瓷长出了口气 有些放松了下来 难怪天玄界能无视规则 连玄仙化身降临都不崩塌 感情还有这么个逆天的地方 待在这下面 稳固秩序呢 自己接手了这天玄界 也不知是福是祸 万一以后有一天 魔渊中探出什么魔头来 不会对自己出手吧 苏瓷心中一紧 心中对实力的渴望 再度提升了一个维度 小灰 如何封印这个魔渊 苏瓷转头看向小灰 却怎知小灰不答 反而四足一跃 投入了魔渊之中 啊 屈丸里惊呼 苏瓷也是一脸猛逼 这狗子想干啥 魔渊底 小灰出现 来到了一侧 魔气森森的拒门前 犬废了两句 片刻 门开 一只七彩不偶猫走了出来 当然 和普通不偶猫也有些区别 他的尾巴是龙尾 喵 不偶猫叫了一声 声音有些类似少女 狗东西 怎么现在才来 迟到了 我算算 嗯 两千年 小灰狗脸不悦 在原地走了几步 就是不答话 不偶猫当然不会放过他 在他的耳旁 不停地喵喵叫 少爷有这么弱 两千年才接手戒狱之心 是不是你懈怠了 带他去和欢狱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年轻人要狠狠培养 要经历过磨练 才能成一方抵食 不可以贪图享受 你明白不明白 小灰呜咽了两声 哒拉着耳朵 疯狂摇头 都不对 不偶猫猫眼疯狂地转动 随后突然定住 你不会认错主人了吧 第57章 大帝回宫 天玄贡主 认错主人 小灰狗脸一抖 前肢趴在了地上 大眼委屈地 看着不偶猫 你还真认错人了 不偶猫大目 一猫爪 就踏在了小灰的狗头上 小灰有多灵活 起码鸡脖 都不能说能擒住他 但在不偶猫的猫爪之下 被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任凭如何无意 都无法挣脱 等等 不偶猫发泄了一会 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能让你认错 难道是那个家族的人 嘘 小灰急忙让他别说 有些存在 冥冥之中 连名字都不可提 因为他们能感应到 不偶猫整顿了一下身形 把猫爪从小灰身上拿开 难难道 要真是那人 就有意思了 旋即 他转头看了一眼小灰 少爷呢 为什么不让他进来 他实力还不够 进不来 小灰老实巴交 一点也没有在苏慈面前 那么活泼开朗 显然 他有点怕不偶猫 实力不够 不偶猫愣了愣 你认主多久了 昨天吧 小灰一个躲闪 闪过了不偶猫派来的猫肘 那这两千年 少爷他是这么过的 吃得好不好 穿得暖不暖 不偶猫满脸内疚 今天外面暴动了几次 把我都吵醒了 是不是有仙界人下来欺负少爷 小灰想了想 算是吧 但他没吃什么亏 不偶猫转身 我去灭了他们 小眼先遇事吗 我直接打他掉 等等 小灰大惊 一下抓住了不偶猫 你要守家啊 你走了 吃一家怎么办 你守 不偶猫又压住了小灰 我不行 小灰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真有人打上来 我一下 就被人撕碎了 哪有您这么英明神武 必须要你这么强的猫 才能守家啊 不偶猫似乎真跟少女一样 喜欢听讨好宫围的话 闻言轻哼了一声 也对 你太菜了 那我就在这里 给少爷守着家产 不过 要真有人欺负少爷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家产可以再挣 少爷可千万不能让人欺负了 小灰狗头连点 讨好的哈着气 哈喇子都要流到猫毛上了 碰 不偶猫把他一脚踹飞 跑回了门内 别碰我 小灰吃痛 这个世界上 能给他造成伤害的人 瘦不多 不偶猫绝对算一个 这家伙 肉身力量太恐怖了 这天玄界 有他的脊梁做骨架 莫说是来一尊玄仙 就算是来了一个仙尊之上 那都他不了 而这时 不偶猫已经从门内跑了出来 嘴里叼着一本册子 磨 把这个带给少爷 空间悬点 小灰眼睛一瞪 这可是修炼空间大道的绝世宝典 整个仙界 怕是都找不出几本 这太贵重了吧 要是遗失了 就完了 小灰难难道 少爷可以再转世 只要我守着他 神魂就是了 但 你给我滚 不偶猫气急 猫爪抡起 疯狂地挠着小灰 小灰 小灰叼着空间悬点 回到了魔渊上 只剩三只脚在走路 另外一个前只 死死地遮住自己的额前 咋了 苏慈愣住 与驱腕里上前 拨弄着小灰的前肢 但狗子就是死死不放手 小灰 你看 猫 苏慈一喝 望 小灰一个机灵 猛退了三步 四脚并用地朝后爬去 扑 苏慈与驱腕里 看到他的花脸 笑得前辅后仰 小灰 你不会是偷情被抓了吧 望 小灰呲牙 苏慈捡起了 吊在地上的侧子 翻了翻 皱眉道 怎么一个字都没有 无字天书 宁神 用空间大道去感悟他 小灰狗叫 苏慈照做 动用了他 所有的空间法则 看向书本正面 一个空字 隔着千百层空间 若隐若现 卧槽 这是什么玩意 苏慈一惊 就这么一会 他的精神力 竟有些匮乏了起来 下意识地 就想搂过驱腕里 倒头就水 幸好 最终 关头他反应了过来 这里不是姬伯的万象国度 不能乱搂 不然 他自诩 青春狼军的人设就没了 慢慢感悟吧 感悟个万年 说不定能出个悬线 小灰昂着头颅 修宪意图 没那么简单 要有耐心 要有沉淀 他樽樽教导 隐隐觉得 自己像是那宝读诗书的 传到仙人 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苏慈已经带着驱腕力 消失在了原地 他说的话 嗯 半个字都没听进去 苏慈有系统 无字天书百身旁 千年修为猛贯就行了 用不了多久 苏慈回了 一座灰红的皇宫 竟然就拔地而起 别的不说 修仙者搞建筑这一块 没得说 快得很 苏慈带着驱腕力 来到现场 左边一排地族 右边一排古圣族 最里面 摆着一个硕大的龙位 盘踞在空中 真有一条神龙 在以后舞动 宇文波 秦玉墨 天路上仙 摇持圣主 甚至九霄圣地高然 这些他熟悉的人 一个不辣 全在现场 各个穿着得体的衣衫 面露恭敬 见到苏慈出现 现场顿时爆发出 惊天的声响 宫营大地回宫 卧槽 苏慈一呆 怎么玩上这套了 太低俗了吧 不过 我喜欢 这是什么情况 苏慈轻声问道 威延的声音 却传满了整个皇宫 龙位下 为首的男子 一步踏出 赫然是洛峰 他作为苏慈的岳父 现在地位高得没边 只见他盘膝而坐 手中琴音响起 当 还有背景音乐 苏慈嘴角抽了抽 洛峰高声道 卧槽之巅 九霄大地 统领天玄 万灵欢乐 值得举戒大庆三日 贡祝天玄有了贡主 苏慈愣了愣 玄疾嘴角勾勒起 一丝淡淡的笑意 没必要吧 您不做这个龙位 谁做 日后无论是何事理 都要听您的教诲 把您的字字句句 都奉为圣经 记录进教育课本 不错 不是九霄大地统治的天玄 借我不呆 要真那样的话 我不如一头撞死 以死明治 陈家以往跟苏慈 还有点旧怨 但此刻见到苏慈推诿 不当这个天玄共住 他们的新任组长 恨不得一头撞死 血溅长空 第五十八章 连开四个月 上仙巅峰 是啊 师父 你就坐吧 高然也是满脸兴奋 发达了 快嘎了的师尊 突然虎去一阵 威灵天玄 望福成龙成功了呀 天底下 还有比这个事情 还让人开心的吗 盛情难却 苏慈叹气 慢慢地走到了龙位上 坐下 既如此 那便依了落风年 大庆三日吧 苏慈话音一落 烟火变天 仙缘洒落 无数散修跪地磕头 感谢大帝的恩赐 小灰在一旁 看得狗头直摇 真能装啊 比他见过的一些 统治亿万疆域的先帝还装 他深知 苏慈的路还有很远 真想悠闲地当这个共主 怕是没那么容易 且苏慈自己 跑去仙域走了一遭 见过那么多大道的运用 早就在他心中 种下了种子 他自己也不会甘心 就这么在一个小地方待一辈子 不出百年 必要出走 接下来 便是吃喝玩乐 屈碗里陪着 苏慈美美地吃了一些龙肝凤髓 夜深 天鹿把苏慈叫到了后殿 笑着道 先遇的事情解决了 咱们也有很多的时间 来过逍遥的日子了 苏慈摇了摇头 居安思危 不把阿福接回来 我有点不放心 更何况 紫瑶也被姬伯带去了仙剑 他虽然天资不错 但毕竟人生地不熟 肯定也会想他父母 有机会 我把他们一起带回来 天鹿点了点头 欣慰地摸了下胡子 他就喜欢苏慈这般 重情重义的样子 这弟子没白瘦 此刻的他 越发觉得 千年前收下走投无路的苏慈 是多么正确的一个选择 人呐 果然还是要做好事 才会得好报 院长 仙鹿已经被姬驳毁了 仙玉现在怎么去 苏慈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嗯 要感悟空间大道 我这倒是有仙玉的定位 但心穷浩瀚 你若不会空间大道 绝无可能越过星海 抵达小眼仙玉 而且 你哪怕到达小眼仙玉 想去阿福所在的云梦仙庭 也是困难重重 苏慈眉头深皱 云梦仙庭 不在小眼仙玉 不在 天鹿叹气 仙庭在中央仙州 那地方 连我都没去过 怎么才能去 苏慈问 引渡 天鹿看了他眼 每三十万年 中央仙州 就会在各大仙玉 引渡一批仙人 条件呢 苏慈挑眉 天鹿笑道 只有潜力无穷的年轻仙人 才能被仙州看中 这个年龄界限是 百万岁以下 百万岁 苏慈愣住 仙人寿云无尽 他如今不过两千岁 但在天玄界 却已经算是 退居幕后的老一辈了 而在仙界 只能算是年轻人而已 那如何证明自身价值呢 苏慈又道 战斗 天鹿掐指算了下 下一任仙玉争风战 应该还要三十万年 你能赶上 苏慈嘴角抽了抽 三十万年 骆子瑶和福玉云 估计都化成血水了 最近的一剑是什么时候 苏慈瞪了他一眼 最近的一剑 天鹿摇头 很不巧 在半年之后 仙玉争风战 往年都是悬仙夺魁 你 还得练 文言 苏慈直接转身 朝着后山走去 等等 天鹿抓住了苏慈 你不会真想参加吧 试一试 也许呢 苏慈咧嘴一笑 那你记得 去我太义剑派参赛 给维师蒸蒸光 天鹿忽然苍蝇搓手了起来 维师在太义剑派 面子上不太好看 你明白的 缩辞带住 想起了一些传言 据说 天鹿在仙狱 就是因为 媳妇跟人跑了 还每天 在他面前秀恩爱 把他当乌龟戏耍 对面那男人 还贼拉勇猛 天天以奏天鹿为乐 一怒之下 天鹿判出了太义剑派 逃到天玄界隐居 不问世事 且去屈婉丽 与福玉云之前 跟他描述的 天鹿经常深夜 对着一幅女人画卷发呆 嘴中念念有词 有时还两行青泪 想到这 苏慈拍了拍天鹿的肩膀 目光炯炯 院长 我会的 天鹿鼻子一酸 回忆起太义剑派的快乐时光 差点就要破防 强忍着落泪的冲动 天鹿转身 出了大殿 手中还出现了一纸画卷 呆呆地朝着 后院和堂走去 苏慈摇了摇头 问世间情味何物 哎 女人真可怕 接下来的日子 苏慈寻了处骑山美景 山中红色落叶飘飘 很是美艳 这里是天鹿大陆 唯一一处 产出奇珍八宝鱼的地方 为美不亚于龙肉 他就待在这里钓鱼 身旁放着一本无色册子 日子一天天地过 系统在他脑海中的声音 不停地响起 成婚第七天 奖励千年修为 成婚第八天 奖励仙气 斗战圣甲 成婚第九天 奖励大盗 五行大盗 成婚第三十天 空间悬点被你看破 一眼望去 空间被切割成万分 你的空间大盗 晋升为入门级别 实力提升至上仙境 成婚第六十天 奖励高级仙术 上仓之首 同时感悟三千大盗 之仓穷大盗 成婚第九十天 九霄地剑品阶升级 晋升为高阶仙气 自带风锐大盗 坚不可摧 成婚第一百二十天 奖励仙斧类仙气 盘龙仙舟 高阶仙气 没关就是开了 定了四个月 苏慈人都傻了 每天在这钓钓鱼 斗斗狗 修为就跟坐火箭一样 往上窜 打开面板看了下 宿主 苏慈 修为 上仙巅峰 三千大盗 空间大盗 苍穷大盗 命运大盗 五行大盗 仙气 九霄地剑 高阶 盘龙仙舟 高阶 斗战圣甲 术法 五经七书 混沌集 日月土纳术 仙术 空间悬点 战法 上仓之首 天地荣如全 星河剑法 小灰在一旁 越看越心惊 这怎么才四个月 也没见苏慈修炼 这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 一天比一天可怕呢